第一章穿越 黑夜在蔓延 傅雪瑶感觉今天晚上格外的热 好像有一股股的热潮 由内而外蔓延至全身 与此同时 一种莫名的欲望 也将她团团围住 眼睛紧闭的傅雪瑶秀 眉微醋 是停电了吗 不然她怎么感觉房间温度这么高 连呼吸的空气都觉得黏糊糊的 连带着身体也很不舒服 突然傅雪瑶 好像摸到了什么东西 嗯 好舒服 才只是指尖的触碰 她就感觉身体出现的异常 好转了不少 就这样 她渴望的更多了 不由自主地迎合了上去 手也不安分地四处游荡 傅雪瑶 男人的声音沙哑低沉 陆行舟额间进出了微微薄汗 小麦瑟的手臂上青筋爆起 她能够感受到 那双嫩滑的小手 在她身上四处移动 陆行舟一只手拖住女人背部 另外一只手 则是试图抓住傅雪瑶 那不断在她身上妈撒的小手 可刚拽住了傅雪瑶一只手 她的另外一只手 又开始肆意地在陆行舟身上摸索 慢慢地 傅雪瑶的手移到了男人的腹部 虽然意识模糊 但她傅雪瑶仍旧能够感受到 手心那温热的触感 还是不够舒服 傅雪瑶的粉扑扑的小脸 皱成了一团 突然她那只被禁锢手猛地挣脱出来 在男人还没回神来时 快速勾住了她的脖子 温热的气息 洒在陆行舟的脖梗上 她感觉身体变得麻麻的 好像被什么小虫是咬一般 同时 一股更为原始的欲望 也在侵蚀她 傅雪瑶 我是谁 男人声音低沉地问道 你 你是谁 傅雪瑶微微睁了一下眼睛 但此刻她眼前是一片朦胧 她下意识地反问 突然傅雪瑶的脑海中 闪过了一个人的名字 她软弱地呢喃道 陆行舟 陆行舟还准备说点什么 下一秒傅雪瑶柔软的唇就贴了上去 她未说出口的话 也结末于此 顿时男人的世界 瞬间 好像被一团烈火笼罩 幽暗的灯光下 勾勒出男女纠缠的身影 黎明将至 才归于平静 第二天早上 床上就只剩下了女人 侧躺在床上的身影 傅雪瑶是被攻击的打鸣声给吵醒的 意识还有点模糊的她 并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对劲 就只是觉得 今天的身体格外的累 感觉脖子和胳膊都酸酸的 就好像是她的身体 在夜里偷偷背着她去军训了一样 好一会儿 傅雪瑶意识才完全回笼 真正意义上的清醒了过来 可她一睁开眼 就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到了 整个房间都贴了喜字 一片喜气洋洋的模样 眼前的一切都非常的有年代感 无论是喝水用的杯子 还是她身上的红被子 再到这个房间的家具 都超出了她的认知 而且她的脑子里 还莫名其妙的多了一段记忆出来 毫无疑问 她肯定是穿越了 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一般 傅雪瑶掀起被子的一角 看看自己露出的肌肤 亲子交错 脸刷的一下变得通红 昨晚她好像和一个男人 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她依稀记得是自己先主动的 不过后来 当她想要叫停时 男人怎么都不不愿意停下来 傅雪瑶用力摇了摇头 试图把脑海中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甩出去 根据记忆 她应该是穿越到了八十年代 不过这个世界 又与她所在的那个世界有所不同 但时间线是一致的 这里同样在七七年恢复了高考 总而言之 这里是一个平行世界 傅雪瑶都不明白 自己为何穿越 她在现代有钱又有盐 结果来到这么个年代 还成了一名已婚妇女 关键是她也没死啊 就这么很自然的睡了一觉 就穿越了 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吗 还真的是祸从天上来 造孽啊 不过再怎么想不通 傅雪瑶也知道 自己回去的希望很渺茫 几乎等于零 既来之则安之 眼下她也只能借助这个身体 好好过下去 傅雪瑶拉过 放在床尾的衣服穿上 雪瑶你怎么不多休息会儿 傅雪瑶一开门 就对上了一双关心的眼眸 行周她因为紧急任务 在床尾的时候还有些歉意 这新婚第一天就离开了家 确实让人也不太好想 说话的正是她现在 这具身体的婆婆 在傅雪瑶的记忆中 她和丈夫入行周 并不是两情相悦 和媒婆做媒促成的结果 事情最初还是源于傅雪瑶落水 被刚放假归家的入行周看到了 本着军人的使命感 她毅然决然地跳下水 把她救了上来 本来救人是一件好事 但在这个观念陈旧的年代 特别还是农村 少女依不蔽体地 被一个男人抱着 难免不会产生很多闲话 在这件事被村里的人大肆传播后 两人就这样被绑在了一起 傅雪瑶在这个村子里名声不好 但杨丽芳也没有因为这些缘故 而针对她 每次见到园主 都是一副笑意营营的样子 家里有好东西 也会送她一份 傅雪瑶微微勾了勾唇 脸上洋溢着一个温暖的笑容 妈 我没事的 陆行周他是军人 这也是他的义务和责任 我没有什么的 再说了 家里不是还有你吗 傅雪瑶凑近亲密地挽住了杨丽芳的手 陆行周这任务还真出的是时候 正好避免了他见到他时的尴尬 前世他可是恋爱都没谈过 谁能想到一穿越 人都没看清就上床了 虽然自己确实也挺爽的 等陆行周下次再回来时 想必他也应该忘记得差不多了 杨丽芳一时都愣住了 他还是头一回得到傅雪瑶这么热情的回应 往日里 就算他往傅雪瑶家去送一些东西 也只是得到了一个冷漠的眼神 而且 雪瑶刚才还叫他妈了 他还以为要很久才能听到这声妈呢 毕竟之前他可是连一句婶婶都不喊 不是哀哀哀的称呼 就是直接说尾 杨丽芳眼眶红红的 似乎很感动 他又继续说道 妈已经把早饭做好了 你饿了吧 等你洗漱完就先去把饭吃了 傅雪瑶 刚才还说他起得早呢 结果人家都已经把早饭都做好了 搞得他还有一种莫名的羞耻的 因为早年间没有计划生育政策 所以这个年代的人生的都比较多 陆家也是一个大家庭 陆行舟是家里的老三 他上头还有一个大哥陆行伟 他和大嫂林相遇 有一个儿子 还有一个女儿 二哥陆行峰和二嫂沈梦 两人有个儿子叫沈章 除此之外 陆行舟还有一个妹妹陆之云 除了二哥是陆坠到二嫂家里之外 其余的人都住在一起 第二章 李静明 屋里的其他人都去上工了 还没回来 现在家里就只有傅雪瑶和杨立芳两个人 陆家的条件在这个村子里也还算不错 陆行舟的父亲之前是一个木匠 虽然前些年有规定不能买卖 但私底下也会偷偷摸摸进行交易 一般都是以物易物 当然也够悄悄给钱的 等到后来政策慢慢开放后 作为手艺人的陆饼坤 也是尝到了第一块蛋糕 去年陆家就在村里盖了一大栋青砖瓦房 这房子在21世纪可能不够看 但现在是80年代 在南方农村大多都是土木结构为主的房子下 这房子也称得上一个好字 桌上的菜很丰盛 一盘鱼 一盘炒鸡蛋 一盘青菜和一盘小炒肉 还有一大碗鸡肉 虽然已经到了80年代 但普通人家要是想天天吃肉 也还是没那个闲钱 何况这桌上还有好几个肉菜 桌上的菜无一步表现了陆母对她的重视 妈 你不和我一起吃吗 看着陆母就准备坐在她旁边看着她吃 傅雪瑶脸上飘过一抹不自然的神色 她可没这个恶趣味 心安理得地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 还让别人看着她吃 妈吃过了 这些是给你做的 陆母笑了笑回应着 妈你是不是还在怨我 傅雪瑶脸色变了变 一副愧疚的神色 我之前因为接受不了突然就要嫁人 所以不懂事 伤了您的心 但我嫁过来了 也是你的半个女儿 我希望您不要再生我的气了好不好 小陆般水灵灵的眼神带有渴求 看得陆母心都要化了 怎能拒绝呢 她赶忙摇了摇头解释 我没有怨你 我也没有生你的气 她怎么会怨她呢 疼她还来不及 那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当重新来过好不好 陆母喜气而急 连连回应道 好 好 那我也不吃了 话落 傅雪瑶当即放下了筷子 一副要践行承诺的模样 好好 妈和你一起吃 陆母喜笑颜开 眼里还泛着丝丝泪光 之前雪瑶没嫁来陆家时 不论是邻居 还是身边的亲戚都说 他们家这是要娶一个祖宗回家 还说傅雪瑶打小就被宠坏了 又懒又馋 脾气又大 嫁到陆家后 指不定怎么折腾她 但她想着 既然婚事已经定了 那傅雪瑶就是自家的儿媳妇 虽然之前傅雪瑶态度确实不好 可如今 这不就是她的好席吗 还让她坐下来 和她一起吃饭 这看的傅雪瑶 还真不是滋味 这是你自己做的犯癌 这就被感动到了 明明她做的是普通人都会做的事情 原主这人之前是做了什么 十恶不赦的事情 吃完饭后 傅雪瑶围绕周围打量了一圈 随后又去房间里 看了看现在的模样 镜子中的女人 明眸好齿 一双水汪汪的眼睛 也格外的惹人怜爱 皮肤细腻滑润 和刚出生的婴儿 没什么差别 还有这身材也是凹凸有致 性感与清纯并存 真的挺奇妙的 原主的五官 可以说的上是和原来的自己一模一样 不过原主的皮肤 还要更加的细腻 虽然房子没了车也没了 但盛在年轻了六岁 总归还是有点好处 现在正处于农忙时节 村里家家户户都得去插秧 陆家的人 也是一大早就去田地了 本来陆母也是要去的 但念着傅雪瑶才嫁过来 而且陆行舟又不在家 故而留了下来 到中午的时候 陆母需要去给陆家 其他在劳作的人去送饭 傅雪瑶自告奋勇地 把这件事接了下来 刚好她可以熟悉一下 周边的环境和人 正午当头 傅雪瑶提着一篮子菜 就开始出门了 阳光直射下 周围的草木泛出明亮之色 这个年代水泥路还没有普及 农村里基本就是泥巴路和石子路 幸好这两天是大晴天 不然肯定避免不了 脚踩一鞋底的泥巴 雪瑶 你是来给我送吃的吗 傅雪瑶闻声望去 一个扎着双尾麻花辫的女人 一脸惊喜地看向了她 那眼神直勾勾的 就像狼看到了羊一般 随后 她又把视线转移到了 傅雪瑶提的篮子上 还不自觉地吞咽口水 眼底的欲望展露无鱼 李静明立刻从田梗上走到小道 伸出手 就想夺过傅雪瑶手中的篮子 傅雪瑶手往后一白躲了过去 李静明瞬间就变了脸色 一副面目可憎的模样 她立声道 傅雪瑶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会是又想拿桥吧 傅雪瑶也不看看自己现在的身份 都嫁人了 她能有机会讨好自己 就算不错的了 傅雪瑶心想 这人有什么大病吧 根据记忆 这个人名字叫李静明 是圆主喜欢的男生李一鸣的妹妹 傅雪瑶和李一鸣属于青梅竹马 圆主原来最大的愿望 也是能够嫁给他 但李一鸣根本就不喜欢他 于是圆主就把主意打到了 讨好他的家人身上 没少拿着家里的东西去借花献佛 去年李一鸣考上了大学出了村子 可这样圆主还是不死心 他觉得他的家人都在这里 只要讨好李一鸣的家人 他就一定会看上自己的好 最后还是傅雪瑶的父母 实在是不忍心看女儿这样 刚好又有了圆主落水那件事 才促成了圆主和陆行舟的婚姻 为此傅雪瑶在家里发了好大的脾气 圆主的父母向来对女儿有求必应 但这次两人却并没有妥协 傅雪瑶秀眉 微醋 阴色冷淡 傅雪瑶就想从他的旁边走过去 他不愿和一些杂人废话 李静敏一看更爱气了 他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 就让傅雪瑶溜走 就算要走这这篮子里的东西 也得留下 还没打开 他就闻到了香味 这里面肯定有肉 他都已经好久都没吃肉了 傅雪瑶之前都给他们家送了这么多肉 这里的东西肯定也只能是自家的 他一把拽住了傅雪瑶的胳膊 傅雪瑶 你难道不想当我的嫂子了吗 李静敏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微微抬起头 一副趾高气昂的模样 傅雪瑶重重地拽住他的手 狠狠地扯了下来 神色带有鄙夷 你没病吧 这么大年纪的不应该啊 我昨天结婚了 你不知道啊 你要是得了妄想症 就赶紧让你妈拿钱去医院瞧一瞧 发疯了可就不好了 影响自己是小事 伤害到其他人了那可是天大的事 第三章 发神 李静敏真的要被气死了 傅雪瑶居然敢这么说自己 真的是给他脸了 等哥哥回来 他一定要告诉他 让哥哥一辈子都不要理他 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可恶了 傅雪瑶你居然敢这么对我说话 你不怕我哥哥不理你吗 李静敏双手插腰 再次威胁到 傅雪瑶冷笑了一声 还真被他逗乐了 这是什么奇葩 张口闭口半句不理哥哥 怎么 你哥哥把你奶大的呀 李静敏愣了一下 他是真的没想到 他都这样说了 傅敏瑶还是那个语气 还把他哥哥都侮辱了进去 他当即就黑了脸 今天这个傅雪瑶怎么回事 手上拎着东西 不给他也就算了 说话还这么难听 他可是哥哥的亲妹妹 往日这人都是上赶着来讨好自己 今天像完全变了的人一样 傅雪瑶 你最好不要后悔 今天发生的事情 我回家就给我妈说 你以后休想得到我的原谅 李静敏真的不信傅雪瑶这么轻易的 就对他的哥哥死心了 前几天他才给他们家送了一斤红糖 怎么可能一下就变了 现在这般姿态 无非就是想让他说点好话 这怎么可能吗 是傅雪瑶喜欢他的哥哥 傅雪瑶在他面前 就永远只有讨好的份 他要是识相的把手里东西给他 他倒是可以考虑原谅他刚刚的恶行 傅雪瑶真诚的点点头 挺好的呀 你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原谅我 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我会很感激你的 你 李静敏现在感觉自己 就是一头硬拳打在棉花上 无处施展 傅雪瑶说完就想离开 可李静敏依旧不依不饶 仍旧是那个趾高气昂的声音命令到 你可以走 但东西得留下 为了哥哥上大学 家里的人都省吃俭用 他们家已经大半个月都没吃肉了 他是真的很想吃肉 本来往日里 傅雪瑶总是会偷偷摸摸的塞给他肉吃 可这几天总是见不着他人 他这么理直气壮 都让傅雪瑶有一种东西是他的感觉 还真把他气笑了 哪家人能养出这样的极品 你是哪个山头的 你什么意思 李静敏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不是哪个山头的土匪吗 要不怎么出来打劫啊 傅雪瑶笑不达眼底 现在都是新中国了 你这土匪思想还没改变啊 想吃牢饭吗 你要是想吃 我也可以考虑把这个给你 吃完你就上路 我亲自送去派出所 让你路上不再孤单 李静敏一下子就被唬住了 他从来没有在傅雪瑶身上 见到过这么可怕的眼神 虽然还是笑着的 但却让人感觉浑身发凉 你你说什么呢 我才不是土匪 傅雪瑶眼神冷烈 不是土匪就不要挡到 李静敏下意识地闪到一边 等傅雪瑶走远之后 他才回过神来 他怎么就让傅雪瑶给走了 那篮子里肯定有肉吃 这可都是他的啊 李静敏恶狠狠地弯了一眼傅雪瑶的背影 眼神充斥着不甘心 要是傅雪瑶知道他这么无耻的想法 刚才可就不是嘴上说说这么简单了 肯定打得他妈都不认识 正午时分 烈日正当头 此时每个人的脸上 都有痘大的汗珠 不断往下掉 陆家人劳作了一上午 此刻也终于停下来 准备歇息 这个时间点 陆母也应该要来送饭了 那不是傅家那丫头吗 好像还真是 能在这里看到 她还真是稀奇 不知道傅家怎么养的 养出个又懒又缠的女儿 就一个小丫头骗子 傅家当个宝贝一样养 不知道怎么想的 谁说不是呢 谁把姑娘疼那么厉害啊 反正也是要嫁出去的 要说最倒霉的 还要数陆家 娶了一个这么个糟心丸一回来 说着 眼神悠悠地打亮了 坐在不远处的陆家人 同情地摇了摇头 哎呦 真的是造念 你们说陆行舟多么好的一个狼 结果娶了这么一个 又懒又缠的婆娘 村里最不缺的 就是阿婆情报员 尤其是这个年代的农村妇女 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 聚在一起八卦 就是他们最大的乐趣 陆家的人自然也留意到了 其他人不识带有的同情的眼神 顺着他们的眼神 望去就看到了傅雪瑶手上 提着一个篮子 向他们走来 妈妈 那是三什么 说话的 正是陆行舟大哥大嫂的女儿 小女孩眼睛瞪得大大的 有些紧张地拉住他妈妈 林湘玉的衣角 林湘玉抚摸着女儿的头发 安慰着她 陆家的人也有些奇怪 傅雪瑶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爸 大哥 大嫂 我来替妈给你们送饭 说着 傅雪瑶把手上的饭篮放下来 陆家的人 面对傅雪瑶今天的表现 都有些诧异 主要是之前 他就给他们的印象 实在是太深刻了 陆父陆母 上门给彩礼的时候 傅雪瑶就是一副趾高气昂 谁也不搭理的状态 到后来定了亲之后 他每次见到陆家人 也总是板着脸 一句话也不说 陆家给的东西 倒是全都收了 特别是昨天结婚的时候 陆家的人 可算是被傅雪瑶整怕了 所以 今天看到傅雪瑶的转变 才会这么惊讶 月月 婶婶还给你 带了其他的好吃的 说着 傅雪瑶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把大白兔奶糖 弹开手心 伸到了小侄女陆月面前 陆月没有理会 只是怯懦的王母亲 旁边靠了靠 傅雪瑶 就是说一整个大写的尴尬 她头一回在小孩子面前吃扁 前世的她 那可叫一个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毕竟大部分小孩子 也喜欢漂亮的姐姐 当时的她 可是小孩杀手 孩子中的人气王 园主你留给我的 都是什么烂摊子 这件事 还要追溯到一个月之前 傅雪瑶无意间看到了 陆月头上戴的一个漂亮发绳 便想去把她得到手 傅雪瑶想的理所当然 她都要屈尊嫁给陆行舟了 那陆家的一切 就都是她的 她先是命令士的语气 让陆月把发绳给她 但这也是小女孩心爱的东西 自然是不愿意 就这样 傅雪瑶开始上手直接抢 抓住小女孩的头发 就往下拽 一副非要把发家拿到手的样子 陆月的头发 被傅雪瑶揪得疼 好脾气的她也开始反抗 张嘴就咬住了傅雪瑶的手 这可让傅雪瑶火气大涨 这死小孩 居然还敢咬她的手 愤怒的她猛地一推 就把陆月被摔倒在地上 在看到陆月头 磕破了血昏倒后 傅雪瑶也被吓到了 她也不敢叫人 只是赶紧灰溜溜地逃回了家 还是村里的其他人看到了 小女孩才得到了救治 第四章 小侄女 虽然她借用了人家的身体 但傅雪瑶还是得说一句 这园主确实也称得上是个极品 人家才三岁 小孩子的东西都要抢 真不要脸 面对陆月的抵触 傅雪瑶也不恼 只是默默地把手心的糖又收了回去 终究是园主造的孽 本来这也不应该她来偿还 可现在她就是园主 而且她已经嫁到了陆家 总归这关系还是得搞好 毕竟一时半会儿 这婚也离不了 傅雪瑶又盯着陆月 看了好几眼 不得不说 这陆家的基因真的挺好 陆家的男人个个都浓眉大眼 五官立体 英气十足 陆母长得也不差 虽然四十多了 在这个没有医美的时代 皮肤依旧紧致 连鱼尾纹都很少 不难看出 她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美人 再看陆月 她长得简直萌翻了 一双大大圆圆的眼睛 白嫩的肌肤 像一个香香的大汤圆 看着就想香一口 林湘玉也时刻注意着 傅雪瑶这边的动静 生怕她的女儿再次受到伤害 上次跃跃进医院 她还心有余悸 虽然医生说 没什么大问题 可以想到女儿当时那满脸的血迹 还是把自己吓到了 陆月也感受到了傅雪瑶的转变 她觉得今天的三婶奇奇怪怪的 而且 她好像没之前那么可怕了 之前每次见到三婶 她的眼神都是汹汹的 让她感到很害怕 可今天三婶 看起来好温柔 比妈妈看起来还温柔 而且 她还对自己笑 陆月还是忍不住偷偷地看了看 今天这个奇怪的三婶 察觉到陆月的意图 傅雪瑶歪头 看着她笑了笑 这会儿她也不怕了 只是害羞地拉住妈妈的袖脚 盖住自己藏了进去 这模样逗得傅雪瑶笑出了声 她又把兜里的糖拿了出来 糖果你要吗 陆月先看了看婶婶 随后直勾勾地盯着她手中的糖果 看了好一会儿 最后转过头看着妈妈 见妈妈点头 才开心地伸出小手去抓糖 可她的手太小了 两只手都抓不住 傅雪瑶笑了笑 把剩下的糖果都装到她的兜里 小孩子还真是好哄 大嫂 等会儿让月儿和我一起回家吧 她这里待着也无聊 林湘玉把孩子带过来 也不是说让她帮忙 毕竟一个三岁的小姑娘能帮什么 而且陆家也不是什么重男轻女的人家 傅雪瑶觉得 大嫂带孩子来这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她 虽然家里有婆婆在 但也不会无时无刻地盯着小陆月 傅雪瑶话音刚落 林湘玉便有点警惕地看向了她 她不会又想对她的月月做什么吧 傅雪瑶挑了挑眉 这信任感一时半会儿建立不起来 不过她也可以理解 唉 她真的是来还债的 大嫂 我今天想跟你 还有月月道个歉 之前是我不懂事 害得月月进了医院 希望你们能原谅我 傅雪瑶眼神真诚 脸上的悔意没有掺甲 再加上那楚楚动人 惹人怜爱的脸蛋 任谁看了都会为之动容 林湘玉虽然之前心里有气 但想着两人也成为了一家人 再加上傅雪瑶那般真诚的道歉 内心逐渐开始动摇 她又转过头 两人也是一副默许同意的样子 林湘玉虽然还有点介意 但还是说到这才说到 我原谅你了 傅雪瑶顿时喜笑颜开 这笑容把陆月都看呆了 她不记仇地说道 婶婶像个仙女一样 傅雪瑶的笑容绽放得更大了 那你原谅小婶了吗 她蹲下来和陆月平视 陆月先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随后又犹豫地摇摇头 她害怕三婶又变成之前那个可怕的模样 要是三婶一直这样 温柔她就愿意原谅她 傅雪瑶似乎是看出了陆月纠结的原因 她先是戳了戳她柔软的小脸蛋 又揉了揉陆月的头发 三婶保证会一直对你好的 只要她还在陆家 不过这后半句她没有说 得到傅雪瑶的承诺 陆月圆溜溜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她像那小大人一样一本正经地说道 那我也原谅你了 傅雪瑶又忍不住捏了捏她的小脸蛋 真的实在是太可爱了 比她前世的在网络上的云养娃 还更讨人喜欢 最终陆月还是被傅雪瑶牵回家了 在回去的路上陆月兴奋极了 一路上都在蹦蹦跳跳 好生惬意 另一边 李静敏一回家就到家里倒土苦水 妈 我今天碰到傅雪瑶了 李母一听 脸一抹喜意闪过 随即又赶紧看了看李静敏的手 发现空空如也时 她的嘴角瞬间沉了下来 皱起眉头冷声说 东西呢 李静敏满是委屈 又带点愤怒地说道 他什么东西都没给我 我都看他提了一篮子的菜 静敏越想越觉得委屈 傅雪瑶在他的眼里 也愈发得面目可憎 妈 他还骂了我 骂了大哥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李母一听 瞬间来了火气 什么 他居然还敢骂你大哥 他的儿子向来都是他的心头肉 特别是去年 还很争气地考上了大学 成为了他们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这可让他狠狠地扬眉吐气了一把 走到哪 说到哪 村里哪个人不夸他有福气 谁不羡慕 他有一个大学生儿子 其实 村里本来也有知青 在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学 但那又不是他们村子里的人 所以 李母坚定地认为 自己的儿子 就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中龙凤 第五章 小龙虾 李母面露很光 这只小贱蹄子架了人 倒是神气起来了 他也不看看 之前都是怎么讨好我的 李静敏撅着嘴看着母亲 妈 我真的好想吃肉啊 今天腹血摇篮子里的肉香 可把他馋死了 可是那个贱女人居然没给他 李母指着他的脑门 就开始破口骂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谁不想吃肉啊 他们家都好久没粘过婚腥了 本来今天是有机会的 还是这个不中用的女儿的错 今天这么好的机会都没把握住 他不给你肉 你不会哄着他 他那么喜欢你哥哥 你稍微说点好听的话 我们就有肉吃了 说到底 还是你不中用 李母看着女儿就来气 在家里活干不了多少 天天浪费家里的粮食 长得也没别人好看 富贵人家根本就看不上他 能看上他的 都是一些面朝黄土被朝天的农村人 给不出什么高价彩礼 他的儿子可是大学生 未来可是要娶个城里头的女娃娃 怎么着也不能让别人家看清 虽然那小剑蹄子有万般不好 但不得不说人家确实漂亮 皮肤白嫩有光泽 五官精致 身材也窈窍 是这方圆十里 找不出第二个的存在 要是他女儿能长这样 彩礼都不用愁了 也不至于拖到现在 都没让他嫁出去 李母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上下打量了自己女儿一圈 你们之前不是好朋友吗 你明天去给他说说好话 他心情一好 说不定就把肉给你了 记得不要偷吃 全部都得带回家来 李静敏没有回答 他哪里愿意去讨好傅雪瑶 之前因为他喜欢他哥哥 都是傅雪瑶上赶着来讨好自己的 一想到现在 自己居然还得屈尊去讨好他 李静敏觉得浑身上下哪都难受 见女儿低头不语 李母声音扯得更大了 眼睛死死的盯着他 听到没 李静敏怯懦怒的缩了缩脖子低声道 知道了 都怪傅雪瑶 要不是今天他不把肉给自己 他也不至于被骂 说到底都是傅雪瑶的错 这个年代才是真的绿水青山 呼吸的每一口空气 都感觉无比的新鲜 虽然是穷了点 但生态环境好得没话讲 萧雪瑶 你看 有小鱼 陆岳一副惊奇的样子 把自己的发现 只给傅雪瑶看 两人才一起走了一段路 就相处的就很融洽了 傅雪瑶笑着走近 沟区里确实有很多的小鱼 不过就是太小了 真要吃的话 塞牙缝都不够 就在傅雪瑶 准备牵着陆岳的手 继续往前走时 墨地 他又被水草旁 另一抹红色的身影给吸引了 定睛一看 果真是小龙虾 傅雪瑶眼中闪过一抹喜意 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 看到了一只 肯定就有一群 他蹲下来 认真的看着这个小水渠 果然水草丛中 隐藏着一只又一只 而且他发现 这个水渠和一个池塘连接了起来 不用想 那池塘里 肯定有更多的小龙虾 一瞬间 傅雪瑶脑中闪过了 各种龙虾的做法 蒜蓉小龙虾 清蒸小龙虾 麻辣小龙虾 犹如小龙虾 想得他不自觉的抿了抿唇 这可都是他的心头爱 要说头等爱 那肯定得数麻辣小龙虾 爱吃辣的他 绝对不能错过这个 傅雪瑶蹲下来 勾住陆约的小手 眼睛亮晶晶的盯着他 小婶婶晚上 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虽然不知道 婶婶要做的是 什么好吃的 小姑娘 还是乖巧的点点头 大声回应道 好 傅雪瑶内心又一次赞叹 小宝贝真的是太Q了 他就喜欢这种 又乖又漂亮的小孩子 回到家的傅雪瑶 就在家里就地取材 找了两个竹笼子 又到周围寻了一些 有韧性的藤腕 重新捣吃了一下 就这样 一个全新的捕虾笼就出炉了 池塘里的龙虾很多 到时候 只要把笼子放一段时间 就可以明天收获满满了 走吧 陪小婶婶去抓好吃的 傅雪瑶蹲下来 摸了摸陆月的头 陆月害羞的地低下了头 今天的小婶婶总是夸他 他还牵他的手手 揉他的脑袋 小婶婶的手好温暖 好舒服 他好喜欢 现在的他 已经彻底忘记 傅雪瑶曾经伤害过 自己的事情了 他只知道 现在的小婶婶 漂亮又温柔了 还给他吃糖果 小婶婶 我们这是在干嘛 陆月歪头看向了小婶婶 是要抓小鱼吗 不傅雪瑶伸出一根手指 晃了晃 我们要抓小龙虾 你看就是那个红色的东西 陆月听话都忘了过去 看到之后 小脸瞬间皱成了一团 害怕的拽住傅雪瑶的衣角 小婶婶 我们不抓他 他会咬人可疼了 他之前就被这个东西咬过 都流血了 可疼可疼了 傅雪瑶奄然一笑 安抚的摸了摸他的脑袋 不用害怕 这次我们把他们都抓起来 就当是给你报仇了 到了晚上就把他们全都煮了 给你吃好不好 陆月脸上有些纠结 他不知道该不该说 要是说了的话 小婶婶是不是会难过 他虽然小 可是也知道 小婶婶做笼子 也弄了好长一段时间 可是小婶婶真的有点笨笨的 这个东西不能吃的 他的眼瞳滚了又滚 还在犹豫 奶奶和妈妈 从来不会煮这个吃 村里的其他人也不会 这都是别人不要的东西 你在想什么呢 这么犹豫 傅雪瑶勾起唇 用手轻轻弹了弹陆月的脑袋 最终陆月像是 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 表情严肃的像个小成年人 一本正经的说道 小婶婶 这个是不能吃的 妈妈和奶奶说 这个不好吃 家里的鸡都不吃这个 第六章 翻炒 傅雪瑶先是愣了几秒 随后又发出了 银铃般的笑声 小婶婶做的和别人不一样 你一定会爱吃的 傅雪瑶牵起陆月的手 走吧 我们回家 回到家 傅雪瑶便开始动手 她向来是一个 强有力的执行者 可当她准备好 所有的材料时 面对灶台却犯了难 说实话 这种老实的土灶 她只在电视机看过 看着厨房外堆的一堆柴火 还有厨房里的两个灶台 又盯了丁手中的火柴盒 一时不知道该从哪动手 形成了沉 她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操作 可嗨嗨嗨嗨嗨 又一次失败后 一阵阵浓烟从厨房冒出来 傅雪瑶被熏得不停的咳嗽 眼睛不得断庆出泪水 但这火始终都没燃起来 到底是哪出了错啊 怎么这火就是烧不起来呢 小婶婶 你怎么了 在外面玩耍的陆月 看到了从屋里不断冒出来的青烟 还以为家里着火了 担心的小跑者 来到了厨房门口 在看到傅雪瑶没出什么事情后 小女孩才放下心来 小婶婶是不会生火吗 那我来帮你吧 话落 陆月就准备进来 傅雪瑶连忙拦住 厨房里烟味还是很重 闻多了 对小孩不好 再看到陆月一副气喘吁吁的模样 心里一阵阵暖流淌过 小孩子真的很好哄 只要感受到你对她好 她就会对你也好 等厨房里的烟差不多消散后 傅雪瑶才让陆月进厨房 陆月仰起头 小婶婶 我会生火的 我看到奶奶和妈妈生过 奶奶也教过的 看着这还没灶台高的小人 她挑了挑眉 她总不可能真让这么大点的孩子生火吧 虽然她也不会 但熟能生巧 失败了几次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你就在外面玩 乖乖的 等着小婶婶就行了 说着 傅雪瑶又开始新一轮的操作 这次总算是把火点起来了 她长生叹了口气 可真不容易 这时 傅雪瑶又开始想念起 现代化的厨房用具了 刚放学的陆月仁 在离家不远的小道上 就看到了滚滚浓烟 从家所在的方向不断冒出 她停顿了一秒 随即马不停蹄的就往家里跑去 等到了门口才发现 并没有她所想的画面发生 哥哥你回来了 看到刚放学回家的哥哥 陆月兴奋的冲了上去 陆于泽抱起妹妹前后看了一圈 没有发现伤到哪里时 才放下心来 陆于泽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陆月乖巧的摇了摇头 还有小婶婶 奶奶在看到 他们俩回来后 便也去田地里帮忙了 陆于泽现在七岁 正在村里的一所小学上一年级 这个年代 村里的孩子上学都比较晚 他们这一年级的同学 甚至都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自从高考政策重新开放后 村里也渐渐开始重视教育 这个年代 考上中专都直接分配工作 更别说考上大学有多么光荣了 所以 有些本来不打算让孩子上学的人 又转变了想法 陆于泽听后直皱眉头 他可还记得 妹妹上次因为那个女人进医院的事情 在她的心里 那个女人根本就配不上她的小叔 也不配当她们的小婶 陆于泽不明白 为什么今天家里人单独留妹妹 和那个恶毒的女人在家 万一她发起疯来 又伤害妹妹怎么办 她立刻又想到 刚才那阵浓烟 拧着煤 静止走进屋里 看到了在厨房的傅雪瑶 用稚气的声音说道 我告诉你有什么冲我来 不要伤害我的妹妹 傅雪瑶寻声望去 就看到了站在厨房门口的小男孩 五官立体精致 个子虽小 但看起来气势十足 此时她正瞪着眼睛 气鼓鼓地盯着她 她笑了 同时存了一分逗一逗她的心思 那你说说我怎么伤害你妹妹了 倒也还是个小男子汉 知道保护妹妹 小男孩愣住了 面带犹豫 刚刚妹妹好像确实没有受到伤害 不过这个女人这么坏 她之前就因为抢妹妹的发圈 就把她推到了地上 肯定是一肚子坏水 不值得信任 就算是她现在不伤害妹妹以后 肯定又会起什么坏心思的 哼 我只是在警告你罢了 她虽然是在放狠话 但年龄小又比较单纯 在傅雪瑶看来 就只是一个小孩子的玩闹罢了 也没太在意 眼见的陆于泽 突然瞟到了放在盆里的小龙虾 她下意识地就说道 那个是不能吃的 转头又想 反正这是坏女人要吃的东西 她为什么要管她 随后 她又用眼神瞪了傅雪瑶一眼 转过身就想离开 傅雪瑶随口抛了一句 那我做好了 你可千万不要吃啊 这小龙虾猪都不吃 她才不会吃呢 于是 陆于泽也硬气地回应道 哼 我才不会吃呢 这个女人真蠢 她以前在家没人告诉她 这东西难吃得要吐吗 在热好油之后 傅雪瑶就把已经提前 清洗好的小龙虾放下锅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逝去 龙虾也已经被油炸得通红 虽然还没有放调味料和配菜 也能闻到一股被油炸锅的香味 之后 傅雪瑶拿漏勺 把一只只龙虾都捞起来 再放入她之前准备好的配料 和她特制的酱料进行翻炒 没多久 一股浓烈的香味便从锅里飘了出来 整个厨房都充斥着诱人的味道 刺激着味蕾不断地在跳动 与此同时 这种香味透过门窗飘出了厨房 不远处正在玩耍的陆月 一下就被这诱人的香味给迷住了 扔下陪她玩的哥哥 急匆匆就往厨房奔去 陆渔泽站在原地 情不自禁吞咽了口水 眼神也凝望着厨房所在的方向 真的实在是忍不住啊 太香了 她以前从未闻过这么香的东西 这香味 真的是那个那个人人嫌弃的小龙虾吗 还有那个恶毒女人 怎么能炒出这么香的味道的出来 真想去看看 可是她刚刚才说过 不会吃她做的东西 现在过去 岂不是很没面子 陆渔泽垂下眼睫 还在做强烈的内心斗争 她只是过去看看 又不吃 谁能说她是错的呢 想到这儿 陆渔泽眼睛一亮 对 她只是去看看又不吃 那女人也不能说她 第七章 真香 而且 妹妹都去那个坏女人那里了 她也得去保护她 随着离厨房的距离越来越近 那诱人的香味也更加的浓烈 陆渔泽的口腔也在不断分泌口水 陆渔来的时候 傅雪瑶刚好把炒香的小龙虾盛出锅 陆渔目不转睛地盯着刚出炉的龙虾 眼睛仿佛黏了在上面一般 现在的她 早已经忘记 自己下午才劝小婶婶 不要吃这个东西 傅雪瑶看着这小吃货呆滞的眼神 用指尖勾了勾她的小翘鼻 馋了吗 陆渔眼睛瞪得圆溜溜的 眼里也闪烁着亮光 只见她小鸡啄米似的 重重点了点头 小婶婶 她好香啊 我现在能吃一个吗 说着 她还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 我就只吃一个 想了想 还是觉得太少了 嗯 还是要两个 陆渔试探着比划着她的小手 傅雪瑶又被她可爱到了 顺手给她包了一个 塞到她的嘴里 陆渔的脸上 瞬间就露出一副极其享受的表情 咀嚼完后 又忍不住惊叹 小婶婶 这个丑丑的东西 太好吃了 小婶婶 小婶婶好厉害 她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比其他肉肉都要好吃 傅雪瑶轻笑了一声 你这小嘴可真甜 是不是刚刚抹了蜜 不多时 陆渔泽也来到了厨房门口 她先是看了看 正在吃小龙虾的妹妹和傅雪瑶 随后 她的目光也直接锁定 那一整盘诱人的小龙虾 之前她也抓过小龙虾回家 想让妈妈煮给她吃 可妈妈说 这个不好吃 但也耐不住她渴求的眼神 结果煮出来确实不好吃 吃第一口 她都感觉要吐了 之后便再也没吃过 可为什么这个坏女人 做出来的龙虾这么香呢 而且炒出来的样子 也格外的诱人 陆渔泽就这么呆愣愣地站在门口 傅雪瑶也没叫她 她也不至于上赶着去讨好人家 傅雪瑶又享受地包了一只虾翅 果然人就是好这一口 这个年代水质好 小龙虾的肉 比她前世买来的 都要鲜嫩和紧实 一入嘴 鲜嫩饱满的肉 还有汁水 细腻的口感 让她差点把舌头都吞进去 她前世的时候 就喜欢吃各种的美食小吃 但说实话 有时候去外面的店里吃 都达不到她想要的效果 久而久之 她还是更喜欢自己做 尝试各种新品 自己调料 同时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上传 慢慢地成为了拥有千万粉丝的生活博主 还在门口停留的陆渔泽 此刻正在进行激烈的内心斗争 她本来也想硬气地离开 可这味道实在是香的 她根本挪不开脚步 她时不时地吞咽口水 舌尖划过嘴唇 作为一个才七岁的儿童 自制力还是没她想得那么强 最终欲望败给了理性 她往前一步踏进了厨房 陆渔泽脸上 闪过一丝丝羞愧之意 我也能吃吗 她低着头 声音听起来明显底气不足 傅雪瑶漫不经心地扫了她一眼 刚才是谁说过不吃来着 陆渔泽还没回答 陆月已经开始了抢答模式 是哥哥 傅雪瑶好笑地用手指戳了戳她的脸蛋 陆渔泽 这糟心的妹妹 于是她的头捶得更低了 心里还有些隐隐的失落 看来是没希望了 陆渔泽失望的就要走开 行了 过来吃吧 这句话对于陆渔泽来说 就如同鲜月一般 她整个人一瞬间变得鲜活了起来 眼睛也亮晶晶的 模仿着傅雪瑶包虾的方式 她终于也品尝到了 这令人扎舌的美味 吃完后 我就发出了感叹 真相 傅雪瑶 噗 这不禁让自己想到了 前世看到那个著名的表情包 陆渔泽还以为傅雪瑶 陆渔泽的家军 先吃好才是最重要的 她真的没想到 这难吃的小龙虾 也能够那么美味 原来这坏女人 也没这么一无是处 傍晚 劳累了一天的陆家人 也回到了家 陆渔泽蹦跳跳的 来到了家人的面前 手里还抓着一只小龙虾 陆奶奶开始还以为是活虾 正准备拿下小龙虾 呵斥孙女的调皮 毕竟上一次 她就是好奇去抓小龙虾 结果自己反倒是被咬伤了 哭得撕心裂肺 走近了才看清楚 陆月乖巧地点点头 恰好 傅雪瑶也把刚刚做好的龙虾 拿了出来 傅雪瑶洋溢着笑容 爸妈 大哥大嫂 你们来试试 我做的这个小龙虾 其他人则是在想 傅雪瑶自小也是 被娇宠着长大的 这副家那两口 可是出了名的疼闺女 连儿子都比不上半分 家里什么好吃的好喝的 都是紧着她来 怎么如今却煮起 人人都不要的小龙虾来了 陆母上前一步 雪瑶啊 厨房里还有腊肉 鸡蛋 白面 还有其他的蔬菜 你要是想吃 都可以煮的呀 吃这个是干嘛呢 陆母长叹了一口气 她才不相信 刚刚孙女说 这个好吃的话呢 她还能不知道吗 这东西又腥又臭 还有一种泥沙的味道 这东西 也就只有在荒年 才有人会去吃 平日里拿来喂鸡 鸡都不吃 大嫂林香玉 也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你把这个扔了吧 别吃坏了肚子 你要是饿了 妈现在去给你做一碗面条 陆母想起 今天上午雪瑶 上午跟她说过的话 她不会是想弥补她之前的过错 所以才去抓这个东西吃的吧 这傻孩子 家里人又没怨过她 既然她已经嫁到他们家来了 那就是这个家的人 都是一家人 哪有两家话 傅雪瑶轻笑了一声 妈 这个真的很好吃 您试试就知道了 陆母还是不太相信 但触及到傅雪瑶 这么真诚的目光 又看着盘子里 被煮的红彤彤的小龙虾 他们个头都很大 而且闻起来也异常的香 第八章 抢糖 她犹豫的尝了一个 眼睛瞬间一亮 这肉质鲜美又有嚼劲 味道吃起来 也是让人有种流连忘返的感觉 陆母不禁发出感叹 你煮的这小龙虾 也太好吃了吧 她还记得 以前村里闹饥荒 实在是没有其他东西吃 只能从水沟抓小龙虾吃的那段日子 那个时候 只管填饱肚子活下去 谁还会在意食物的味道 到后来 国家慢慢的发展了起来 生活逐渐转好时 也就没人愿意吃这种东西了 虽然她的肉质饱满 他们这地方这种东西也挺多的 但耐住不住她难吃啊 吃晚饭的时候 傅雪瑶煮的龙虾也上了桌 往日招人嫌弃的龙虾 现在反倒是成了被人争抢的对象 大哥陆行伟 又一只龙虾下肚 再搭配上家里酿的米酒 那感觉叫一个酣畅淋漓 三弟妹 你这手艺太强了吧 这小龙虾在你手中 完全就变了一个味道 大嫂也插了一句 语气柔柔的道 是啊 三弟妹你比我厉害多了 我是真的没想到 这小龙虾也能炒得这么好吃 傅雪瑶婉然一笑摇摇头 声音清脆悦耳 哪有你们说的这么好 随即又不好意思的提了一嘴 爸妈 今天煮这个东西 用了厨房的好些油 这个年代的人都比较省 炒菜都是少油少盐 而且抓了小龙虾回来 也没有清理的特别干净 都是表面的清洗 虾线也没去除 这样煮小龙虾自然不太好吃 而他光炸小龙虾 就倒了许多油进去 陆母还没回答 陆父率先回道 这有什么 油买来就不是拿来吃的吗 何况今天大家都吃这么开心 比较大气 对于他来说 也还是幸运的了 毕竟要是真穿到一个极品家庭 他还得陪着一起斗智斗勇 那人不得累死 傅雪瑶给添了点饭 爸 妈我明天打算去县城买点东西 家里还需要置办些什么吗 我明天一起买回来 陆母看向三儿媳妇 家里不需要买什么 你要是看上了什么 就直接买 妈给你钱 她以为是傅雪瑶 自己想去城里头买些新鲜玩意儿 想找她要点钱 毕竟以前傅雪瑶在家中做女儿时 时不时的就去县城里买新衣服 说着 她就从兜里拿了一张大团圆出来 傅雪瑶 妈 我有钱 不需要你给钱 你把这钱收着 看得出来 傅雪瑶是真的没打算要 陆母这才把钱收了回去 龙虾吃完后 所有人都还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根本就不够吃啊 第二天一大早 傅雪瑶便和村里的其他的人 在村口等车去县城 去县城的车 就只有早上这一趟 大概坐20分钟能到县城 车费一毛钱 不过这时候的车 并不是常见的公交车和大巴车 虽然现在已经有了这几个车型 但它们只流通于城市之间 而跑城乡客运的 多维三轮车 用柴油机做动力 车子的后面 用帆布包在铁架子外边 两边可以坐人 人要是太多坐不下 有些人就只能站着或蹲着 傅雪瑶这次去县城的目的 就只有一个 看一下现在的县城是什么样的 在计划接下来干什么 80年代 可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 他现在的年纪也是风华正梦 这个时候不赚钱 什么时候赚钱 很快车就到了 傅雪瑶牵着陆岳的手随后 把他抱上了车 本来傅雪瑶是打算一个人去的 可眼下浓忙时节 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耕种 陆岳也还小需要有人看着 所以在种田时 总要分出一丝精力去照看他 他便把陆岳也带上了 得亏陆岳又乖又听话 要不然他怎么也不可能待在身边 他最讨厌的就是熊孩子 一路上陆岳的小嘴 就叽叽喳喳的没停过 显然他很兴奋 傅雪瑶也能理解陆岳的这种感觉 毕竟这还是他头一回去县城 以前他去过最大的地方就是公社 小婶婶 这个给你吃 陆岳拿出一颗大白兔奶糖 放到了傅雪瑶手心 这还是他昨天给他的糖果 随即陆岳又从兜里掏出一个糖果 冲着傅雪瑶笑盈盈的说 这可给我吃 傅雪瑶拽了拽他的小手 好 我们一起吃 正当陆岳拨开外壳准备入嘴时 一个黑色的小爪子 猛的把糖一把抓了过去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塞到了嘴里 陆岳整个人猛猛的 等他反应过来 糖都被吃了 他奶生奶气愤怒的说 你抢我的糖 那男孩根本没搭理他 嘴巴还在一动一动的嚼着 眼球还滴溜溜的转动 似乎还在打着什么主意 小婶婶 他抢我的糖 小女孩有些委屈 傅雪瑶看着得意洋洋的男孩 又盯着他旁边的无动于衷的妈妈 眼皮一掀 冷声质问道 你抢走了别人的糖 不需要道个歉吗 他妈妈见傅雪瑶护着女孩 也开始打圆场了 哎哟 这有什么好道歉的 不就是小孩子之间的玩闹 再说了他还小 小孩子之间的事情 大人计较什么 之前傅雪瑶 把陆岳推进医院的事情之前 闹得沸沸扬扬 当时在村里头都传遍了 他还以为傅雪瑶 肯定不会离陆岳呢 不过就算这样 他觉得自己的儿子 也没什么错 不就是小孩子之间的分享罢了 傅雪瑶记得这个人 住在村委 女人的名字叫王春凤 平日里就喜欢贪一些小便宜 第九章 赔钱 傅雪瑶冷喝了一声 小小年纪就不学好 这时候能做出抢糖果的事情 长大了 可就不只是糖果了 他眼神轻蔑地扫过那对母子 你什么意思 王春凤气得站了起来 他可是生了四个丫头骗子 才得来的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怎么能容许他被别人指桑骂怀呢 傅雪瑶微微眯了一下眼睛 语调扬起 我说的有错吗 虽然傅雪瑶是用疑问句 但语气让人听起来是肯定的 我们院吃个糖都不得安生 还要提防某些强盗 把糖果给抢走了 婶子们说 是不是这么个礼 坐在车上的大妈 有些也点头附和 我才不是强盗 小男孩立刻站起身来 大声怒吼 眼神凶狠地盯着傅雪瑶 下一秒 他就想要挥着手打他 傅雪瑶一把拽住他的手 重重地抓住他的手腕 把他重新压回上了座位上 目光很利 像一把锋利的利刃 小男孩突然沉默下来 脸上带有恐惧 话也不敢说了 哼 又抢又打的 这不是强盗是什么 平日里 村里的小孩子 没少被抢东西吧 王春凤张嘴想要反驳 你 可是吞吞吐吐了好几次 也没能找到什么合适的理由 王春凤 这件事确实是金蛋的错 你就让他给陆月道个歉 说话的 正是村主任的妻子陆玉兰 陆玉兰虽然也不喜欢傅雪瑶 毕竟他之前干的事 也是家喻户晓 村里头人人都知道 这个娇气又懒惰的人 这年代的风气 就是主张勤劳能干 而傅雪瑶之前在家做女儿时 就是出了名的懒散娇气 长这么大 从来没下地干过活 虽然长了一副好皮囊 但每个人家里都不愿意 自己的儿子会取这样一个人进来 那不就是娶了个祖宗回家吗 这样下去 日子还有什么过的 他的儿子之前 也被傅雪瑶的好皮囊吸引过 不过很早就被他掐断了他的念想 但今天这件事 确实也不是他的错 他这人虽然看不上傅雪瑶 但也要讲究个实事求是 王春凤自然是不愿意 他的儿子无缘无故 被人骂作强盗 他都还没说什么呢 凭什么他的儿子 要给那个不忠用的小丫头道歉 他没听陆玉兰的话 眼神凶狠 用手指着傅雪瑶 继续骂骂咧咧咧 我的儿子不就是吃了一颗糖吗 你至于这么小气吗 你又不缺这一个糖 而且就一颗小小的糖 当我们家买不起似的 我儿子只是现在没糖吃 吃了陆月的糖也是 给他面子 大不了 加倍还给他就好了 王春凤都搞不懂 傅加那夫妻是怎么想的 对闺女这么好 也不怕儿子含了心 他有好几次 都看到傅雪瑶手里 拿着县城里 才能买到的糖果和糕点 还有陆月这死丫头 也吃得这么好 要他说 有这么些东西 还不如给他的儿子吃 给他们吃 完全就是浪费了 糖他是不可能还的 话说说 让别人听听就可以了 他又不是没讲过类似的话 拖着拖着 别人也就不会计较了 毕竟又不是什么大事 傅雪瑶眼睛转动 嘴角轻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 听你这话 这回去县城 是打算给你儿子买糖啊 那是 王春凤硬气地回应道 其实他这次去县城 也不是去买糖的 可自己刚刚才说话 现在反驳 岂不是打他的脸 男孩听到母亲这么一说 兴奋地拽住他的衣角 大喊着 我要吃糖 我要吃糖 傅雪瑶挑了挑眉 脸上露出了笑容 那这样好了 现在东西都是偷一发食 这东西 抢了 也应该是抢一发食 等会下了车 我们就陪你到供销社买糖 直接给我们十颗大白兔奶糖就行 反正你也说了 你看不上这颗糖 十颗想必也差不多 但我们看得上 王春凤脸色瞬间变得难看 你是在抢钱啊 我凭什么要给他买糖 别说这回他不是去买糖的 就是买了糖也是 给他的宝贝儿子 怎么可能便宜给外人 傅雪瑶怂怂肩 不是你说的吗 加倍怀啊 王春凤面色一僵 他是说了 可根本就没想怀啊 王春凤看了一圈 本想找个人来帮他说说话 可都是打趣和看戏的眼神 他被看得浑身不自在 今天他运气确实不太好 车上的人 都是平日里多多少少 和他有过摩擦的人 根本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他 王春凤咬咬牙 十颗也太多了吧 两个 十颗 那得浪费他多少钱 这傅雪瑶 今天怎么这么执着呢 还要硬跟着他走 傅雪瑶连起双眸 还价也不是你这么还的啊 不过我这么善良 就给你另一个选择吧 你儿子抢的是陆月的东西 你就把他的车费结算了 我就不跟你要糖了 王春凤相了想 一斤大白兔奶糖四块钱 一颗糖差不多要八分钱 十个就是八毛钱 车费也才两毛 似乎很滑的来 最终 王春凤不情不愿的 给了傅雪瑶两毛钱 傅雪瑶把两毛钱 塞到了陆月的兜里 小女孩瞪大了眼睛 目不直视地看着他 这是给我的吗 傅雪瑶勾起唇 对啊 这是别人赔给你的 下次如果有人再抢你的糖 你就来找小婶婶 我再去找她算账 说着 她阴冷的眼神 从那对母子身上扫过 两人不禁往后缩了缩 虽然如此 王春凤还是不甘心 眼睛直勾勾的 盯着陆月的口袋 那可是她的钱 就这么 直接给了那个死丫头骗子 这时的她也才反应过来 干嘛刚才就给钱了 她就不可以耍赖嘛 她一直不去供销社 拖着傅雪瑶 她肯定会离开的呀 说到底 还是被傅雪瑶套进去了 在十个糖和两毛糖之间 她顺势就选了两毛钱 这个傅雪瑶 她迟早有一天 会把那个钱拿回来 车上的其他人 都感觉到了傅雪瑶今天的转变 没想到她嫁了人以后 还会护着傅家的小辈了 本来刚刚还以为 这钱是要给她自己花泥 结果她 直接就给了陆月 虽然是少了点 但也能够买些 其他的小东西了 傅雪瑶的形象 开始在乡亲们的心里 有点变化了 本来要是那母子 两个人之间 随便有一个人愿意道歉 这件事就可以这么过去了 毕竟本来也就是一个 糖果的事情 她也没多在意 但那小男孩 是一副不悔改的样子 同时也是个窝里横 欺软怕硬的家伙 抢陆月的糖 倒是抢得利索 可刚才她的眼神一扫过去 话都不敢说 她的母亲也当人不让 不给他们个教训 怎么都说不过去 第十章 县城 海市 云城部队 刚到部队的陆行舟 就接到去领导办公室的命令 小舟啊 新婚第一天 就把你给叫了回来 等你这次执行任务回来 给你放个长假 徐政伟看着对面的陆行舟 也有点愧疚 这孩子可以说是 他看着成长的 也从当初的新兵牙子 成为现在这个冷静坚毅 沉稳可靠的成熟军人 之前他二十好几了 都没能成婚 组织上也想了好多办法 可他就是不愿意 这好不容易结了婚 新婚燕尔就得出任务 陆行舟表情坚毅 而又严肃 整个人站的笔直 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行舟啊 你老家离云城这么远 有没有考虑 让你媳妇跟你随军啊 你看他要是 一直跟着你来随军 这夫妻也可以常见面 要是以后有了孩子 也方便不少 这边你也不用担心 分房子也没什么问题 当初陆行舟打结婚报告时 也没想着 把随军报告一起打了 要不然 他这次回来 就可以带着他媳妇一起回来了 陆行舟按摩微低 有片刻的失神 但最后还是回到 我现在还不考虑这个问题 他这样一说 徐政伟也没再多言 好 就以你的意见来 从徐政伟的办公室离开后 陆行舟的脑海里 突然不断涌现出 新婚那晚的画面 那娇媚媚妇的脸庞 富如宁之般的触感 勾人心魄的娇喘声 还有那小手 不断地缠绕他的身躯的画面 本来一开始 他也没那个想法 只想为他喝点水 让他清醒清醒 谁知道 他那像蛇一样的小手 在他的身上四处点火 甚至都把玩起了他的 他最终还是抵不住诱惑 和他一起沉沦了 明明之前 他对那个女人 真的没有一点想法 但那天晚上 他给他的感觉和以往都不一样 那泛着淡淡粉红色的娇媚脸蛋 彻底让他陷进去了 陆行舟知道 傅雪瑶不愿意嫁给他 事实上一开始 他也只是 想和他当一对表面夫妻 等什么时候傅雪瑶想离开 他也愿意和他离婚 可终究 还是他趁人之危 事已至此 他也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做好一个丈夫该做的事情 至于隋军 隋军确实好培养感情 也更合适他 但这也得看傅雪瑶的意见 下车后 傅雪瑶向他好奇地打量着现在的县城 县城街道旁边的房子都很矮 和在现代高高竖起的高楼大厦 完全不同 马路上铺的是历青 路边的灯都是用木头架起来的 这一切对付雪瑶来说都很新奇 而他牵着的陆月也非常的兴奋 小眼睛四处打望 他还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多的人呢 还有许多他没见过的新奇玩意儿 由于改革开放的春风不断地吹 在内地的小县城 也开始陆陆续续地有了小商贩 路边有卖包子的 有卖粉条和馄饨这类吃食的 也有卖一些女孩子喜欢的发圈发绳之类的 各种各样的商贩倒是也还挺多 虽然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 但还是有很多人看不起做个体生意的人 毕竟在他们眼里 铁饭碗才是真的好 不需要风吹日晒 每月领着工资吃商品粮 但谁也不会料到 人人羡慕的铁饭碗 在90年代将怦然倒塌 大批工人下岗 家里瞬间没有了经济来源 反而是这些个体户赶上了时代的潮流 越赚越多生活也越过越好 他不太了解 前世那个世界80年的时候 还需不需要各种票据 但是在这里除了粮食 还有一些昂贵的电器类需要票据之外 其他东西都不需要了 而且他还了解到 这个时候的田地已经正式包产到户了 每家每户按人头 分得了一定比例的田地 之后等庄家成熟的时候 再按照母术的比例交工粮 进度似乎是比前世要快了一点 可能也是平行世界的原因 虽然大的时间线相同 但有些东西还是会有变化 突然之间 傅雪瑶还有点庆幸 自己穿到的是80年代 手里有点钱还能用 也能赚钱 要真的是六七十年代 那他还不得疯了 买肉要肉票 买糖要糖票 买其他工业类的器具要工业票 而且各种种类都不多 吃的喝的穿的都紧巴巴的 昨天他的把身上有的钱数了数 一共是有400块钱 陆家娶他时 财力给了300块钱 夫妇父母一分都没留下 还补贴了100 全给原主来了过来 其实傅雪瑶平时也有零花钱 但都被他给花光了 400块钱 在后世看来确实不多 但在这个平均月薪 都只有三四十的年代 这钱可以说很多了 毕竟在农村里 村民一年到头存不下几个钱 城里虽然有在工厂上班的 但也得消费 吃喝哪样不是钱 家里的人口又多 有的家庭可能还只有一个工人 承担了家庭的支出之后 也存不了多少 傅雪瑶先是带着陆月 到街边知习的小摊子 点了两碗饺子 第十一章 儿时玩伴 饺子两毛钱一碗 加上二两粮票 现在的肉价是一块二一斤 这样看 一碗饺子算下来 其实价格也还算是重归重矩 傅雪瑶看着碗里的饺子 汤面白而透明 碗里汤汁的油水 看起来没多少 汤上面灵性地撒着点葱花 傅雪瑶拿起勺子 盛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口 脸上的神情 让人捉摸不透 饺子谈不上难吃 要说美味 却也还说不上 饺子里面的肉没多少 属于是皮厚线小 傅雪瑶偏头 看了看正吃的一脸认真的陆月 低头问 月月 好吃吗 陆月抬起头嘴里 还含着半个饺子 含糊地说着 好CI 可把傅雪瑶给逗乐了 路上傅雪瑶又零零碎碎地 买了其他的小吃 不过当然没有现代品种那么多 味道也一般 没什么出彩的 这个年代出来 做个体生意的 都是家里条件不太好 没有稳定的工作 为了维持生活 才出来赚钱 所以 刚开始政策出来 可以做小生意的时候 也只是为了试一试 不会太注重食物本身的味道 主要还是为了赚点钱 补贴家用 其实 作为一名生活博主 他会的东西还蛮多的 除了吃食之外 他也学习过自己设计衣服 裁剪再缝制 做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 不过现在看来 要是想赚钱 还是吃食更容易一点 这个不需要太多的成本 而且 他有这个自信 比其他人做的都要好吃 傅雪瑶首先把目标 打到了昨天吃的小龙虾身上 毕竟有现实的材料 他干嘛不用啊 打定主意后 他牵着陆月的手 一斤白面 两斤排骨 一斤猪前腿肉 一些糕点和水果糖 总共算下来 差不多是花了21块钱 再次出来时 傅雪瑶的手上 已经是拎满了 大大小小的东西 这种阵势看得陆月嘴巴 都张成了一个O型 家里也只有在过年 才买过这么丰盛的东西 小婶婶 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吗 傅雪瑶晃荡着手中的糕点 和水果糖嘴角 挂起一个浅浅的笑容 你不想吃吗 陆月眼睛直勾勾的 盯着傅雪瑶手中的东西 不由自主地上下点头 傅雪瑶也要看了看 手表的时间 这个点回去的车 应该快要到了 在去等车点的路上 傅雪瑶让陆月 在他前面走着 他好看着 他这会儿 手上拎满了东西 没办法伸出手来牵他 这个年代 人贩子又挺多的 而且公共设施 不像现在那么好 要是被拐走了 可就很难找回来了 看到他拎的东西太重了 陆月还真抢着 要帮傅雪瑶拎东西 但他哪能 让一个三岁孩子 帮自己拿 不过还是拗不过陆月 就把手中最轻的点心 和糖果给了他 小姑娘就在前头 一蹦一跳地走着 不时回头 看了看自己的小闪闪 傅雪瑶 一声带有惊讶的女声响起 傅雪瑶的眼神 直接和他不期而遇 面前的女人 留着一个奇刘海 身着一身 的确凉淡蓝色碎花裙 穿着一双棕色的小皮鞋 看得出来在这个年代 她的家境应该还不错 不过她想不起来 面前的这个人是谁 看到傅雪瑶陌生的眼神 那个女人的脸色变了变 你真的不记得我我了 我是方晓云啊 听她这么一说 傅雪瑶终于从原主的记忆里 搜索出了这么一个人 以前他们家隔壁住着一户人家 是一个寡妇带着女儿 那小女孩的名字 就叫方晓云 两人以前也还是好朋友 但后来她跟着母亲一起改嫁了 原主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不过 这变化着实是太大了 傅雪瑶完全不能把两个人相联系起来 以前那个女孩瘦瘦小小的 皮肤还有点黑 面前的这个女孩 虽然称不上多漂亮 但五官端正 皮肤也比以前白了很多 真的称得上是一个清秀佳人 傅雪瑶挽起嘴角 一副笑盈盈的模样 语气真诚 不好意思 差点认不出来了 你现在挺漂亮的 要是普通人听到这一句话 大部分都会表示谦虚 但傅雪瑶此话一出 方晓云神色却一致 在红云村里那段记忆 是她不想回忆的 那个时候 她又丑又小 当时她每一天都在想 自己为什么长得不漂亮呢 她的妈妈明明也是一个美人 虽然被生活拖累得很疲惫 但依旧还是很好看 皮肤也白皙 反观自己 没有一处是令人满意的 方晓云眼神有些闪躲 没有回答 只是尴尬地扯了扯嘴角 看到她手中拎的东西 和身旁的孩子 方晓云像是想到了什么 又扬起一个笑脸出来 她一副惊讶的口吻 你已经结婚了呀 傅雪瑶点点头 看到傅雪瑶点头 方晓云脸上的笑意更甚了 哼 长得那么漂亮 又有什么用 还不是早早的就嫁人了 连孩子都这么大了 以前在村里 因为家庭原因 其他的同龄人 都不太喜欢和她玩 当时就只有傅雪瑶 是愿意和她一起玩 她刚开始也很感激 可是到后来才发现 自己站在傅雪瑶身边 就永远只是她的陪衬 而且傅雪瑶那副 高高在上的样子 她更是看不惯 不就是被家里人 宠出来的怪病 有什么可得意的 后来她跟随母亲 来到了县城 才彻底扬眉吐气了 长得漂亮 有什么用 不还是乡下的村姑 方小云离开时 还特意跟傅雪瑶说了说 县城里的场景 和她以后要去过的好日子 那一天也终于体会到了 傅雪瑶对她的羡慕 现在两个 都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人生 一想到这 方小云的优越感激增 这是你的孩子吧 叫什么名字 几岁了呀 这小丫头 倒是一点都不像傅雪瑶 虽然看起来也挺水灵的 但长相嘛 还是差了点 傅雪瑶肯定是嫁了个 不好看的农民工 说着 她就看向了 站在傅雪瑶身边的陆岳 并伸出手 想摸摸她 可是被陆岳给躲开了 方小云脸上 瞬间闪过一丝不悦 果然是傅雪瑶生的孩子 一点都不讨喜 傅雪瑶拉拉拉陆岳的手 解释说 她叫陆岳 是我的小侄女 第十二章 你怎么不去抢啊 那 方小云此刻还想说点什么 但被傅雪瑶打断了 我这会儿需要赶车回家 我们下次再聊吧 我先走了 再见 话落傅雪瑶微笑着 打了声招呼 随后转身就走了 其实 这车倒也没这么急 只是她不想 继续和方小云闲扯了 她很不习惯她眼神的打量 那眼神不时的 会流露出满满的优越感 反正也没什么交集 毕竟是一个园主 都快忘记的旧友 方小云盯着傅雪瑶离开的背影 盯了好一会儿 眼神忧深 傅雪瑶到达发车点的时候 车已经到了 不过还等些时候车 才会启动 傅雪瑶一上车 便感觉到了 有人直勾勾的盯着自己 她皱了皱绣眉 发现这个人是村里的混混流儿 以前在村里的时候 就整天四处溜达 还结识了一群狐朋狗友 整天干些偷鸡摸狗的营生 但她的头头 好像是个有背景的人物 所以别人也拿他们没什么办法 要真被抢了 偷了什么东西 也只能够自认倒霉 傅雪瑶觉得 她看上了自己手中提的一大袋东西 但现在车上这么多人 她相信 她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动手 傅雪瑶都想好了 下了车 她还是跟村里的其他人一起走 她可不想自己买的东西 平白无故便宜了其他人 所以 在车上只能嫌误地 避开她的视线 毕竟这种小混混 还是不招惹为好 又过了几分钟 傅雪瑶感觉像毒液一样 黏在身上的眼神 终于消失了 下了车 她也还是紧跟大不对 生怕自己落单 所幸 两人的房子 也不是同一条路 她也没再跟来 雪瑶你终于回来了 我都在你家门口 等你好久了 李静明有些委屈地说道 在离家门口 十米距离的地方 她又看到了 昨天那位强盗朋友 视力很好的傅雪瑶 能注意到李静明脸上 那用力过猛的表情 把本该委屈的模样 演绎得像是五官扭曲了一般 随着傅雪瑶走近 她的视线 也从傅雪瑶的脸 转移到了她的手上 眼睛闪烁着饥渴的光芒 傅雪瑶感觉 那人有一种下一秒 就要把她手中的东西 抢走的气势 傅雪瑶用手臂还了还 尽量让陆月 站在她能保护的范围 她一眼 语气淡漠 你在我家门口干嘛 李静明一副讨好的模样 来找你啊 我们都多久 没有在一起 好好说过话了 她今天都在这里 站了好长时间了 就是没看到傅雪瑶的身影 问了问其他人才知道 今天傅雪瑶去县城了 去了县城 本来不耐烦的她 脸上一洗 去县城好啊 这不就代表她 今天肯定又要买东西回来 看在傅雪瑶 是在为自己去买东西的行为 她就勉强原谅傅雪瑶 让自己等这么久的行为了 李静明热情的凑到了傅雪瑶面前 你拎这么多东西累了吧 都到这了 还是我来拎吧 这肯定是傅雪瑶给自己的赔偿 看在她这么识相的份上 就原谅她 昨天那么一回了 这么多好东西 这得花多少钱啊 有肉就有大排骨 他们家终于可以吃炖好的了 想到大排骨的味道 嘴里都开始不断的滋生出口水 李静明的眼睛滴溜溜一转 突然又看到了陆月手里 拿的糕点和水果糖 这可是礼记糕点啊 之前他在供销社看过 还要贵点 他从来都没有吃过 也不知道陆月这死丫头吃了多少 这可都是自己的 李静明眼神凶狠的腻了陆月一眼 吓得他赶紧躲到了小闪闪的后面 不用麻烦你了 我这离家也没几步路了 我先走了 说完傅雪瑶就要离开 注意到傅雪瑶一副认真的模样 李静明脸上的笑容也维持不住了 他大声说道 你不准走 你给我站住 傅雪瑶懒得理他 静止往前走 突然他猛地从后面跑到前面 张开手臂 拦住路 傅雪瑶你什么意思 这些东西不是拿来给我赔礼道歉的吗 你到底还想干什么 这话一出可把傅雪瑶给气笑了 我为什么要给你赔礼道歉 你算哪根葱 怎么 昨天没打劫成功 今天又想顾忌重施啊 做人呢还是不要那么无耻 脸面还是得要的 傅雪瑶眼神冰冷 像是一把把冰刃一般 让开 李静明有点害怕的缩了缩身体 但对肉和糖果的渴望 占上了身体的害怕 不行 你怎么着都得把这肉和排骨赔给我 还有这糕点 她已经算大方了吧 傅雪瑶买了这么多东西 她都才只要几样 真是便宜她了 这可是她娘交代给自己的任务 她要是还没把肉带回去 肯定又是一顿劈头该骂 今天她娘农活都不让她干 就是为了腾出时间 把傅雪瑶手里的肉给哄回来 这点事情要是不能完成 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 傅雪瑶吃笑一声 你是真的有什么大病 你是哪来的自信觉得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想要救药 傅雪瑶挽起嘴角话题一转不过 要是想要也可以 李静敏激动的惊叹一声 真的 他就说嘛 傅雪瑶的东西就该是自己的 傅雪瑶点点头 当然可以了 我这些东西总共是21块钱买的 你要是想全部都要 给我21块钱的基础上 再给我两块钱的路费和采购费 总共23块钱 傅雪瑶晃了晃手 给钱吧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李静敏瞬间怒了 大声说道 傅雪瑶你怎么不去抢啊 23 这钱他家得攒多久啊 就去买一趟东西 就多了两块钱的路费 可真会占他便宜 别说23块钱 他身上连一块钱都没有 傅雪瑶鼻的轻笑一声 你也知道你是抢啊 看来对自己的定位还挺清晰的 就是 这是 做的确实没头脑 第13章 说谎 傅雪瑶你怎么变成了一副 我都不认识的模样 以前的你 不会这么对我的 李静敏又开始打起了苦情牌 眼眶也变得越来越红 眼睛里含的泪水 似乎下一秒就要落下来 傅雪瑶冷笑了一声 那我现在该怎么对你 非得舔着脸 把我买的东西都送给你吗 然后再求你原谅我吗 你是把我当朋友 还是把我当傻子 傅雪瑶眼神像脆了毒的锋刃 李静敏抿了抿嘴唇 怯弱的把头往后缩了缩 静敏这娃是咋了 刚上宫回来的林沈 看到李家闺女 一副被欺负了的模样 看起来委屈极了 再看看旁边站着的人 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傅家丫头出了名的刁蛮任性 肯定是被他给欺负了 这时候没什么娱乐活动 村里的人都喜欢凑个热闹 林沈自然是不会放过 李家丫头 你跟我说说 你是怎么了 李静敏没有说话 只是眼泪速速的掉下来 傅雪瑶痴笑一声 这就哭了 弄得别人还真以为我欺负你了 李静敏又抽切了十几秒 顿了顿才到 前些日子 傅雪瑶想吃肉 就从我家里 拿走了我家买的一斤肉 我本来也是不想给 但他跟我说会加倍赔 我又念我们俩人是好朋友 便让他先借走了 可是 今天他买了肉回来 却不承认这件事了 我还等着把这肉拿回去 给我妈做交代呢 要是拿不回去 肯定会被我妈打死的 林沈 你帮我劝劝傅雪瑶吧 我也不要他的家被赔偿了 把本该属于我的那份 还给我就好了 傅雪瑶都不知道 他是怎么能说出这种话的 园主会拿走他们家的肉 他们家没来忽悠园主 就算好了 李静敏的眼眉一条 嘴角勾起一个弧度 这林沈来的还真是时候 他可是村里出了名的大嘴巴 到时候这件事 肯定会闹得全村都知道 傅雪瑶拿了他的肉 他就是欠自己的 到底事实是怎么样 谁能说得清 再一个 傅雪瑶在村里本就名声差 出了名的又懒又馋 于情于理 别人都只会信自己 不会信他 这人他还是很清楚的 没脑子 但脾气很大 又不会说话 最好利用了 以前不就是被他用哥哥哄着 得了不少的好东西 傅雪瑶肯定解释不清楚的 到时候 这肉怎么着都是自己的 毕竟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他才是战里的那一方 林沈算是听明白是个什么事了 他放下手中的农具 插着腰 俨然一个正义的使者 傅丫头 这就是你做的不对了 你拿了别人的东西 那就得还给人家 你这样做 完全不占领 今天我做主 你必须得把肉加倍赔偿回去 李家丫头 你不要害怕 他要是不肯 赔你一斤肉 我们给你作证 到时候去村长大告他去 这傅雪瑶以前看他 就只是懒了点缠了点 没想到 如今还拿别人家的肉吃 却不肯还 不过 之前听说 他连未来侄女的东西 都要抢 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这种人 简直就是他们村里的害群之马 败坏了他们村里的名声 看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加上林沈的诸威呐喊 李静明脸上的得意之色 也越来越甚 他挑衅的冲傅雪瑶勾了勾唇 谁让傅雪瑶刚刚不给他 现在这副局面 也是他自讨苦吃 现场的人面面相去 大多都是 对付雪瑶所做的事情 指指点点 傅雪瑶不在意的轻轻一笑 你说我拿着你家的肉 证据呢 你随随便便抛下一句 说我欠了你家的东西 我就必须得还给你吗 那我还要说 你把我的钱都抢走了呢 李静明脸带怒气 你这是在污蔑 傅雪瑶反问 你不是 傅雪瑶把在场的人都扫视了一眼 凡事都要讲个证据 总不能你说什么 大家伙就信什么吧 这要是错怪了人 岂不是大伙都成了帮凶 此话一说 刚才的窃窃私语 全部消失殆尽 大部分说闲话的人 是因为刚刚傅雪瑶那个眼神太可怕了 仿佛有洞察人心的能力一般 有些人则是觉得他说的也没问题 刚刚他们的思维 也是被李静明的委屈模样 和林沈的话给带跑偏了 而且看着傅雪瑶 这副毫不心虚的模样 也不像是拿了人家的肉不还 你吃都吃了 我还能有什么证据 李静明抿了抿唇 苦涩的哀求 雪瑶我求求你了 你把肉还给我吧 我们家好些天都没见油水了 我也不求 你能给我很多 就把你当时从我家里拿走了的分量还给我就行了 我也不怪你了 你再不给我 李静明这一股委屈性也不像是假的呀 而且就拿傅雪瑶以前的名声来说 大家其实都还是更偏向于李静明 毕竟一个又懒又馋 虽然长得漂亮 但也就是个绣花枕头罢了 可李静明从小就勤快又孝顺 傅雪瑶突然开口问到你们家一个月吃几次肉 李静明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 但也还是回答了 两次吧 其实真正要说也不止两次 以前傅雪瑶总是会偷偷摸摸送肉到他们家 但这个不能说 家里为了省钱 每一回买肉都只买一点点 根本就不够吃 虽然说是两次 但其实还没傅瑶送来的肉多呢 吃肉的日子 对你们来说肯定记忆深刻 是吧 肉这么香 吃到的次数又少 记忆当然深刻 李静明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所以你只要说出 哪一天哪个时候我拿了你家的肉就行了 只要你说的没什么问题 我手里的东西都可以给你 看着傅雪瑶手中的东西 李静明又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他随便就编了一个日期出来 你确定 当然 傅雪瑶往前走了几步 一副困惑的模样 那可奇了怪了 我那天刚好生病了 躺在床上一天都没出门 这件事 我周围的邻居都可以作证 李静明也不知道 傅雪瑶那天是不是真的生病了 可是看到 他一副笃定的模样 没有来的感到心虚 眼神也飘忽不定起来 那就是我记错了 不是那天 是另外一天 傅雪瑶摆了摆手臂 行了 你别扯了 你觉得像我这样的 会去拿你的肉吃吗 大家也不会相信的吧 大伯婶子们 一个个都这么精明 怎么可能会被你 这么拙劣的谎言给欺骗了 他们也不是傻子 我爸妈这么疼爱我 会少了 我一口吃的 我能看得上你家那点肉吃 这岂不是笑话吗 此话一出 看热闹的人 又是一顿怯怯私语 他们也不想承认 自己是个傻子 平白无辜的冤枉人 确实 傅家那夫妻 对女儿跟个宝贝一样 什么好吃好喝的 都紧着女儿来 谁说不是呢 要不然也不能把 傅雪瑶养得又懒又馋 在家里啥事都不用干 这话也说的没错 傅雪瑶 哪能看上别人家那点肉啊 要不说人比人气死人呢 你看这个懒姑娘 在家的时候 父母把她当宝一样 嫁了人也是 过好日子 农忙时 她什么都不用干 手里 还拎着这么一大堆东西 你说这世道 还真是不公平 像我们这种勤快的 反而日子还够得苦 比不上啊 比不上 看着乡亲们不满的眼神 越来越多的 落在自己的身上 李静明感觉心也越来越慌 他想说点什么 为自己辩解 可怎么都找不到 合适的说辞 在极度的压力下 他慌乱的转过身 直接跑掉了 第十四章 诽谤 真是想不到 静明这孩子 还能干出这样的事 平时看着也挺乖的呀 今天傅家丫头 确实是被冤枉了 幸好他解释清楚了 不然平白无故 还得陪人家肉 也难啊 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 平日里看他那么轻快 我还想给我儿子 去他家提亲呢 当事人都有一个人不在了 这热闹 也没有再继续看下去的理由 林桃花似笑非笑的看着看着他 林沈 你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刚才的闹剧 可没少了林桃花的煽风点火 林桃花眼神闪躲 底气明显有些不足 我有什么好说的 你让看 我要回家了 傅雪瑶鞋勾了一下嘴唇 你不是还要去村长 那告我吗 来啊 我陪你去 刚才林沈的表现 可谓是大放异彩 林桃花善善的说道 这误会不都已经解开了吗 我哪还能去告你呢 这傅雪瑶 今天嘴巴子怎么这般厉害 他不会是想讹他吧 傅雪瑶声音冷冽 透露出嘶嘶寒气 林沈 你知道李静敏刚才的行为 犯了什么罪吗 林桃花一接触到 傅雪瑶冰刀一般的眼神 心跳慢了半拍 刚才李静敏全是犯罪了吗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神什么罪 傅雪瑶语气肯定而又执着 诽谤罪 这可是要坐牢的罪 而你就是帮凶 是可以和他一起去吃牢饭的 林桃花眼神充满巨疑 吓得连连后退了好几步 他不会真的要去坐大牢吧 那不得被乡亲们的唾沫给淹死 而且他的儿子还没结婚呢 他也还没抱上孙子 绝对不能去坐牢的 林桃花与期待有渴求 雪瑶 我们都是同乡人 你看你还叫了我这么久的灵神 你应该不会让我去坐牢的吧 傅雪瑶倾咳了两声 都是同一个村的 确实也没必要做得那么绝 我为人大度 这次就不打算去警察局检举你们了 但下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 是是是 下次我保证不帮着别人来说你的坏话了 傅雪瑶随即补充道 不只是我 村里的其他人都是如此 只要散布了一些不时的影响了个人名誉的言论 那可都是犯罪 我肯定不会再犯了 以后我都老老实实的在家照顾我男人 现在他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只要傅雪瑶不去派出所告发他什么都好说 林沈 记得你的说的话 说完 傅雪瑶便转身回家了 林桃花看到他离开 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陆月傻乎乎的问道 小婶婶 什么是牢饭啊 刚才他听小婶婶说了好几次什么什么牢 但他记住了一个牢饭 可是 那是什么饭 牢饭 就是有一个专门关坏人的地方 然后坏人在那里吃饭 陆月一听 瞬间紧张兮兮地拉住傅雪瑶的袖口 那月月是好人 月月不要去吃牢饭 我们月月当然不用去吃牢饭了 只有坏人才要去 刚才的诽谤罪自然也是唬他的 诽谤罪在这个年代也才确立没多久 他的犯罪界限也很难判定 而且就刚刚那点事也构成不了犯罪 林沈这人向来就爱传播一些闲话 还喜欢夸大事实 本来有些无关紧要的事 到了他嘴里就变了 上一回园主落水被救起来 也是他碰巧看到了 就在村里夸大事实的大肆宣扬 园主也是无意中知道了 气不过去和他变了几句 但园主嘴笨根本争不过 虽然如此 林桃花可能还是记恨上了 要不今天也不会一上来 就就不分青红皂白 傍晚陆家的人也回来了 雪瑶 今天李二鸭是不是来找你麻烦了 我非得去找他们家讨个说法 陆母一上来就关心地问他 今天发生的事情 说着就来了气 放下东西就准备出门 傅雪瑶现在可是他儿媳妇 他对儿媳妇是爱无及物 是应该的 面对外人他可没这么和善 傅雪瑶拦住陆母 妈 我也没受什么伤害 您不用去 而且 我饭都做好了 先吃饭吧 我们先吃饭吧 陆母沉默了片刻 叹了口气 雪瑶你这孩子 就是太善良了 容易被人欺负 傅雪瑶那倒也担不起这么高级的词汇 他真的就只是单纯想吃个饭 而且 李静明也没讨到什么好处 肉肉好香啊 菜端上桌后 陆月眯着眼睛感叹 陆家的其他人不说 但情不自禁地吞咽口水的模样 已经出卖了他们 而且 今天桌上又有昨天吃的小龙虾 这个味道 可是昨天吃过之后 依旧是回味无穷啊 除了陆母 其他人都觉得傅雪瑶怪怪的 毕竟当初没嫁进陆家 之前他可不是这样的 可今天一去县城买了这么多吃的小龙虾 把饭也都做好了 实在是难以把真正的他 和之前那个又懒又馋的人联系起来 雪瑶啊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被这么大一桌子菜 以后不用你做饭 像之前那样就可以了 陆母是觉得 傅雪瑶以前在家做女儿的时候 就不需要做这些事情 没道理他嫁进了陆家 就得让他做这么多事情 搞得好像是来陆家吃苦的 傅雪瑶也没拒绝 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行 都听妈的 虽然他也不讨厌做饭 但真要固定给一大家子做饭 他也是不太乐意的 当然龙芒种田 他也是不可能去种的 他前世可是从没下过地 要真让他种 不知道种成什么鬼样子 到时候赚钱了 每月多交点伙食费 平日在里多买点好吃的补偿 给陆家人就行了 爸妈 我有个事情想跟你们说 我想去做点生意 你们不是说 这个小龙虾很好吃吗 我就想试试去卖这个 大嫂林香玉听到后 有过片刻的停顿 去卖东西 这不是投机倒把吗 虽然现在确实有很多人 支起了小摊 但民生听上去都不好听 他看了看还没开口的公婆 自己便也没说什么 陆母停下了筷子 有些忧虑 这真的行吗 妈 你难道觉得 这个味道不好吗 味道是挺不错 但陆母没有说完 但傅雪瑶也知道他的意思 确实有点顾虑 也很正常 毕竟这时候 进场成为一名正式工人 才是每个家庭都向往的 而摆摊卖东西 反而显得不太入流 招人够病 让人看不起 不过 他也只是提一嘴而已 生意他肯定是要做的 八十年代 可是被后世称之为黄金十年 一个欣欣向荣的年代 只要敢做敢闯 总能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后世的经济盛事 都是靠地摊经济 一步步盘活的 他都是穿越的 不去做 真对不起这个身份 只不过 还他住在这个家里 也得通知一声 一直都不怎么开口的 陆父声音沉稳地说道 我倒是觉得 老三媳妇可以试一试 第十五章酸梅汤 陆父倒是没觉得 摆摊有什么可耻的 他自己同样也是个木匠工 在他看来 只要是靠自己的手艺 自己的能力吃饭 都值得尊重 而且近几年国家开放之后 他的木匠生意 也是越来越好 钱几乎也是 在这两年赚来的 老三媳妇 要真有这个心出去 做生意 他自然是不会反对 陆父既然都同意了 其他人当然也不会多说什么 傅雪瑶摆摊 卖小龙虾的这件事 也正式定了下来 第二天 傅雪瑶没有选择 去卖小龙虾 今天是他结婚的第三天 按照习俗 需要回门 傅雪瑶把昨天买的糖果肉 带上了一部分 又把专门给爸妈的礼物带上 陆母又让他把家里的鸡和鸭 搁带上了一只 又给了他一罐卖乳精 和一些干货 出门时 傅雪瑶手上 已经是拎得满满的 此时另外一边 傅张和李早香 早已经在门口瞧手以盼了 傅夫忍不住叹了口气 时间过得可真快 转眼间 我们的闺女都已经嫁人了 唉 不知道闺女还怨我们不 父母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激动的扯了扯丈夫的袖口 你瞧瞧 那是不是我们闺女 两人看清楚后 激动的迎了上去 傅雪瑶模仿园主的语气喊道 爸 妈 父父父母连连回应道 看来闺女已经不生他们的气了 得到这个认知 可把他们高兴坏了 回家一趟 你带这么多东西干嘛 走这么久累坏了吧 说着 父母父父 伸手接过了傅雪瑶手中的东西 饿了吧 妈特意给你蒸了你喜欢吃的肉包子 傅雪瑶 她知道园主挺受宠的 但自己体验又是一种全新的感觉 她就提着东西走了那么一点路 就这十几分钟的路程 他们还担心女儿受累了 难怪别人都说 园主又懒又馋 爸妈这么宠她 不懒不馋 反而才奇怪 一进门 父母就开始忙活 没多久 傅雪瑶的桌前就摆满了东西 两个热乎乎的大肉包 一杯热茶 还有准备了一些园主平时喜欢吃的糖果 看到面前的这些东西 还有傅夫父母脸上洋溢的笑容 她感觉心里有一股暖流糖果 她是真的在园主的父母 这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 前世的时候 她的亲情比较淡薄 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两人没过多久 又个再婚 那个时候 爸妈出资给她买了一套房 平时生活上的照顾 都是由保姆负责 刚开始 两人也会经常来看看傅雪瑶 可当他们各自有了自己的孩子后 来看她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从一周一次到一月一次 甚至后来缩减到了一年两次 起初她还是希望爸爸妈妈 能多来看看自己 后来心就死了 彻底接受了 妈不疼爹 不爱的现实 不过 她爸妈没有给予亲情上的关怀 但物质上却没少她的 母亲离婚后 就嫁了个本地有钱人 父亲的事业也发展得越来越好 两个人每月给她打的钱 也是越来越多 虽然如此 有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她也会感到一种心灵上的孤独 这时候 她通常会安慰自己 好歹亲情和物质 她至少拥有了一样 世界上有好多人两样都得不到呢 她现在已经穿越到 这个世界的傅雪瑶身上了 那之前园主的父母 也就是她的父母 她也会尽好这份孝心的 父母看着女儿 眼神有些担忧 你在陆家过得怎么样 陆家的品性她都了解 是再好不过的人家 之前想把女儿嫁过去 也是考虑到了这点 但自家闺女做的事情 人家肯定也会在意 夫妇的目光 也都放在傅雪瑶身上 一脸关心 傅雪瑶笑着点点头 爸妈你们放心吧 公公婆婆她们 对我都挺好的 你看那些都东西 有一大部分 都是她们 让我带我过来的 对了爸妈 我还给你们买了些东西 这件裙子是您的 这双小皮鞋是爸的 说着 傅雪瑶从旁边 拿了两个袋子出来 父母拿着手上的裙子 眼中热泪盈眶 之前所有人都嘲笑她 这么宠闺女干嘛 反正都是要嫁人 没必要对她这么好 而且把闺女养成 这副又懒又馋的模样 将来铁定嫁不出去 到时候 反而成为家里的一个负担 可她的女儿 就是是她的宝贝啊 也家里的小福星 雪瑶这孩子一生下来当天 老妇上山 就打了三只野兔回来 隔天又挖到一颗百年人参 卖了好大一笔钱 他们的生活 也因此过得越来越好 她就觉得 这一切都是女儿的功劳 而且 她的闺女自小 就长得白白胖胖的 和村里的其他孩子都不同 格外招人喜欢 简直就是上帝赐给她的福娃娃 慢慢的长大了 也是愈发的漂亮 她敢说 这十里八乡 没一个比得上她闺女 你还给我们买东西干嘛 我们什么都不缺 你那些钱 自己买点漂亮衣服不好吗 父母嘴上虽然是这么说的 但脸上的喜悦之色 藏都藏不住 拿着衣服摸了又摸 夫妇也是高兴的 把鞋子拿起来看了又看 她可还从来没穿过小皮鞋呢 父母看着裙子 越看越满意 她要看看 谁敢说她的女儿是白养了 雪瑶明明这么孝顺 谁家女儿回门 会带这么多东西啊 也就她女儿了 这些东西 花了你不少钱吧 你给我和你爸 买这么贵重的东西干嘛 太浪费了 我们也用不上这么好的东西 你还有钱吗 妈妈再给你拿些钱吧 说着父母就要起身去拿钱 傅雪瑶连忙拦下 妈我手里还有钱 再说了 给你们东西 怎么叫浪费呢 这衣服多衬你啊 平日里出门穿上去多好看 还有这双皮鞋 爸穿着多好看 以前你们对我这么好 现在也该到女儿 孝敬你们的时候了 父母眼眶红红的 她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也懂事了 现在要是还有人 在她耳边说她女儿的不好 她铁定要拿着锄头去追讨 嫁人了 还这么贴心的女儿谁有 只有她们家有 从傅家回来后 傅雪瑶又顾忌重施地 把把笼子放在了之前的那个池塘里 等着傍晚的时候 再去把它拿回来 在此期间她也没闲着 开始熬煮小龙虾的锅底料 她还打算再熬一小锅酸梅汤 傅雪瑶把昨天在供销社买的原材料 拿了一部分出来 按照前世自己研究出来的配方复刻 这个方子也是她前世前前后后 调整了好多次才研究出来的 和其他的普通酸梅汤不同的是 她不仅有清爽解渴的作用 还有提升醒脑的功效 因为里面还加了一味中药 而且她身上也还有一个秘密 前世她无意中买到了一块怀育 偶然间通过她得到了一口井 但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口井 里面的泉水和普通的井水有些不同 最初她也是怀着试一试的心态 尝了尝 后来她发现喝了这个水之后 皮肤越来越白皙 记忆力也跟着越来越好 精神也愈发饱满 用这个水熬制过的酸梅汤 不仅口感更佳 效果也是出奇的好 傅雪瑶前世没有经济上的压力 大学毕业后也没有选择工作 毕竟父母打来的钱 已经足够她安享余生了 因为感兴趣 偶然做了自己的生活账号 她的精力便全都扑到了上面 在这个过程中 她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傅雪瑶垂下眼眸倾笑了两声 突然觉得 这次的穿越挺适合她的 之前学会的 在这个时代也都派上了用场 第十六章 妹妹 把小龙虾的调料和酸梅汤做好后 傅雪瑶便准备出门去捞小龙虾了 正好又被她抓到了一个劳动力 刚放学回家的陆于泽 与傅雪瑶在门口不期而遇 傅雪瑶一把抓住 蹦蹦跳跳回家的陆于泽 放学回来了 那正好陪我 去把小龙虾拿回来吧 陆于泽眼睛滴溜溜的转动 思索了几秒 前天傍晚 吃了她做的小龙虾 还有昨天她带回来的糖果 看在这么多东西的份上 自己就勉强去帮帮她吧 她才不会承认 是看她一个人太可怜了呢 陆于泽一张严肃的包子脸回道 等我放完书包 傅雪瑶看着她的背影 忍不住笑了笑 真是别扭的可爱 年纪轻轻的语气 居然还有一种厚实的霸总饭 放书包的语气 说得好像要去谈几个亿的生意一样 今天的小龙虾 收获比前天还多 装了两桶 傅雪瑶这次没有把笼子拿回来 换了个位置 继续放在水塘 明天直接来就可以了 当她转过头 想提起筒回家时 发现陆于泽 已经把更重的那一只提走了 她的两只手都紧紧地拽住筒 脚步一伸一浅地往前走 傅雪瑶嘴角勾起了一个弧度 小屁孩最爱嘴硬 回到家 陆于泽兴奋地喊道 哥哥 你回来了 站在不远处的傅雪瑶心想 这人应该就是陆行舟的妹妹陆之云了 她目前在县城里上高中 每周回一次家 陆之云看到自己的车儿 提着一桶狗都不吃的小龙虾 促起了眉头 不经意间 又撇到不远处站的傅雪瑶 心沉了沉 又是这个她名义上的三嫂 嫁过来他们家还是这么恶毒 带着这么小的孩子欺负 小泽 你快把这个东西放下 接着 她又把矛头对准了傅雪瑶 眼神犀利 傅雪瑶你要不要脸啊 你一个人在家 就这么欺负小泽 我妈惯着你 我可不惯着你 在她心里 傅雪瑶真的不配做她的三嫂 她哥哥一表人才 年纪轻轻就当了军官 这怎么是傅雪瑶可以比得上的 要说长相 面前的女人的脸蛋白里透红 芙如宁芝 富有灵气的双眸 秀气挺拔的鼻梁 还有那优越到极致的脸部轮廓 虽然但是 她的长相确实还过得去 但长得好看 有什么用啊 这性格和品行 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蓝点缠点也还能忍受 但这性格 娇气又霸道 还不懂礼貌 前有因为一根头绳 就把月儿推倒在地 后有上门警告她 不许再花她哥哥的钱 这女人平时对她母亲 也不给予应有的尊重 好处倒是让她都站进了 这女人实在可恶 要不是家里人 都不让她把这些事情 告诉哥哥 哥哥肯定不会娶她的 陆于泽抬起头 拽了拽陆志云的手 姑姑 这是我自己要帮小婶婶拿的 陆志云诧异 你叫她什么 陆于泽眼神有点心虚 但还是回答道 小婶婶 虽然那个女人还是很讨厌 但今天她确实是自愿的 没有被欺负 而且妹妹这两天 也和她玩得很开心 这才几天 怎么感觉就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小泽可是在院被推倒后 就格外的厌恶附雪瑶 怎么现在还会帮 她说话了 附雪瑶无辜的点点头 确实是她自愿的 我没有逼她 说完这句话 走到陆于泽旁边道 跟上 陆于泽看着附雪瑶 离开的背影 又瞟了一眼 还在震惊中的小姑姑 提起刚刚放在地上的桶 赶忙跟了上去 陆志云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 她有些不理解 这女人到底想干什么 想了想也跟了上去 看到附雪瑶和侄儿 拿着个小刷子 在清洗龙虾 她抿了鸣嘴 附雪瑶 你到底想干什么 附雪瑶语气轻松 没看到吗 洗小龙虾 她表情和语气都十分惊恶 你不会真想 把这个东西给煮了吧 不然呢 难道我闲着没事干嘛 后面这一句 附雪瑶没有说出口 只是低头继续清洗小龙虾 陆志云听到那理所当然的 语气头都大了 短短几天 她家里就这么穷了嘛 都要吃这种 人人都不要的东西了 虽然她没试过 但看这玩意儿 就觉得不好吃 再看旁边那个小不点 越刷越起劲 她都搞不懂他们的想法了 陆愚泽倒是挺开心的 虽然这东西是拿来卖人的 但那个女人刚刚说了 这忙不会让她白帮的 一想到等会儿 又有香喷喷的小龙虾吃 身体似乎有始不完的劲 这样最好 她也不算是吃白食了 陆志云觉得 现在自己才是那个 融不了圈子的人 姑姑 你也来帮忙给小龙虾洗洗澡吧 小婶婶做龙虾 真的超级好吃的 想着 陆愚泽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唾沫 眼睛里也是亮晶晶的 傅雪瑶也抬起头 期待冲着她眨了眨眼睛 不灵不灵的眼睛格外动人 陆志云瞬间感觉自己 被触动了一下 这女人安安静静的时候 倒是真的长得挺好看的 呸呸呸 她在想什么呢 长得再好看有什么用 就是个坏女人 又懒又馋能做出什么好东西来 呵 我才不要 说着瞪了傅雪瑶一眼 转过身离开了 她才不会受到傅雪瑶的欺骗 这个时候 还不如去做会儿作业 虽然作业也讨人厌 但总好过面前的女人 傅雪瑶失落地垂下眼眸 还以为又能捞到一个免费劳动力呢 不过 有旁边这个小家伙也够了 没想到这岁数小 干起 活来倒是利索 不过这小妹看起来也是可爱鬼 她又多了一个可以逗弄的人 在现代的她 已经26岁了 穿到这副身体 年轻了六岁 勉勉强强 算是赚了六年 陆志云今年17岁 还在上高二 对于前世的自己来说 就是个小妹妹 她是自然不会 和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起争执 回到房间的陆志云 也没能静下心来写作业 脑子里思绪不断 她想不通短短几天 傅雪瑶怎么像变了个人一般 连自己的轻轻折儿 居然都背叛她了 今天她可是特意去供销社 给小泽买了糖果 不给她吃了 而且傅雪瑶今天的脾气 算是出奇的好 居然没和她呛声 语气也温温柔柔的 她以前想象的三嫂 就是这样的 第17章 真香警告 不知过了多久 陆志云的思绪 被一阵阵香味给打断了 那气味格外的魔人 刚开始 还只是随风飘来的一点点 之后愈发的强烈 这不会就是那个坏女人 做出来的小龙虾吧 怎么可以这么香 陆志云的味蕾此刻 被引诱的剧烈跳动 她也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 陆志云站起身来 打开窗户 厨房的位置望了望 两眼巴巴地看着烟囱 冒出屡屡青烟 闻着不断传来诱人的香味 看着桌上的作业 长叹了口气 她好不容易静下来的心 这下彻底被打乱了 这个女人怎么能如此的可恶 她就是故意的吧 她要去看看 傅雪瑶到底在做什么 打定主意后 陆志云迅速把桌上的作业 收了起来 整理了一下皱了的衣服 来到厨房后 她就挪不动腿了 真香 陆志云眼睛直勾勾地 盯那一盘黄灿灿的小龙虾 不舍得转移 本来这东西 她平时看到是很嫌弃的 但经过了傅雪瑶的手之后 倒像是腐朽化神奇一般 令人垂涎欲滴 姑姑 给你吃 陆于泽端了一个小盘子 高兴地跑向了陆志云 刚才小婶婶说了 这是奖励给她的劳动成果 怎么处置都是自己的权利 陆于泽都没有意识到 她已经潜移默化地 开始喊小婶婶了 姑姑还没有尝过这个 她便想着端给姑姑试一试 没想到她还没送过去 姑姑已经到门口了 肯定是被这小龙虾的味道吸引过来的 陆志云此时内心无比的纠结 到底要不要吃呢 吃了岂不是面子全都没了 她刚刚才放过狠话 现在岂不是太打脸了 可是这小龙虾真的好香啊 颜色也漂亮 她眼神偷偷地多次投射到了傅雪瑶身上 她好像对这件事没有阻拦的意思 要不就吃一个吧 傅雪瑶之前多次主动挑衅辱骂自己 这就当是她的赔罪品了 纠结结束了的陆志云 感觉内心无比的轻松 心情愉悦地吃起了第一只小龙虾 这味道简直令人咋舌 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吃起来就是一个自爽 没想到傅雪瑶这么坏做出来的东西 却这么好吃 她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吗 傅雪瑶一开始就注意到了 她那小心翼翼的有意无意的打量 陆志云对于自己来说 完全就是一个小妹妹 园主之前对人家确实过分了 之前好几次去骂人家西哥哥的血 不要脸 起因就是傅雪瑶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说 陆行舟给陆志云买了一块手表 她想着自己没多久就要嫁给陆行舟了 那她的钱自然就是自己的钱 怎么可能允许钱花在别人身上 而且她今天买了一块表 明天就可能买更贵的东西 之前说不定也没少要求哥哥满足自己的心愿 傅雪瑶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陆于泽来试试这个 陆于泽眼睛一亮 像只小兔子一般蹦跳来到了傅雪瑶旁边 她刚刚在厨房就看到了这个 之前她和奶奶一起去城里的时候喝过一次 味道酸酸甜甜比糖水更好喝 但小婶婶做出来的有一股扑鼻的香味 格外的诱人 还在上小觉得她不知道该怎么用言语去形容 不过她知道这酸梅汤 要是搭配上小龙虾吃味道肯定很好 小婶婶 我怎么感觉今天的小龙虾怎么这么好吃啊 那你的意思是之前吃的不好吃吗 陆于泽摇了摇头 我的意思是今天的格外好吃 傅雪瑶笑眯眯的说 那可能是你今天心情更好 所以才会这样觉得 是这样的吗 陆于泽疑惑不已 不过她今天确实更开心 看着陆于泽从半信半疑 到全然相信的这个过程 傅雪瑶乐开了花 这逗小孩就是好玩 你说什么她都相信 今天的小龙虾肯定是更好吃的 毕竟配料可是都弄齐全了 和昨天的简约版肯定不一样 门口本来想直接离开的陆之云 看到小侄一口小龙虾 一口酸梅汤这般享受 她也有些心动 但她又不好意思开口 这不就是再向傅雪瑶服软吗 她岂不是很没面子 这个女人真的是越来越有心机了 居然想出这么个法子 陆之云挣扎了好久 最终还是口腹之欲战胜了理智 但她生三嫂 她还是叫不出口 她用不服气 带点倔强的语调说道 嗯 那个酸梅汤我可以喝吗 傅雪瑶嘴角挂起一抹笑来 就那里 你想喝就自己去拿 陆之云眼眸下垂 她语气这么温柔 人也这么大方 倒是显得她不讲道理了 最终陆之云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拿茶缸给自己倒了一杯 之后便离开厨房了 她一只手端住 装满了酸梅汤的茶缸 另外一只手 则是一盘黄灿灿香味浓郁的小龙虾 来到了房间 不知为何 她总感觉 喝完这个酸梅汤 感觉人都精神了不少 不过陆之云也没多想 只当是口腹之欲得到了满足 精神自然就上来了 酸梅汤的味道 也很是令人惊艳 咽下去后 嘴巴里还留有余味 令人回味无穷 说是穷将欲录也不为过 第二天一早 傅雪瑶就开始准备今天的卖品了 昨天的小龙虾已经刷过一遍了 所以今天的任务也轻松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 陆之云在她还没起来的时候 就已经帮她处理完一小半了 见她来了 还嘴硬的说 你别误会 我只是不想白吃了你的东西 吃食加上酸梅汤的熬制 需要的时间较长 傅雪瑶肯定是赶不上去城里的车的 好在村里有牛车可以借 租金一天五毛钱 昨天傍晚 陆傅就到村长那里把牛车借了回来 处理完所有的东西 已经快九点了 今天陆于泽也放假在家 所以被他抓去 陪他一起卖东西 这个时候 要说人流量最多的地方 那肯定是厂里 洪峰县是一个大县 这里有三个大厂 一个机械厂 一个玩具厂 还有一个制衣厂 另外还有几个小工厂 第十八章买卖 傅雪瑶最终把摊位定在了机械厂门口 机械厂的人流量 是县城所有厂里最大的 它的附近 还有一片正在修建的建筑工地 同时 这条路再往前走十来分钟 就是供销社 所以 人来人往的 有很多的客源 这步 虽然还没到工人的下班时间 这里已经有许多行人走过 看到傅雪瑶摆出的新奇玩意 大家都有点好奇 不过大家都是远远的打望了一眼 他就这样等了好一会儿 也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想买 在这段时间里 旁边的卖包子商贩 都卖出去十几个了 傅雪瑶这边 还是没开张成功 姑娘 你要不回家换个银生吧 你这个卖不出去的 旁边卖包子的大娘提醒道 这傲虾 虽然在县城里很少能看到 但在乡下 还是时常能被看到 大娘老家就是乡下的 她的儿子在县城里的工厂上班 她也就跟着儿子 在县城里定居下来 还给自己找了个活 补贴家用 傲虾这个东西 虽然个头大 但没有人会愿意吃这个 就是因为太难吃了 这小姑娘煮出来的傲虾卖相 倒是挺不错的 味道闻起来也香 但这味道肯定不怎么样 傅雪瑶知道 旁边的大娘也是好意 毕竟在这里 没有人喜欢吃这个 要不然 这东西 也不会在池塘里 一抓一大把了 不过她做的小龙虾 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这配料和锅底 是她研究了好久的方子 这个时候 做小龙虾的方子 都还没成熟 别人自然是比不上她的 傅雪瑶 大娘谢谢你的好意 但我还是想把这些都卖掉 大娘叹息着摇了摇头 既然她这么倔强 自己也不好再多加干涉 看样子 这姑娘也是没有正式的工作 要不怎么会出来摆摊呢 这么漂亮一小姑娘 真的是被耽误了 小婶婶 我们能卖出去吗 陆于泽倔强的脸上 充满了忧虑之色 她拉了拉傅雪瑶的袖口 傅雪瑶笑容明媚 当然呢 你不是也觉得好吃吗 陆于泽有点郁闷 话是这么说没错 可是大家都不过来看 也没吃过 肯定是不会买的 说不定这些东西 又得拖着回家了 这对她而言是挺好的 代表她有吃不完的小龙虾了 可是小婶婶做这个 费了好长的时间 这样的结果对于她而言 肯定是很难过的 傅雪瑶俯身弯腰温柔地说道 小泽 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陆于泽站的笔直 一脸严肃地回答道 小婶婶你说 等会儿你拿着这个盘子的小龙虾吃 记得吃的过程中 表现得很好吃就行了 陆于泽困惑 这叫帮什么忙啊 但小婶婶既然说了 她肯定得帮忙 小龙虾本来就好吃 根本不需要刻意表现 小婶婶肯定是想让自己表演 这和老师让她读课文是一个道理 她最喜欢上语文课的角色朗读了 老师也说过 自己是读得最好的 各位来看看我们家的新品啊 有小龙虾和酸梅汤 这里还有实施活动呢 傅雪瑶声音清甜 明艳而又大方 笑容甜得像一汪清泉一般 让人感觉甜滋滋的 而且 她的旁边还有一个吃得特别香的小孩 那男孩每吃完一个享受的表情 不像是假的 看得人心痒痒的 恨不得把她手中的那盘吃得夺过来 路上的人一下就被吸引住了 纷纷凑了上来 此时一个大娘看到后 语气嫌弃的说道 这不是熬虾吗 这东西也能吃 傅雪瑶没有多在意 脸上挂着笑容 这当然能吃了 而且 她的肉井是又多 我们这里有免费的试食品 您可以先试一下 不过每人先吃一个 第十九章交易 一听是免费的 大娘眼前一亮 立即上前拿了一只 有便宜 不战是傻子 其他人也纷纷开始试吃 我滴个乖乖啊 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好吃 尝过一个小龙虾后的人们 呼得瞪大眼睛 纷纷发出惊叹 这实在是太好吃了吧 肉质又鲜又有嚼劲 比猪肉还好吃 尝过味道的人 都有一种吃完 还想再吃的感觉 完全停不下来 但想到只能试吃一只 又放下了那蠢蠢欲动的手 大娘也是 根本停不下来 她快速地吃完第一只后 以为傅雪瑶没注意她 又悄悄拿了一只 在她又想拿第三只时 傅雪瑶用手挡住了她 她微笑道 大娘 这活动是现吃一只小龙虾的 大娘插起了腰有些不满 小姑娘 做生意可不能这么小气的 这有这么多 我多吃一只又能怎么样 而且 你煮的这个味道太浅了 我都还没尝好味道 这不多吃几只 怎么知道好不好吃 傅雪瑶冷笑了一声 大娘我的料放得很足 不存在会没有味道这个情况的 而且您刚刚不是 都已经吃了两只吗 吃了两只都是不出来味道 我喊你一声大娘 是尽你比我年长 但你不要把我当成傻子一样 来占便宜 傅雪瑶的眼神冷酷 声音凌厉 颇举威严 她本以为她是个柔柔弱弱 好欺负的丫头 哪里想到 这人这么凶 她小声嘟囊 我就是说说而已 这脾气像吃了炸药一样 也不知道 父母是怎么教出来的 傅雪瑶在她身上 轻扫了一眼 你说什么 妇人善善的摆摆手 没什么 有了这一出 这中间还有想占便宜的人 也弱弱的退了出去 看得出来 这个漂亮姑娘 不是好惹的 有一个人突然开口问道 这怎么卖的呀 这才是大伙都关注的问题 傅雪瑶笑着伸出手 大娘再次跳了出来 这回可是这个女儿不占领了 五毛 这么贵 你这不是在抢钱吗 你这就是在赚黑心钱 看你人长得白白净净的 没想到人这么坏 不知道家里怎么教育的 你这要放在过去 可是要被批斗的 傅雪瑶轻瞥了她一眼 她觉得 这个人就是来找茬的 对她说话 也不用太客气 批斗 大神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还真是上了年纪 脑子不好了 现在做生意 可是国家允许的 你这样说 是想公然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 站在国家的对立面吗 这样的话 可不止批斗那么简单了 傅雪瑶眼神伶俐 语言犀利 准备闹事大娘的大娘 一下就被唬住了 她弱弱的为自己辩解道 我怎么可能会有这个意思呢 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傅雪瑶没再理会她 转而扬起一个笑容 各位叔叔婶婶 小龙虾的价格 听起来确实是有点贵 但只要是尝过小龙虾的 都会觉得她物有所值 认为她就值这个价 而且今天小摊刚开张 做活动 前三天打八折 中气十足的男生喊道 妹子 给我来两斤 男人看起来二十三四 一头干净利落的寸头 身上穿着件白色的衬衫 傅雪瑶很快就把 打包好的小龙虾递给了她 她喝的是你说的 那个酸梅汤吗 男人指了指傅雪瑶 旁边的陆鱼泽 陆鱼泽的脸有些婴儿肥 皮肤白嫩 稚气未脱 只见她利落的包下一只 又一只的小龙虾 吃起来极尽享受 不时地喝两口酸梅汤 这可让在场的人都羡慕不已 她就是看到这小子 吃得这么香才来的 这模样 别提心里有多痒了 特别是她刚尝过 小龙虾的滋味之后 那味道 简直令人回味无穷 小龙虾都这么好吃了 想必酸梅汤味道 也差不到哪里去 她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试一试了 傅雪瑶点点头 酸梅汤一毛五一杯 您要吗 现在市面上的酸梅汤 是五分钱一杯 她定的价格 比市面上要高一半 不过傅雪瑶觉得 这个已经卖得很便宜了 毕竟她做的酸梅汤功效 可比普通酸梅汤好了 不止一心半点 来人听到价格 也没多说什么 那给我来一杯吧 刚才的退到后面的大娘 又出现在前头 装成一副好心人的模样 大声嚷嚷道 小伙子 你以前没买过酸梅汤吗 这街上都只要五分钱的 你可不要被她骗了 她用恶毒的眼神 瞪了傅雪瑶一眼 这回她可没说错 也没有讲批斗之类的话 别人都才卖五分钱的酸梅汤 她狮子大开口 要一毛五分钱 这不是在赚黑心钱吗 顿时其他人 也开始议论纷纷 是啊 你这么做可就不道德了 这市面上 都只卖五分钱的 你却贵了一大半的价钱 小姑娘长得挺漂亮的 怎么能做这么没品的事呢 大家是这样想的 这酸梅汤都是 比别人卖的 贵了一大半的价钱 这小龙虾 肯定也能便宜一半下来 这小龙虾好吃是真的好吃 要是价格再降下去点 就更不错了 站在前头的大娘得意极了 她家老二媳妇 就是卖酸梅汤和粥的 她还能不知道价格吗 傅雪瑶丝毫没有慌张 只是拿起杯子 装好刚才那位大哥 要的酸梅汤 问了句您还要吗 大哥点点头 傅雪瑶随即轻轻一笑 伸手递给了她 那笑容就像是春风一般 让人感到一种 万物复苏般的生机和温暖 我知道大家对酸梅汤的价格有意义 但我们家的酸梅汤 和其他家的不一样 这个酸梅汤 是采用不适寻常的制作方法 使人的精力更加的充沛 大娘鄙的吃笑一声 我活了这么久 还从未听说过 有如此功效的酸梅汤 肯定是假的 假不假 真不准 买了喝不就知道了 我呸 你就不是想骗一波钱吧 她才不会上这个当 傅雪瑶没理会她 继续对着客人说道 做生意最重要的 就是讲究诚信 我接下来几天 都会在这里卖东西 绝对不会欺骗大家的 傅雪瑶目光清澈 声音一扬顿挫 沉着有力 听起来有一种 让人幸福的感觉 点火的大娘身上 你要是没钱买东西 就别挡着我做生意了 你不买 别人总会买 放心 我不会骗你身上这点钱的 这可把赵大娘气坏了 她用手指着傅雪瑶 谁没钱了 说着从兜里掏出钱袋子 你这里的东西 我都瞧不上 你也肯定卖不出去了 这种黑心肠生意 谁会来光顾 下一秒 大妹子 给我也来两斤龙虾 一杯酸梅汤 这闻起来 实在是太香了 赵大娘 打脸来的猝不及防 同时也有些恼怒 这人到底怎么回事 她都说了 这女的是昧着良心 赚大伙的钱 还有人凑上买 真是不可理喻 她可能也是觉得尴尬 看了看周围人的眼神 转身就走了 傅雪瑶一边麻利的打包 一边回道 好的 客人稍等片刻 另外一些围观的人 倒是没有买 毕竟这价格 对于他们来说 确实是有点贵 一斤虾都快购买半斤猪肉了 而且 这酸梅汤哪不能买啊 别人家的还便宜一些 虽然这家的颜色看起来更好看 但毕竟贵了这么多 至于老板说的功效 他们其实也是不幸的 顶多就是味道好了点 但这还不至于 让他们花贵价钱去买 傅雪瑶递过 刚刚打包好的东西说道 两斤龙虾一块钱 一杯酸梅汤一毛五分钱 打完折九毛二 好嘞 大叔很爽快地拿出钱包 给了傅雪瑶钱 第二是张买卖 二 大叔拿到酸梅汤后 立刻就喝了一大口 大叔刘鹏 是在对面工地上的人 这机械厂准备再建一栋员工楼房 虽然现在还没入下 但这南方的天气 也开始湿热了起来 干完活更是浑身出汗 这新工地井还没打好 他从家里带过来的水也喝光了 这不刚下班 正准备往前头买一瓶汽水 再吃个午饭 隔好远他就闻到了一股霸道的香味 于是就走来了这里 虽然这酸梅汤 价格比普通人家卖的都贵 但它是承包工程的包工头 一毛五分钱 对于他来说也不贵 况且 这家的酸梅汤的颜色 比其他人家做的更为纯正 就算不好喝 下次不买就是了 一口酸梅汤下肚 酸爽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 身体似乎一下就凉爽了起来 刘鹏眼底瞬间闪过一抹异色 无论这酸梅汤 有没有老板说的那般神奇 但这结束的效果肯定一绝 而且 这味道也是妙极了 一杯全部喝完后 不知道是心理原因 还是什么原因 他还真感觉自己精神了不守 刘鹏只当是可解了 人也更加清明 老板 再给我来一杯 刚才的一杯 他还没喝过瘾呢 要是这有饭就好了 刚好把这什么小龙虾一起吓毒 他可还没吃过这玩意呢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傅雪瑶因为时间紧 所以除了摆摊用的一张桌子和椅子 也没有拱客人吃东西的座椅 刘鹏便找了离傅雪瑶不远处的一家卖盒饭的地方 点了一份盒饭坐了下来 很快就到了机械厂工人下班的时间 一般这个时候 有的工人会选择回家吃饭 还有的人则是会在外面吃 今天厂里的人一出来就发现 这门口突然多了一家卖摊子 其中大部分都是被那个正在吃东西的小男孩给吸引了 主要是他吃得太香了 每一个动作都在享受 于是他们情不自禁地走到了小摊前 这才发现老板也是个大美女 他扎着个高马尾 竟显青春靓丽 整个人看起来明念无比 明明就是穿了一身简单普通的衣服 但在他的身上却格外的打眼 一眼望过去 所有人都不会忽视他的存在 厂里许多还没结婚的年轻小伙 不禁红了脸 傅雪瑶眉眼弯弯 语气亲切地招呼客人 不过有一部分人在听到价格后 还是打起了退堂股 毕竟这价格还是有点高 但有很多人在免费试吃过后 选择买一两斤来吃 毕竟这味道是真的太磨人了 路人看到小男孩吃得这般香 不禁开口问 小孩 好吃吗 陆于泽小鸡啄米式的疯狂点头 嘴巴里的东西都还没有咽下 口齿不清地连忙回道 好CI 姐姐 你可以去试试 我们这有免费试吃活动的 傅雪瑶微微勾了勾唇 女人也被她蒙了一脸 她都有两个孩子了 没想到今天还被这么小的孩子喊姐姐 可把她给高兴坏了 就冲这张巧嘴 她怎么也得买两斤 小龙虾陆陆续续地被买走 但她旁边的酸梅汤 还是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老板 再丢我来杯酸梅汤吧 小龙虾也再丢我来五斤 说话的 正是刚刚已经买了两杯的流鹏 酸梅汤她是准备自己喝 不过买的龙虾 她准备带回家 给她的妻子尝尝 不得不说 这酸梅汤搭配小龙虾 简直太爽口了 她家的酸梅汤太贵了 我建议你去钱都买 便宜一半多了 刘鹏旁边的一个大爷 好心地提醒道 这家的小龙虾确实好吃 但这酸梅汤确实是贵了 那怎么能一样呢 前面那些人卖的酸梅汤 哪里比得上这一家 味道完全不一样 我跟你说 这一家的酸梅汤喝一口 瞬间就解渴了 连人都带着精神了不少 听老板说 这酸梅汤还加了药材 对身体好 刘鹏的声音很大 这附近围在一圈的人 都能够听到 顿时一阵窃窃私语 真有这么神奇吗 不会是请来的托吧 酸梅汤大家都喝过 我怎么没听过 有这种神奇功效的酸梅汤 谁说不是呢 这个人我认识 就是对面包工程的刘师傅 他这人应该不会说谎 所以当真是有这么神奇吗 其他的不好说 但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有几个人抱着怀疑的态度 买了一杯 没想到一喝就上瘾了 这味道实在是太爽了 郑武本就是艳阳高照 气温也是这一天里最高的时候 但一杯酸梅汤下肚 似乎身上的闷热 在这一刻全部消散 让人有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就这样 酸梅汤和小龙虾 陆陆续续的又卖去不少 在客人多的时候 陆于泽也没再吃了 起身帮小婶婶的忙 这热闹的场景 可把其他摆摊的人羡慕不已 虽然现在大家都看不上这个体户 但这钱却是实实在在的 虽然是小本生意 但他们一天也能赚个二三块钱块钱 生意好时四五块钱也有 除去因天气原因不能出摊 平均下来一个月也能有五六十块钱 这可比厂里的普通工人 工资还要多一点 不过要是能进厂里工作 他们还是更乐意吃工粮 毕竟那工作稳定 厂里也还有各种福利待遇 最重要的是还能分房 摆摊一点都不稳定 以后是什么个样子 还不好说呢 这姑娘东西卖这么贵 还卖了这么多份出去 一天下来肯定得有个七八块了吧 我勒个个乖乖 这样算下来 那一个月岂不是上百了 傅雪妖东西卖的那般火热 连带着其他摊主的生意都好了不少 机械厂内 王力前段时间 作为厂里的技术人员 被外派去市里学习了一个月 今天才回来 正好去跟主任汇报情况 并提交资料 王力 表现不错 刘主任脸上的笑意藏不住 前段时间厂里的设备出了不明故障 许多老师傅都没法修理 最后还是平日里 大家都不太看好的年轻人王力修好的 正好他们部门有个外出学习的机会 他便把这个机会 给了这个有能力的年轻人 王力 还是要感谢刘主任 给我的这个机会 这是你刚从外面买的午饭吗 从王力一进门 他就闻到一股特别浓郁的香味 让他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刚好也快到下班时间了 他被这味道刺激的 恨不得飞奔到食堂 王力低头看了看手中的东西笑道 不是午饭 算是菜吧 但最终也没说出口 反正等会儿他也要吃饭 王力从主任办公室出来后 直奔员工食堂 点了一荤一素 顺带把自己刚刚在外面买的小龙虾打开 混着饭吃 王力 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说话的正是他的同事 他兴奋的拍了拍他的肩膀 机械厂的下班时间到了 员工食堂的人也多了起来 今天刚回来 李承刚惊奇的说道 你吃的这是什么呀 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还怪香的咧 这是食堂的新菜品吗 在食堂这么些年没个新样 炒来炒去都是那几样菜 他都快吃腻了 没想到今天居然还出了个新品 闻着倒是挺香的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还没等王力回答 李承刚就已经迫不及待的 拿着饭盆往打菜的窗口走去 第21章 赚钱 李承刚看了一圈 都没看到好兄弟碗里的红色食物 阿姨 今天的地方新菜品 这么快就没了吗 阿姨困惑的回到 什么新菜品 今天的菜和昨天一样 要打什么菜 这时候他也意识到了 刚刚那个菜是王力在外面买的 他照往常一样打了一荤一素 红烧肉和炖茄子 李承刚打回来饭后 直接坐到王力的对面 看着碗里的菜第一次没了胃口 王力实在吃得太香了 而且 那个味道也很折磨人 你吃的是什么呀 好像是叫小龙虾 你试试 看出了李承刚的渴望 他直接把一旁用油纸包裹住的小龙虾推了过去 他也不是个小气之人 而且平日里李承刚和他的关系最为要好 反正这小龙虾有这么多 你这么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 李承刚喜滋滋的搓了搓手 吃了一只小龙虾后 李承刚兴奋的睁大眼睛 扬着眉毛 嘴里发出惊叹 这也太好吃了吧 不只是肉质鲜美 这里面的汤汁也是绝妙无比 让人流连忘返 陆陆续续的他又吃了好几只 本来王力还不紧不慢的享用美食 可李承刚吃虾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让他也不得不加快速度 两人像是在比赛一般 看谁吃的速度更快 工厂其他人看到了 也有些异动 毕竟这两人的动静确实吸引了不少人 而且那红色的不知名东西 看起来确实很好吃 有些和王力认识的人 也在这拿了小龙虾吃 没多久 两斤小龙虾就只剩下了点点汤汁 看着干干净净的油脂 王力抿着嘴唇 他突然有点后悔 来食堂吃饭了 就算吃饭 这小龙虾也不应该这时候吃 王力这小龙虾是在哪里买的 还有的卖吗 是啊 我也去买两斤 这东西实在是太上头了 尝过小龙虾的人纷纷说道 就在我们工厂门口 王力话还没说完 就有人匆匆忙忙跑出食堂去买了 笑话 这么多人虎视眈眈 要是等会儿抢不到就麻烦了 还有一部分 没有吃过小龙虾的人 也好奇地跟了出去 一方面试试看热闹 另一方面 他们也想试试 毕竟刚刚吃过的人都说好吃 想必味道肯定是不差的 就这样 傅雪瑶又迎来了一波客人 剩下的小龙虾 很快都卖光了 刚才不急不忙出厂的人来买食 已经没有小龙虾的踪迹了 老板真的没有小龙虾了吗 客人不甘心地询问 傅雪瑶微笑道 今天的已经都卖光了 客人要是想吃 可以明天来买 刚才他还笑人家 喂了一口吃的跑那么快 结果到自己这就买不到了 他的脸上有难以掩盖的失落 我这里还剩了些酸梅汤 一毛五一杯您要吗 傅雪瑶想着剩下的酸梅汤 想把它给推销出去 那给我来一杯吧 小龙虾吃不到了 喝杯酸梅汤也行 都是这老板家的 味道应该也不错 虽然是比其他人卖的贵了些 不过他也不差这点钱 于是剩下的酸梅汤 也全部被傅雪瑶推销了出去 都卖完后 傅雪瑶利落地收拾好东西 又把牛车迁了过来 又去供销社买了些东西 心满意足地打到回府 傅雪瑶算了算 今天的龙虾准备了三十斤 一桶酸梅汤五十杯打完折 总共是得了十八块钱 除掉昨天用的原材料 大概是赚了十四块钱 看起来好像不多 但要真的算下来 就算双休 一个月也能有个几百块钱了 在这个平均月薪 都只有几十块钱的年代 真的很可观 都卖完了 说话的人正是陆志云 虽然不得不承认 这小龙虾确实是挺好吃的 但全都卖完 他是真的没想到 陆鱼泽激动地说道 姑姑 买的人可多了 还有好多人想买 可是我们都卖光了 他看了眼傅雪瑶 不冷不淡地说道 哦 傍晚 大嫂 我买了排骨 今天晚上炖排骨吃吧 好陆大嫂笑着回复 三弟妹 你今天小龙虾卖得怎么样 刚才回家他就没问 要是他卖不出去 反倒触眉头 不过 这会儿看傅雪瑶心情很好的样子 而且还买了排骨回家 想必应该是还不错 大嫂我都卖完了 陆大嫂点点头 那就好 小婶婶陆月仰起笑脸 兴奋地朝傅雪瑶跑来 在她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抱住了傅雪瑶的右腿 傅雪瑶握了握她的小手 软乎乎的 顺势蹲了下来 摸了摸她的头发 小婶婶今天给你带了个东西 想不想要啊 陆月乖巧地点点头 哪声哪气得到 想 傅雪瑶摊摊手心 上面赫然是一盘巧克力 这是她今天在供销社买的 一共买了两块 另外一块给了陆余泽 这年代堂的种类真的很少 橱窗里巧克力的品种 都才摆了两样 另外一种是酒星巧克力 不太适合孩子吃 给陆余泽的时候 她可高兴了 眼睛亮晶晶地盯着她 看了好久 陆大嫂替女儿回聚道 三弟妹 之前都没有见过 还是今年才有的 这价格可贵了 比肉价还要贵 她都舍不得买 没事的 特意买给月月的 当婶婶的 还不能给侄女买点糖果了 最终巧克力还是收下了 陆大哥一回家 就闻到一股霸道的肉香味 今天又有肉吃啊 本来就鸡肠鹿鹿的她 感觉自己更饿了 陆父也差不多 虽然他们家在这村里 确实家境还不错 但也不会天天吃肉 毕竟家里人口这么多 要天天吃肉 大家都去喝西北风了 陆母走了进来 雪瑶这肉钱你收着 陆母这么说 其他人也没任何意见 毕竟这肉 确实是傅雪瑶买的 傅雪瑶摇摇头 妈 这钱不用给我 反正这肉买来了 我也是和你们一起吃 她当然也不是在做 无私贡献 买点肉食 她自己也能吃 她可不想时常吃 这寡淡无味的饭菜 只可惜 他们没住在沿海地区 要不然就可以吃到 大闸蟹 龙虾 海鱼 鲍鱼 饭桌上 陆家的每个人 都吃得心满意足 第二十二章 夜里谈话 陆母一副不赞同的样子 这怎么可以呢 陆父也说道 老三媳妇你就收着吧 傅雪瑶上前一步 握住陆母的手 妈 家里的农活 我也帮不上忙 这肉 就当是我给家里人 改善生活了 陆母摇摇头 行舟她 每个月都会寄钱给我 就算你不干活 家里也缺不了 你一口吃的 怎么还要你补贴呢 傅雪瑶道 妈 您说这话 是不是把我当外人了 一家人哪有两家话 还不允许我孝敬您和爸了吗 话说到这个份上 陆母也不好再塞钱了 这才把钱又收了回去 晚上陆父陆母房间 陆母叹了口气 不知道 仨什么时候能回家 陆父 想这么多干嘛 陆母扯了扯 身上盖住的被子继续道 你不担心你儿子 紧急任务有危险怎么办 还有仨媳妇 这才结婚 丈夫就被调走了 他心里肯定也不好受 你之前不是还担心 雪瑶嫁过来之后 会把家里搞得一团糟吗 现在倒是这么关心 顺着圆月从窗户透来的亮光 陆母瞪了陆父一眼 当时和现在能一样吗 今天雪瑶可是给你买了东西的呢 你都不记得吗 记得记得 他家老婆子 今天都说了 不下三遍了 陆母觉得 之前是不了解雪瑶 自从他嫁过来之后 才是真正接受到了他的性格 村里那些说父雪瑶坏话的 肯定都是在嫉妒他 长得漂亮点 娇气点又怎么了 不喜欢干农活又怎么了 雪瑶他长得漂亮 性格又好 说出来的话又贴人心 这是其他人都没有的 他现在觉得 越了解雪瑶这孩子 就越是喜欢 陆母之前都是本着家和万事兴的想法 所以愿意顺着父雪瑶 毕竟日后他嫁过来 就是一家人 加上他爱屋即屋 虽然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但到底心还是更偏向于三儿子 陆行周从小就是他生的最俊的孩子 同时也最聪慧 小小年纪就知道体谅他 所以怎么能不疼他呢 再加上他早早离家去上军校 后来又一直在外面当兵 这心就偏得更多了 雪瑶今天赚的第一笔钱 就特意给他买了一双绣花鞋 其他做婆婆的能有这个待遇吗 自然是没有 他们恨不得婆婆多拿点钱给他们 哪还能特意买东西呢 他这心今天都感觉暖暖的 另一边 陆大哥这会儿躺在床上 还在回味今天的排骨炖土豆 那味道可真是太好了 媳妇 你今天炖的排骨土豆 味道可真好 比以前做的都要好吃 要是天天都能吃上这么一顿就好了 陆行为紫成副业 他也是三个儿子里 唯一一个跟着陆父学习木匠活的 不过他的手工活没有陆父好 所以他平日里就跟着陆父 一起打些简单的家具 那是三弟妹教我的 傅雪瑶在大嫂开始做饭前 就把一些步骤和用料说给他听 他听过之后 就按照他的方式来炖了 毕竟之前三弟妹做小龙虾 就挺好吃的 三弟妹嫁过来还真不错 这几天每天都有肉吃 要是天天都能这样吃就好了 陆大哥向来直言直语 有什么话说什么 陆大嫂没有接他的话 其实他觉得嫁过来陆家后 是他过的最好的日子 之前他还一直担心 傅雪瑶嫁进来后会把陆家生活弄得一团糟 事实上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第二天一早 傅雪瑶踩着点 再次来到了钢铁厂门口摆摊 这次他的小龙虾比昨天多准备了二十斤 酸梅汤的量还是和昨天一样 老板你终于来了 我昨天买了你家小龙虾 可是惦恋到了现在 傅雪瑶只见他昨天摆摊的位置 已经有好些人在等待了 傅雪瑶婉然一笑 把摊子治好 老板 给我来五斤小龙虾 好的 稍等 华洛夫雪瑶便开始打包 买这么多 这多少钱已经啊 一个凑热闹的阿婆问道 她也在这站好一会儿了 不过她的目的不是来买东西的 只是看到 这站来了好些人 以为有什么新鲜事来凑热闹的 走近了才知道 这些人都是来买东西的 听到价格阿婆眼睛瞬间瞪大 用惊讶的语气说道 这么贵 这价格也还好 你看这小龙虾这么大个 肉特别紧实 我昨天也是试试的心态 买了一斤回家 我那平时不爱吃饭的大孙子 搭着小龙虾都吃了两碗饭 另外一个老太太附和道 这家的酸梅汤也特别好 听老板说 里面加了中药 怪不得我昨天喝了后感觉 身体都舒服了不少 没有买过这家东西的人 用怀疑的语气问道 有这么神奇吗 老太太耸了耸肩 反正我觉得效果好 要不然 我今天也不会来买了 虽然听到老太太这么说 大部分的人还是不太相信 虽然加了中药 但有没有效果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许多等待的客人 大多是来买小龙虾的 酸梅汤哪里不能买 何必买这价格 贵了一半多的呢 打包好第一位客人的 五斤小龙虾后 傅雪瑶把它递给了客人 阿婆掏出钱包 今天还是你说的 那个打折的是吧 傅雪瑶嘴角擒着笑容 点点头 大声说道 这三天都打八折 他从包里掏出两块钱 五斤小龙虾 打完折两块钱 收好了 傅雪瑶接过钱 放在了他收钱的木盒子里 老板我要三斤小龙虾 老板我要两斤小龙虾 加两份酸梅汤 等待了许久的客人 纷纷说道 傅雪瑶加快速度打包 他旁边的陆于泽 也有样学样的打包 不一会儿 小龙虾就卖出去了一半 其中占大头的是 昨天的回头客 一波客人走了之后 陆陆续续的又来了不少 等到中午机械厂的工人下班时 小龙虾也只剩下三分之一的量了 啊 这就卖完了 老板 你应该多做点的 这小龙虾 根本就不够吃啊 机械厂的工人一下班 傅雪瑶的摊位面前 顿时又挤了好多人 因为人太多了 又自发的排起了队 排在前头的 顺利的买到了他们 心心念念的龙虾 可晚来的 就没这么幸运了 在傅雪瑶说 小龙虾全部卖光后 叹息声不断响起 排起的队伍也纷纷散开 刘鹏趁机走到了前头 老板 还有酸梅吗 我要十份酸梅汤 傅雪瑶认出来 这是昨天在他摊子 买了很多东西的大叔 他热情的回道 还有的 我给你打包 刘鹏本来 今天打算再买点小龙虾的 可今天来的有点晚 实在是买不到 不过 买到酸梅汤也挺好的 其他人听到刘鹏的需求 不禁问道 你买这么多酸梅汤干嘛 喝得完吗 而且 这摊子上的酸梅汤价格也挺贵的 买这么多 不就是冤大头吗 当然这些话没说出口 但眼神里 还是充斥着看傻子的表情 第23章 发工资 你们不知道吗 这酸梅汤可是好东西 我昨天喝了两杯之后 在工地干了一个下午的活 精气神都很足 一点都不累 这波 金盖多买几杯 给我底下的几个兄弟尝一尝 刘鹏虽然是包工程的 但除了把事情安排下去 在需要赶工程的情况下 他也会参进去 昨天他本来也没把傅雪瑶 说过的功效当回事 只当有解渴的功效 再加上那酸爽的味道 倒也值这个价格 万万没想到 还真有其他的功效 听他这么一说 昨天买过酸梅汤的人 也突然意识到 好像昨天下午上班 确实比平时要轻松不熟 就这样 剩下的酸梅汤在 几分钟之内 也全部都受空 买到的人心里都喜滋滋的 毕竟争抢这么激烈 买到就是赚到啊 结束后 傅雪瑶愉快地收起了摊子 今天比昨天结束的还快 但卖的东西更多 卖小龙虾 麻烦的就是清洗过程 需要一只一只刷过去 真的很好时间 今天早上 要不是有婆婆和陆志云的帮忙 他也不能整得这么快 不过卖小龙虾 也不是个长久之事 现在他对于县城里的人来说 还是个新鲜玩意儿 过段时间 就应该有跟风卖得了 虽然他坚信 他做的味道肯定是最好的 但卖的人一旦多起来 他赚的就会少 毕竟市场就这么大 但就目前而言 这吃食 还是可以干一段时间 妈 这是给你和小妹的工钱 傅雪瑶从兜里拿出两块钱 递给了陆母和陆志云 你们今天帮我洗了龙虾 所以 今天赚的钱也有你们的一份 傅雪瑶已经打算好了 在村里倾几个人来帮他干活 按照客人的需求程度 这俩还是太少了 但要是这件事 都交给他一个人来 肯定是干不了的 陆母白白手 我们就只是 帮你洗了点龙虾 哪能要什么工钱 你赚钱也不容易 这钱你自己收着 陆志云也开口道 我也不要 我帮忙是因为吃了你做的东西 又不是为了你的钱 可他都知道 雪瑶这孩子 肯定是想让家里人吃点好的 孝敬他们 这么好的媳妇往哪找 上次都收了他给的生活费了 这回这工钱 可不能再收了 说着他又准备 把钱塞给傅雪瑶 这孩子每天卖完 都会买东西带回家里 美其名曰是自己想吃 这是两码事 付出了劳动成果 就应该得到工钱 这不和常理上班一样吗 必须得收着 陆志云看着手里的 一块钱挣了挣 这还是他第一次赚钱呢 那也不用这么多啊 他上午就只刷了 两个多小时 这点时间就有这么多钱 要是每天一块钱 一个月都有三十块钱了 这钱来得也太轻松了 对了妈 你在村里包找两个 做事利罗干净的大婶吧 我每天卖的小龙虾量都不够 想多卖点 但我一个人又干不完活 园主虽然说 也是在这个村里头长大的 但说实话 熟悉的没几个人 找其他人干嘛 家里不这么多人吗 我们来就好了 这不还是农忙吗 家里都挺忙的 田都快种完了 家里有你爸和哥仔 缺那么几个小时也不碍事 就这么说定了 明天我和你大嫂来刷龙虾 这时陆大嫂也刚好走了过来 陆母便把刚才的事情 给她说了一声 陆大嫂的眼睛微微闪了闪 又不动声色的瞄了傅雪瑶一眼 三弟妹虽然才嫁进家里几天 但她感觉婆婆似乎更喜欢她 连她的儿子女儿 也是整天围着她打转 不过三弟妹长得这般好看 想法又多 婆婆更喜欢她 也是自然的 陆大嫂嫂点了点头 算是硬了下来 傅雪瑶笑着道 那就谢谢妈和大嫂了 工钱就安一天一块钱 陆大嫂连忙摇摇头 三弟妹不用给我钱的 我就是帮你的忙 他们都是一家人 而且她帮忙也要不了多久的时间 三弟妹时不时买吃的回家 还给自己的儿子女儿买糖果 她哪还能收钱呢 而且这一块钱也太多了 大嫂 我刚和妈都说好了 这一块钱也不多 以后这小龙虾只会加量 到时候这工作量可不少 你要是不收钱 我的心也不安 你想看我愧疚吗 陆大嫂垂下眉梢顿了顿 又看了看陆母 见到陆母点点头后 这才硬了下来 三弟妹对她真好 虽然她这么说 但林湘玉心里还是明白 这一块钱的工资给的挺高的 要是招村里 其他人肯定没这么高的价格 每天一块钱 一个月就有三十了 这比孩子她跌赚的钱都要多 要知道 家里打家具最多的一个月 她也才挣了三十块钱 平时都是二十几块钱 现在她一个月就能有这么多钱了 她手里可还没拿过这么多钱呢 说到底 还是她占了三弟妹的便宜 林湘玉暗暗下定决心 她一定帮弟妹好好做事 周一这天 陆志云需要返校上学 昨天傍晚 她就把今天需要的东西给备好了 早上就需要搭着早班车 去县城上学 三 三嫂 她看着不远处的背影喊道 傅雪瑶转过头 怎么了 陆志云两手绕到胸前打转 不动声色地瞟了她两眼 又抿了明嘴唇 她有点纠结 等会儿她就要搭车去学校了 到时候回家又得五天后 以往家里肯定没什么她惦念的东西 可这次回来 吃了三嫂 做的小龙虾和酸梅汤后 她就跟上饮似的 特别是昨天三嫂傍晚 做的那个山药枣泥糕 那绝对是她吃过最好吃的糕点 比供销社卖的糕点还更好吃 一入口 就像雪糕在嘴里化开了一般 软糯香甜 回味无穷 她来找三嫂的目的 就是想要点吃的 可怎么都开不了这口 见她没说话 傅雪瑶继续往厨房里走 看到她的离开 陆志云叹了口气 似乎在后悔自己刚才为什么不说话 陆志云低下头心想要 不就这么直接走了算了 可想到那些吃的 她实在是迈不开腿 给你 傅雪瑶手中提着一个袋子 递给了陆志云 她猛猛地抬起头 身体比脑子提前一步做出反应 自然而然地 把袋子拿到了自己手上 里面有两个饭盒 和一个印着红牡丹保温壶 语气带了点疑惑 三嫂 里面给你准备一盒小龙虾 一盒糕点 还有一壶酸梅糖 小龙虾记得要吃完 不然就放坏了 糕点可以多吃几点 陆志云还是保持原来那个动作 一动也不动 眼神正正地看向了傅雪瑶 不想要啊 傅雪瑶做事 就要拿过她手中的东西 陆志云这时才缓过神来 连忙把袋子放在了自己的身后 我要 当然呀 扑吃 傅雪瑶不禁笑了出声 她哪还能猜不透她的心思 毕竟想什么都摆在了脸上 昨天吃糕点 把肚子吃撑了 还在吃 这两天 陆志云虽然没和她有过多的交流 但也帮了她不少的忙 昨天还跟着自己去县城帮她收钱 陆志云小声地道 谢谢三嫂 你回来的时候再给你做好吃的 陆志云势然一笑 扬起一个大大的笑容 朝傅雪瑶挥了挥手 嗯 白白 她转过身 看到手中的东西 心里甜滋滋的 第24章 学校推销 风铃第一中学 随着上午的第四节课的下课铃声响起 学生们收拾好桌上的书本和文具 准备到食堂吃饭 志云 快点啊 等下打不到菜了 陆志云的好朋友站在教室门口 等着他一起去食堂吃饭 食堂最好吃的菜就是红烧肉 去晚了就没了 来了 陆志云匆匆忙忙的从位置里掏出一个饭盒 杨家看到了 但他没有问是什么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食堂的红烧肉 直接拽着陆志云的胳膊就往食堂跑去 幸好赶上了 这肉可真香啊 我都想了好久了 学校其他的菜都做得不咋地 但唯独这红烧肉比他妈妈做得还好吃 就是价格挺贵的 这一份菜就需要四毛钱 其余的素菜一毛钱一份 像辣椒炒肉这样带肉的菜 也只要两毛钱一份 所以一周里 他也只在周一吃一次 这还算比较好的了 学校多的是一个学期也吃不了几次的人 当然 家境好的学生天天吃得起的也还是有 看着一块块红彤彤油光发亮的肉块 淋在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米饭上 杨家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往日里 这也是陆志云心心念念的菜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打到这个菜时 却没那么想吃了 杨家用筷子夹起一块红烧肉 半眯着眼睛 脸上一副享受的模样 还是学校的红烧肉好吃 我觉得 做着红烧肉的厨师和其他菜菜的厨师 肯定不是一个人 要不然 怎么差距这么大呢 你这是什么 看到陆志云打开的饭盒 是他从没见到过的菜 他问道 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一个个红彤彤的小龙虾 精致地摆放的整整齐齐 他们都用了秘制过的汤汁熬煮 虽然已经凉了 但味道还是很诱人 杨家的目光 从他碗里的红烧肉 转移到了陆志云的饭盒上 我能尝一个吗 当然可以了 陆志云把庄龙虾的盒子 摆在了两人的中间 杨家他就住在县城 家里是双职工家庭 平日里没少给他分享糖果 虽然小龙虾是他的心头爱 但分给最好的朋友陆志云 还是恶意的 尝过小龙虾的杨家 忍不住发出赞叹 啊 这也太好吃了吧 我宣布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比红烧肉还好吃 你这是在哪买的 回头我让我们妈也买点 这味道 真的让我回味无穷 杨家睁着圆溜溜的眼睛 用手抵住下巴 一脸期待 这是我三嫂做的 啊 此话一出 杨家表情瞬间失落无比 顿了顿 陆志云又到 但我三嫂 他在钢铁厂门口卖小龙虾 真的吗 杨家激动的抓住陆志云的手 你话怎么只说一半呢 回头我就让我妈去买 陆志云 你在吃什么呢 不知不觉间 他身边又来了几个同学 围绕在他的旁边 陆志云能够明显感受到 他们眼中的渴望 他的手默默攀上了饭盒的边缘 拉着他退了退 这可都是他的宝贝啊 不过最终他 还是给了他们美人一支 来的这几个同学 平时和他关系还都不错 而且他们都是住在城里的人 这也就是说 又可以给三嫂拉客了 虽然三嫂的生意十分的红火 但听他说正准备加量 多点客源总是没错的 经过了这次教训之后 他给杨家和自己加了几只后 快速地收起了盒子 剩下的他 留着晚上回寝室慢慢吃 毕竟小龙虾有限 下次吃又得好几天以后了 他可得好好珍惜 课间休息时 陆志云带来的酸梅汤和糕点 又分享了出去 糕点他自然 只是分享了一小部分 大头他还要留着慢慢吃呢 杨家把手搭在了陆志云的手腕上 呜呜 你的嫂嫂能不能来当我的嫂嫂啊 他怎么能把东西 做得这么好吃啊 这酸梅汤和我在外面 喝得完全都不一样 我都感觉他有魔法 感觉喝下去 人都精神了不少 还有这糕点 又香又末的 让人有种吃了 还想再吃的感觉 和你比起来 我感觉我吃的都是猪食 现在他才知道 自己以前吃都是些什么糙东西 陆志云的嫂嫂 真的太厉害了 陆志云拽开杨家的手 严肃道 你说什么呢 我的嫂嫂 怎么可能成为你的嫂嫂 杨家看到他这反应 表情正了正 我开个玩笑 你这么认真干嘛 陆志云眼睛闪了闪 这种事情 怎么能开玩笑呢 有些话就是通过 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 他三哥还在出任务呢 要是他嫂子被人撬走了 他哥哥往哪哭去 这哥哥可真是个不省心的 新婚第一天就没了人影 他嫂嫂长得这般好看 做的东西又那么好吃 很容易遭人惦记的 远在执行任务的陆行舟 突然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 他冷峻的脸半眯着眼睛 眉头微醋 他的身体素质下降了吗 这种天居然还有感冒的倾向 果然该加强锻炼了 这会儿 陆志云已经完全忘记了 回家第一天立下的决心 他肯定不会把傅雪瑶当嫂嫂的 他根本配不上哥哥 好了好了 快做好吧 上课铃声都响了 这节课可是老张的课 陆志云催促道 听到这话 杨家赶紧往课桌里找书 这老张可是他们的班主任 一个严厉的倔老头 也是他十分畏惧的人物 第25章 奖金 有了陆母和陆大嫂的帮忙后 傅雪瑶也轻松了不少 不需要每天起这么早清洗材料 现在每天的客人越来越多 家里的补虾龙都多做了好几个 但还是供不应求 这几天傅雪瑶忙碌的 都没怎么数过钱 每天只记了一个大概的数 在周五结束后 他决定给自己放一天的假 钱他要赚 但该休息时还是得休息 这辈子真的是全新的一个体验 他还从来没有这么努力的赚过钱 坐下来 仔细数了数他赚的钱 他才惊觉 在短短五天里 他不知不觉间就有了230块钱 这还是纯利润 关键这利润 还是除掉了 给妈和大嫂开的喜龙虾的工资 还有平时的买菜 买糖钱 现在果真是个赚钱的好年代 晚上 三弟妹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陆大嫂还以为是自己事情 哪里做的有问题 这几天 她的工资都是日节 转眼间 她的手里就有了5块钱 这是她赚到过最快的钱 要是允许的话 她可以一直做下去 这几天 林香玉也跟着三弟妹 一起到县城里 去买小龙虾和酸梅汤 那买的人可多可多了 周围的摊子 只有他们家客人最多 不过林香玉也不眼红 这是弟妹有能力 做出的东西 人人都爱吃 她确实没那么好的厨艺 也没做生意的天分 也不看看 那么多做吃食生意的人 就只有雪瑶这里生意最好 妈 大嫂 我明天打算休息一天 陆母 这件事 你自己决定就可以了 生意的想法 本就傅雪瑶一个人想出来的 他们帮忙也得了工钱 按城里人说法 雪瑶就是老板 不需要过问他们的意见 而且雪瑶忙了这么久 确实也该休息了 每天这么累 又要煮又要卖的 她看着都心疼 但她没有雪瑶这么好的厨艺 要是自己瞎帮忙 卖不出去 早几天 她就想让雪瑶休息 她帮忙去卖 可看她那兴奋劲 杨丽芳最终也没提起 傅雪瑶把刚刚数好的钱 拿了两张大团圆出来 分别给了陆母和陆大嫂 妈 大嫂 谢谢你们这五天以来的帮忙 这钱是给你们的奖金 这几天 要是没有陆母和嫂子 她得忙死 也挣不了这么多的钱 陆大嫂和陆母 拿着手中的钱 都有些不知所措 最终还是陆母开口道 我们不是已经领了一份工资吗 这咋还有奖励啊 林湘玉附和道 对啊 弟妹你赶紧把这钱收回去吧 这可是十块钱 奖励比工资都还要高一倍 傅雪瑶坚定的摇摇头 这几天 你们不光帮我吸小龙虾 还帮我补小龙虾 又帮我卖 要是没有你们 我的生意怎么能够做得这么红火 怎么能够赚这么多的钱 所以 这钱 你们必须拿着 我以后可还需要妈和大嫂的帮忙呢 最终在傅雪瑶的强力要求下 他们还是收下了钱 林湘玉握着手中的钱 眼里都还闪烁着泪花 这可是他手里第一次有这么多的钱 虽然是依靠了三弟妹 但这可都是他挣的钱 他原来也能挣这么多钱 陆家虽然没有分家 但陆父陆母 也没有像其他家庭一样 要求子女把赚的所有钱都上交 除了每月固定上交的伙食费以外 也不会再要求什么 不过陆行伟赚的钱 还是都交给了陆母保管 主要是在林湘玉刚嫁过来时 陆行伟就把自己全部的钱拿了出来 准备给林湘玉管钱 但他拒绝了好几次 陆行伟又不是喜欢管钱的人 所以最终 他还是把钱给了陆母带为保管 平时里需要什么东西 再从里面扣 久而久之 他赚的钱 都是给了陆母带为保管 而林湘玉 作为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女人 自然也赚不到什么钱 晚上 林湘玉嘴角擒着一抹笑容 把自己赚来的钱 摆到陆行伟的面前 行伟哥 我也能挣钱了 陆行伟一开始还没认真看 直到他眼神 瞟到那张大团圆 才震惊的接了过来 数了数 看了看妻子 又看了看钱 惊叹道 这么多 他知道 最近娘和湘玉 都在给三弟妹帮忙 也知道三弟妹 说给他们开工资这件事 但他真的想不到 短短五天 就有这么多钱 林湘玉也很高兴 三弟妹说了 以后卖的越多 我和妈的奖金就越多 林湘玉高兴 不仅仅是赚到了钱 而是他感觉到了 自己也是有价值的人 这几天跟着弟妹一起出摊 他觉得 自己长了不少的见识 看到妻子眼底里 溢出来的愉悦 他比妻子还更开心 他猛地搂住了自己的媳妇 并往他的脸蛋上亲了一口 媳妇 你真厉害 林湘玉有点羞涩地垂下头 也不是我厉害 是三弟妹对我太好了 他赚钱的机会 都是三弟妹给的 对于林湘玉来说 傅雪瑶就像个太阳一般 热情又大方 跟着他一起出摊时 傅雪瑶会教他 怎么做生意 怎么跟客人说话 怎么处理一些生意的问题 除此之外 女人可以比男人更加出色 这些话 他从来没在其他人口中听过 所以认识傅雪瑶 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第26章 村里闲话 春季农忙结束 村里的人 也渐渐地没有之前那么忙碌了 上午 陆母提着一桶衣服 来到小溪边洗衣服 80年代的小溪 没有经过化学产品的污染 水流清澈见底 不时还能看到小鱼儿游来游去 杨丽芳刚把衣服放到小溪旁边 一声尖酸刻薄的语调 就在她的后头响起 泽泽 杨丽芳 你这家里有两个儿媳妇 都还要你亲自来洗衣服 要我说娶妻就要娶嫌 就要找能干的 勤劳的 我家那个儿媳妇 嫁到我们家后 那可是勤快的不得了 洗衣 做饭 喂猪喂鸭 插秧 丽芳啊 说句不该说的话 像我们这个年纪 也该是享福的时候了 你看你新进家门的媳妇 又懒又馋 哎呀 这日子可咋过哦 说话的是 住在村头的李兰花 她生了二女一男 大女儿已经嫁人了 小女儿还带自归忠 之前陆行舟和傅雪瑶 没定亲的时候 她就把女婿人选的主意 打到了陆甲 但她的如意算盘 最终落空了 要我说娶媳妇 还是得娶我们家孟芳 八九岁就开始干农活 这十里八乡 可没几个比得上她 长得漂亮有什么用 生了一张狐媚子脸 就会勾搭男人 现在一想到 她看中的女婿被抢走 就憋着一肚子气 杨丽芳拿起锤一棒 冷冷地转过身 你再胡扯些什么呢 信不信我把你嘴给撕烂了 你自己都说了 是不该说的话 还要说出口 这不是嘴碎吗 杨丽芳脾气好贵 脾气好 但要触及到她的家人 那可没什么好脸色 我小儿媳妇 可不是谁都能说的 管好 你自己的家事就行了 不要整天吃饱了撑的 盯着别人家看 看到杨丽芳凶狠的神色 李兰花被吓得后退了两步 她还是头一回 见杨丽芳这般模样 本来她说那话的意思 是想挑拨一下 两人的婆媳关系 说不定杨丽芳 就让儿子和傅雪瑶离婚了呢 虽然二婚是比不过头婚 但陆行舟条件好啊 自己在军队当干部 家里人也在打家具挣钱 她都想好了 女儿要是嫁过去 彩礼一定要比傅雪瑶高 毕竟头婚和二婚还是不一样 而且她女儿可不像那个懒货 就知道吃喝玩乐 从这事来看 吃亏的还是她女儿 听说傅家可是收了300块钱的彩礼 他们家怎么说 也得要个400块钱 到时候自己再凑凑 就可以给她的儿子 在城里头买个工作了 她认为自己的想法就是最好的 但谁能想到杨丽芳这么呼她而媳妇 李兰花表情僵硬的干笑了两声 我就随便说说 表面上看 李兰花态度良好在服软 但言尾露出来的那一抹 不屑出卖了她 笑话 她说的又不是假话 就是有些人不爱听罢了 一路上兰花婶都有些愤愤不满 但当时面对杨丽芳时 她又不敢呛声 于是在回家的路上 李兰花每逢遇到一个人 嘴巴便巴巴巴的说不停 以此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这不 现在又坐在村口 跟村里头的婶子们 添油加醋的疯狂吐槽 这次你确实是说错了 她那儿媳妇可不懒 人家可会赚钱了 说话的是村里头卖豆腐的王婶 这话怎么说 你没看到这几天 她赶着牛车到县城吗 这些天 村里的人一大早就去种田了 能够碰到傅雪瑶 赶着牛车去县城的人很少 一般村里的人 没有什么重要事情 也不会去县城里 更何况是在这浓忙时节 而且就算是看到了 别人也不知道傅雪瑶是去干嘛 王婶知道这件事 还是因为每次县城里感激 她和她男人 就会去城里头卖豆腐 这不恰好就看到了 她在县城里卖熬虾 五毛钱一斤呢 在场的婶子 一个个都被这价格 吓得眼睛瞬间就瞪大了 兰花婶激动的站起身来 啥子 五毛 那个鸡都不吃的东西 五毛 这不是在抢钱吗 其他婶子也纷纷附和道 这东西都有人买 城里的人都疯了吧 我弟乖乖 这得赚多少钱呀 熬虾我们村里头到处都是 既然城里头人这么爱这个东西 我们也可以去卖这个东西啊 一斤就五毛 一百斤就五十块钱了 这得卖多少粮食 才能挣到这钱啊 想都不敢想 王婶撇了撇嘴 邪了众人一眼 你以为就你想得到啊 城里头的人爱吃 是因为人家做的好吃 你当随便去卖 就能卖这个价格 这事根本就是在做梦 就你们做出来的熬虾 猪都不吃 谁会去买啊 只能是白干 这些人也不想想 要是光卖熬虾 就能有这么多钱 还能轮得到他们 早就被人补完了 真有这么赚钱的生意 自己就算知道了消息 也不会告诉他们 早就偷偷赚钱了 王婶拉了拉衣服继续道 所以我才说 人家是个有本事 能赚钱的人 你说 要这是你们家儿媳妇 能不护着 听了这话 其他婶子赞同的点点头 这么会赚钱的儿媳妇 傅雪瑶要是他们家的 那可得好好供着 这可是聚宝盆啊 此刻傅雪瑶 又懒又馋的形象 已经在他们心里 彻底翻篇了 人家长得这么漂亮 又这么能干 爱吃怎么呢 这叫能吃是福 他就应该吃点好的 蓝点又怎么了 人家这么有想法 不把时间浪费 在没有用的事情上 谁家媳妇 能像他这般聪慧 此刻大家都在心里嘀咕 要这媳妇 是他们家的就好了 兰花婶没有在说话 只是眼神低溜溜的打转 这可是五毛钱一斤啊 不是五分是五毛啊 要是他也能卖出去 那不得赚大发了 说不定到时候赚了钱 一家人都能搬进城里 想到这儿 这激动的心 根本就压制不住 傅雪瑶之前 那么懒的一个人 都能够赚钱 更别提他们家孟芳了 等会儿他 就去捕小龙虾 让女儿研究研究 肯定比那懒丫头 做得好吃 想到这儿 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洗完衣服 准备回家的杨丽芳 觉得今天的乡亲们 都奇奇怪怪的 往日这村里的婶子 对他都是 带了点同情的目光 就因为陆家倒霉的 把傅雪瑶取进了家门 这会儿 却向他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直到有人上前询问 杨丽芳才知道了真相 听着他们夸张的说法 杨丽芳笑了两声 大声解释道 哪有这么赚钱啊 别看这价格卖的贵 我们雪瑶可是去供销社 买了很多材料 加了进去 要不然 怎么卖得起这个价格 城里头的人 也不是傻子 就是知道这个东西味道好 别人才会来买 你们说 要是就这么随随便便煮好 五毛钱卖给你 你会要吗 这话他也不是瞎扯的 虽然雪瑶赚的多 但其他材料 确实也费钱 虽然他杨丽芳是个农村妇女 但也知道人或多或少 都有点仇富心理 要真让村里人知道 雪瑶卖小龙虾确实赚钱 肯定会惹来许多麻烦事 在场凑热闹的人 听到后都摇摇头 别说就这么直接卖五毛钱了 这家了料的小龙虾 卖五毛钱 他们也不会买 这可是五毛钱啊 再添两毛 都能买半斤猪肉了 谁乐意买这个 这不就得了 要真有这么赚钱 那还能轮到我们吗 人家城里人早就去卖了 经过这次的解释 村里的人 虽然没有彻底相信杨丽芳说的话 但也觉得 这傅雪瑶虽然赚了钱 但也没谣传的这么多 大嫂 三嫂 你们包的饺子 怎么这么好看 我这怎么 陆芝云再次看了看 她手中这个不能称之为饺子的饺子 有点泄气 陆大嫂安慰道 多练练手就好了 哎 陆芝云叹了口长气 这乃是这个问题 从小到大 凡是个和做饭沾点编的 他没有一样是擅长的 第27章 陆二哥 傅雪瑶忍不住弯嘴一笑 不得不说 陆芝云真的是个厨房杀手 就连最简单的煮粥 他都能煮出一锅黑乎乎的汤水出来 嫂嫂 下周会出什么新品吗 还需要我宣传吗 陆芝云两手撑着脸 眼睛里亮晶晶的 陆芝云这次回家 傅雪瑶就给他说 学校里有好多学生的家长 都来光顾生意 然后他就得到了五块钱的宣传费 本来一开始 陆芝云还僵持着煤药 但实在是 扛不住嫂嫂的热情 最终不得不接受了 傅雪瑶 当我看不到你眼底闪烁出的渴望 和手上的假把是吗 一边眼神滴溜滴溜的盯着前转悠 另一边做些推剧的模样 有 那 陆芝云搓了搓手 傅雪瑶自然懂他的想法 只要你宣传到位 五块钱就还是你的 陆芝云义正言辞 嫂嫂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傅雪瑶勾起唇 你确定你不先洗个手吗 刚才陆芝云沾了面粉的手还没洗 他脸上刚好两边都留下了半个手整印 啊 我的脸 说着风风火火的冲出了厨房 陆母回到家时 煮好的饺子刚好从锅里捞出来 杨立芳一回来 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说给傅雪瑶听 眼神里还透着一丝丝担心 雪瑶 你说到时候 他们真的会去卖小龙虾吗 别看现在生意这么好 现在这县城里卖小龙虾的他们 可是独一份 要是卖的人多了 傅雪瑶倒是没有太在意 这做生意肯定有跟风模仿的 妈 你不用担心 这小龙虾也是村里共同的财产 他们想卖 我们也拦不了 他卖小龙虾这件事 村里的人迟早得知道 毕竟他就在那摆摊呢 客流量也挺大 但这小龙虾做的好吃 才有人会买 对 对 对 陆母连连点点头 刚才他只想着村里的人也知道 这个赚钱生意了 倒是忘记之前些小龙虾 可是谁都不愿意吃的玩意儿 城里人愿意买小龙虾的缘故 也只是因为傅雪瑶做的太好吃了 但其他人可没这好厨艺 妈 大嫂煮的饺子已经熟了 先吃午饭吧 一个个煮好的白滚滚 胖乎乎的饺子 在碗里显得格外的好看 嗯 也推好思压了吧 陆志云嘴里还含着半口饺子 口齿不清的说道 这比国营饭店卖的饺子更好吃 好吃十倍 不 一百倍 去年开学的时候 哥哥带着他去国营饭店吃一碗饺子 那个味道让他惦记了好久 可吃到今天这顿饺子 陆志云才知 过往皆是浮云 饺子肉馅裹得很紧实 肉馅细腻鲜美 一口咬下去 还有汁水爆出来 整个嘴都充斥着饺子的清香 陆志云快速的一口一个饺子 这味道实在是太美味了 好CI 好CI 陆月享受的眯起了眼睛 小拳头举起 她的嘴巴太小了 嘴角还留了些许汤汁 陆大嫂不时的给她擦擦嘴角 小婶婶 我要给你点个赞 陆鱼泽竖起拇指 傅雪瑶轻轻笑了两声说 那你也应该给你妈妈点个赞哦 这是我们一起完成的 馅料是她调好的 而饺子皮是零香预感的 饺子又是他们俩共同包的 妈 我也要给你点个赞 你太棒了 陆鱼泽转过身 对着母亲 扬起一个大大的笑容 陆月看到哥哥的表现 不甘示弱的极力表现自己 小婶婶 妈妈 我也要给你们点赞 边吃边点头 扫扫 你下次的新品准备卖饺子吗 傅雪瑶摇摇头 不是 卖饺子可划不来 饺子的利润空间本就没有多大 制作起来又麻烦 剁馅 赶饺子皮都需要时间 做少部分还好 要多起来 人可得累死 陆之云紧接着又问 那要做什么呀 想知道啊 陆之云眼神清澈 小婶啄米式的点点头 傅雪瑶眼睫弯弯 脸上带有痘弄之意 薄唇微动 吐出两个字秘密 做出来你就知道了 赶紧吃你的饺子吧 陆之云 好吧 爸 妈 屋门外传来一阵阵叫喊声 陆之云醋了醋眉 他们怎么今天来了 来的人正是陆行舟的二哥陆行风 他的身后站着的是他的妻子沈梦 他面部表情冷冷的 不过走近后 倒是仰起嘴角叫了声 爸 妈 妈 我和小梦给你买了点心和水果 还有这高盖牛奶粉 爸妈 这可是好东西 专门给老年人补盖的 对身体好 这是我特意托人 从港城带给你和我爸的 陆行风一边说 一边把手上提的礼盒 放到陆夫陆母跟前 陆夫都不想搭理他 把礼盒推到一边 你别妨碍 我吃饺子 他这二儿子 向来无事不登三宝殿 这些年 他们也是看清了 陆夫有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就属这二儿子 最让他生气 倒不是因为他入赘 这件事 他倒是看得开 入不入赘 反正都是他的儿子 但这虚荣失快的性子 他实在是喜欢不起来 就拿他弟弟结婚的事情来说 那天老二为了陪领导吃饭 自己亲弟弟的婚礼都没来参加 这算什么哥哥 陆行风眼睛扫视了一圈 看到了一个比较陌生的女人 想来 这就是他三弟刚娶回来的媳妇 沈梦一进门 就看到了这个 几乎全身上下都在发着光的女人 她漂亮的 简直让人心生妒忌 傅雪瑶今天随意给自己 扎了一款松松的单侧麻花辫 发尾绑了一条淡蓝色的发带 这发带 刚好和他今天穿的 小碎花莲衣裙相配 裸露出来 肌肤腐如凝脂 柔腻如雪 他就坐在那儿 安安静静地吃着东西 整个人显得温柔而又清纯 不过在盯了两秒后 沈梦又迅速转移了目光 长得再漂亮 有什么用 不过就是个兔丝花吧 不过他还真是好命 一个农村姑娘 嫁给了陆行舟 听行风说 现在三弟现在可是副团级干部了 之前他还想把表妹介绍给陆行舟来着 没想到三弟这么快 就和一个农村女儿结了婚 这就是弟妹吧 这副家的丫头 她还有点印象 记得傅雪瑶小小年纪 就是个美人胚子 没想到这么久没见 这容貌比她印象中的 还要好看更多 不过再好看 也就是个乡下姑娘 傅雪瑶点点头 语气淡淡的 二哥 二嫂 他不动声色地打量着眼前的两人 这二嫂在原主印象中 她还是第一次见 二哥倒是见过几次 不过都是原主少年时候的记忆了 对于这两个人 原主了解不深 只是知道 陆行风是入坠到女方家去的 根据沈梦的穿搭 看得出来 她的家境应该挺不错的 让傅雪瑶感到不舒服的是 沈梦身上带着一种 高高在上的疏离气质 同时 她还注意到 面对陆家人时 这二嫂的眼底 还闪过一丝丝嫌弃 不过这点情绪 被她藏得很好 看家里人对他们的态度 关系应该并不是很好 二哥二嫂一进门 刚刚热闹的氛围 瞬间就冷了不少 连一向喜欢热闹的陆之云 和陆于泽 此刻都沉默不语 陆母冷哼了两声 说吧 这回又准备来家里干什么 妈 你这是说的哪的话 陆行风争辩道 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和爸吗 一片寂静 空气在这一刻 似乎都凝固了 沈梦见状 赶忙打圆场 爸妈 我们这次来 就是想来看看你们的 这不买了这么多东西 就是想要孝敬你们 您怎么可以怀疑 行风一颗真挚的心呢 您这么说 我们也会伤心的 第28章 陆二嫂 陆行风和沈梦这次 也确实是有求而来 但也不能名言 至少也得哄得老人家开心才行 不然爸妈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毕竟这也是自己亲生的儿子 陆母脸上的表情缓和了不少 你们还没吃饭 坐下来一起吃吧 陆大嫂刚才煮饺子时 把包的所有的饺子 都下进了锅里 成了陆家所有人吃的饺子后 还剩下了两碗 本来是准备谁不够吃再聚天的 这会儿 刚好让两人给赶上了 陆之云看了看碗中剩下的饺子 内心哀叹了口长气 刚才他就是想着还有两碗 所以才一口一个的连着吃了好几个 哪想到他的饺子这么快就没了 嗚嗚嗚 三嫂嫂做的饺子这么快就没了 下次再尝 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沈梦看到端上来的水饺 有点嫌弃的撇了撇嘴 不过为了他和行风的大事 还是决定忍下来 沈梦本来只打算做做样子 就只吃一两个饺子的 毕竟这乡下的饺子 能好吃到哪去 饺子肉馅都不舍得多放点 可没想到的是 吃了一口后 彻底杀不住车了 这味道完全撑得上势一绝 饺子有着满满的肉香感 这味道刺激了他的整个味蕾 咬一口 舌尖都仿佛在跳舞一般 等到吃完最后一个饺子 碗里只剩下汤汁的碗后 他才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 沈梦脸上表情有点不自然 眼睛向下望了望 手也有点不自在地缩了缩 这饺子和他平时吃的都不一样 连带着这汤汁感觉都格外的诱人 但沈梦还是忍住了 陆行风也是如此 在吃了第一个饺子后 便一口一个的干完了全部的饺子 甚至是捧着碗喝完了全部的汤汁 到最后还意犹未尽的抿了抿嘴唇 沈梦干笑了两声给自己找不 今天我们来得及 没有吃饭 肚子确实有点饿了 傅雪瑶瞥了他一眼 他都懒得拆穿沈梦 他刚开始还没吃饺子 那神色可不像是饿坏了的样子 陆行风 妈 这回家里的饺子怎么包得这么好吃 以前他又不是没在家里吃过 但没有一次比得上这个味道 这饺子是雪瑶他做的 沈梦夸赞道 弟妹 你这手艺可真好 行舟要是回来了 肯定也会很喜欢你做的东西 除了漂亮 怕也只有这么一个优点了 没有能力的女人 才会用厨艺来笼络男人的心 傅雪瑶没有回答 他勾唇浅笑 眼中闪过一抹深邃的幽光 他能够看出来 沈梦口中的夸赞很虚伪 因为他脸上流露出来的不屑 真的很表面 之后 沈梦和陆行锋又围绕着陆父陆母 说了些哄他们开心的话 傅雪瑶一只手抵着下巴 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陆行锋 爸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傅雪瑶挑了挑眉 终于开始了进入正轨了 他虽然之前对这两人没有过多的了解 但从两人今天的话语 神情 肢体动作都能够看出来 两人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嘴里也是假话连天 陆父也猜到了 他倾咳了两声 说吧 陆行锋做了他这么久的儿子 他是老了 但又不是糊涂了 自然知道他今天还有其他的想法 只不过听儿子习说些哄人的话 感觉挺开心的 陆行锋看了看这屋子里的人 犹豫了片刻 爸 这话 我想私下说 陆父逆了他一眼 又收回目光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的 陆行锋语气中带了点哀求 爸 陆父也妥协了 行吧 去我房间说 听到这话 陆行锋脸上绽放了他今天第一个真心的笑容 他朝沈梦招了招手 示意他跟过去 没有了讨厌的人 陆之云自然是有什么说什么 他们一回家准没好事 陆母不赞同的批评 陆之云 那是你二哥 虽然他也不赞同二儿子的有些做法 但也不愿意看到 亲兄妹间有隔阂 我当他是哥哥 他有把我当妹妹吗 话落 陆之云转过身 直接就走了 陆母 之云这一天天 都是些什么事啊 傅雪瑶对陆母道 妈 我去看看之云 陆之云从堂屋出来后 就气冲冲地跑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把自己锁了起来 傅雪瑶轻轻敲响房门 语气柔和 之云能让我进来吗 第一遍 陆之云没有回应 傅雪瑶又继续原来的动作 到第三遍的时候 陆之云终于把门给打开了 傅雪瑶梦能够看到 他明显哭过了的红彤彤的眼睛 陆之云垂下头 像一只垂头丧气的小狗狗 嫂嫂 对不起 我刚才没有理你 让他生气的是那两个人 但他刚刚却把气撒在了 三嫂和妈身上 这件事 他真的做得不对 傅雪瑶上前一步 给了陆之云一个拥抱 又抽出一只手 摸了摸他的头 柔声细语地答道 没关系的 我原谅你 傅雪瑶知道 陆之云是个不喜欢 发小脾气的女孩子 所以他这样 一定是有什么原因 能告诉我 你为是要这样吗 陆之云抬头望望天花板 嘴里喃喃道 我就是不喜欢二哥和二嫂 在他们心中 只有能为他们带来利益的 才配称之为亲戚 他们觉得我和大哥 不会有什么出息 一般都会选择无视我们 但面对三哥时 他们又是另外一副嘴角 我最讨厌这样的失利鬼了 傅雪瑶一直在他的旁边 耐心地听他倾诉 陆之云刚刚说的这些 确实可以构成 他讨厌二哥的因素 但还达不到那种强烈程度 傅雪瑶勾了勾陆之云的手 像是在给他鼓励和勇气一般 还有呢 陆之云沉默了片刻 转过头看向了三嫂 傅雪瑶对着他 绽放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那笑容 就像是寒冬腊月里的太阳一般 融化了陆之云内心的冰天雪地 几年前我小学毕业 需要到县城里去上初中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 去城里上学 妈她担心 我刚开始会不习惯 便准备 让我在二哥二嫂家 待上两周 再去学校读寄宿 妈跟二哥二嫂说的时候 他们还答应了好好的 二嫂当时也笑着说 欢迎我的到来 第29章 想通 可我一到他们家 一切都变了 说到这儿 陆之云的语气紧了紧 二哥他工作忙 时常早出晚归的 一般我在家里能够看到的人 就只有二嫂 但二嫂对我一点都不好 我跟他说话 他从来没理过 去他家的那几天 我都没有晚饭吃 还有他看我的那眼神 就像在看垃圾一样 陆之云当时还以为 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好 惹得二嫂生气了 每天傍晚放学回来 他就拼命地做家务 希望二嫂能够开心点 后来他才知道 二嫂就是瞧不起他 就算他表现得再好 在他的眼里 也不过如此 傅雪瑶虽然没有经历过 这样的事 但寄人篱下这件事 他还是能够体会 虽然爸妈还是他爸妈 但他们分别组成的家庭 无论他怎样都融不进去 他用手抚摸着陆之云的背部 给他安慰 这些事情 我都没有跟家里人提过 也没有跟二哥提过 我以为二哥总是不一样的 但后来我发现 他们本质上都是同一种人 二哥和大哥三哥 他们都不一样 我不喜欢二哥二嫂 他们一点都不像我的亲人 他原来以为 三嫂也和他们 是同一类人 都盛起凌人 看不起其他人 但事实告诉他 三嫂和他们根本不一样 三嫂是他见过最漂亮的人 又会做些好吃的新鲜玩意儿 善良纯洁又大方 谁都比不上他 还是嫂嫂你最好 陆之云把脑袋 靠在了傅雪瑶的肩膀上 陆之云脸上 闪过一丝丝满足之色 嗯 嫂嫂身上还香香的 现在还难过吗 陆之云摇了摇头 嫂嫂 其实我看得很开的 这件事情 我早就不在意了 每次他们俩回来 他们不想理我 我也不搭理他们 让我生气的点是 二哥二嫂都是这样的人 爸妈还是护着他们 我就是有点不甘心 那你觉得 爸妈重男轻女吗 陆之云顿了顿 垂下眼眸 似乎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上学后 老师都会说 现在是新时代 男女平等 妇女能顶半边天 但实际上 重男轻女的现象还是很多 不说远的 就他们村里的人 好多和他一般大的女孩子 早早的就辍学了 有些女孩子 明明读书很优秀 但家里人却不让他读书 相反男生读书再差 家里人就算借钱 都会努力 让他们能够读书 但他的爸妈从来不会这样 吃的穿的 哥哥有的 他也有 甚至更多 陆之云睫毛轻轻颤动 薄唇微动 爸妈他们对我很好 不会重男轻女 傅雪瑶勾唇笑了笑 那不就得了 所以 你为什么要钻牛角尖呢 二哥也是爸妈的孩子 爸妈爱你 肯定也爱二哥 不过 这份感情什么时候 会被消磨掉 就不知道了 他们不喜欢你 你不理他们 不管他们不就好了 何必自己生闷气呢 爸妈他们这个年纪了 比你懂得多得多 他们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的 陆之云重重的点点头 刚才愁眉苦脸的表情 顿时喜笑颜开 对啊 我干嘛这么在意啊 简直就是自讨苦吃 听三嫂这么一说 他彻底就想开了 他讨厌的 一直都只有那两个人 反正他们 做什么事情 都和自己无关 那他何必总是纠结呢 另一边 三个人从房间出来后 没有一个人 脸上有好心情 爸 那个东西对我真的很重要 您难道不想看到 儿子我的事业更进一步吗 陆行风跟在陆父身后 陆父冷着脸 这件事没得谈 我今天身体有点累 你们先回去吧 陆行风有点不甘心 继续喊道 爸 可这回陆父里都没理他 转过身直接就走了 沈梦来到陆行风身边 挽住他的胳膊 用只有两个人听到的声音说道 这次先算了吧 我们下次来 他朝着陆父的背影大声说 爸 那我和行风就先回去了 下次我们带着渣来看你 又朝着陆母笑了笑 妈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杨立方点点头 路上小心点 陆行风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 才转过身准备离开 沈梦转过身的那一刹那 刚才本是笑叶如花脸上 瞬间冷了下来 陆志云再次出来的时候 那两个人已经离开了 二哥二嫂 他们就走了 大嫂点了点头 刚离开不久 这回倒是走得这么快 往日就算要离开 也会从家里拿好些东西 上次回来 就把爸打好的一个小木柜 还有家里晒的一些干货给拿走了 上上次拎走了家里的一只鸡 还有三斤腊肉 她就讨厌这种又当又利的人 二嫂一方面嫌弃他们是乡下人 另一方面来索取东西时 又毫不收敛 吃得比谁都香 拿得比谁都开心 这回又不知道是干嘛来了 但肯定是谈崩了 小婶婶 陆月看到傅雪瑶的到来 又急冲冲地跑上去 环抱住傅雪瑶的腿 她抬起小脑袋 眼睛睁得圆溜溜的 圆乎乎的脸蛋 像一个大大的汤圆 看起来软软的 来拉着她的手晃了晃 怎么这么一会儿不见 就想我了吗 喜欢小婶婶 不喜欢二婶婶 扑 你这么大点 就知道喜不喜欢了呀 傅雪瑶勾了勾她的鼻尖 还知道来摆明立场了 她的眼睛盯着傅雪瑶 一动也不动 就是喜欢小婶婶 她虽然小 但能够感受得到谁对自己好 小婶婶会给她买糖果 做好吃的饭饭 会认真听她说话 带着她去外面玩 小婶婶身上总是香香的 可好闻了 最重要的是她太漂亮了 她见过好多好多的人 没有一个比小婶婶更漂亮 傅雪瑶就觉得 这个年纪的小孩子最好玩了 当然前提是乖巧的孩子 上辈子她爸妈重组家庭之后 分别又给她生了个弟弟和妹妹 她和那两个人完全触不来 等会儿 小婶婶给你做好吃的 想吃吗 陆月奶生奶气 想 什么好吃的 我也要吃 此时正在嗑瓜子神游的陆之云 突然醒了过来 陆之云以前从来没觉得 自己是个重口腹之欲的人 直到尝过三嫂 做的东西后 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她好像种了一种名叫傅雪瑶的毒 第三十章 冰皮果子 陆家在不远处的小山上 种了几棵琵琶树 每年之头都挂满了香甜的果子 前天陆父还摘了一小筐果子回家 味道酸酸甜甜的 但口感格外的好 毕竟 这可是纯天然无公害的自然果 那一个下午 果子就被陆家的人解决了 当然有一半是进了她的肚子 然后她就闹肚子了 这次傅雪瑶准备把琵琶做成冰皮果子 这样 她就不会因为贪吃琵琶而闹肚子了 傅雪瑶换了一身衣服 把裙子换成了长衣长裤 脚上还配了个雨靴 头发高高扎起 整个人看起来干净又利落 拿起家里做的小竹筐背搂 套在了背上 一起同行结伴的 还有陆之云 他是向导 身后还有一个小尾巴 陆余泽 这两天刚下过雨 路上有点滑 陆月如果要跟去的话 还得分出心来照看 所以这回她就只能待在家里 傅雪瑶离开的时候 陆月在大嫂的怀中撅起小嘴 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 就像一个被丢弃的小可怜 她对着傅雪瑶 奶声奶气地说道 小婶婶 你要早点回来哦 我会想你的 那可爱的模样 傅雪瑶感觉自己 能记一辈子 虽然说去摘琵琶的路程不远 但因为一路上都是黄泥巴 路又很滑 他们也走了近半个小时 才到达目的地 琵琶树上硕果雷雷 个头又大 大部分都成串挂在了枝头 许多芝麻都被压得弯了腰 从远处看 就像是挂了许多黄色和青色的小灯笼一般 傅雪瑶站在树下 踮起脚尖扯了一个果子 剥开皮吃了一个 这熟透了的大果格外的甜 咬下去 汁水饱满口腔 果子也不是纯粹的甜 田中带了一点点酸色 但这样的琵琶往往才更好吃 这几棵琵琶树已经种了六七年 这里又没什么遮挡阳光的大树 所以树叶成长得格外高大 大部分成熟的果子都挂在高处的枝头 要想摘最好的琵琶就需要爬树 小婶婶 你把筐子给我 傅雪瑶把背上的贝蜂拿了下来 递给陆于泽 几秒钟后 只见陆于泽像的猴子一样 迅速地爬上了树 小身影不停地在树上穿梭 没过多久 她从树上爬了下来 贝蜂已经装满了 傅雪瑶 这速度就是一整个震惊 真厉害 你还挺厉害的呀 得到称赞的陆于泽迎着风 仰起头 一脸得意地说 那是 我是所有小伙伴中 爬树最厉害的人 他们都比不过我 他可是爬树冠军 那自然很棒 陆志云明明纯 随后扯嘴笑了笑 是挺厉害的 上次爬隔壁家的柿子树 从上头摔下来 把屁股给摔烂了 好几天都是趴着睡觉 不 傅雪瑶忍不住笑了出来 联想到那个画面 真的很难不笑 陆于泽脸刷的一下 就红了 有点尴尬地跺了跺脚 姑姑你真坏 怎么还揭我的短呢 那次 那次只是个意外 我平时都是很威武的 她才在小婶婶面前 表现了自己 结果她英勇的形象 刚树里没两秒就没了 真的太委屈 太尴尬了 傅雪瑶 哈哈哈哈 傅雪瑶 不好意思 真的憋不住 回到家 傅雪瑶把摘好的琵琶 倒出来一半 往里头撒了些盐 连着清洗了好几遍 接着把洗好的琵琶 进行包皮 弄好好 其中三分之二 被她榨成了汁水 另外的一部分 傅雪瑶在厨房的橱柜里 拿出之前在供销社买的材料 着手开始制作 大嫂也来厨房跟她合作 傅雪瑶耐心地也教她 怎么捏出好看的果子 林湘玉也是个天赋型选手 没一会儿 她就已经很熟练了 这会儿 她刚刚捏出来一个 小兔子模样的冰皮果子 林湘玉学着她的手法 很快也捏了一个出来 等陆之云再次来到厨房时 就看到了一个个 小巧可爱的果子 有小兔子 小桃子 南瓜 还有琵琶四个形象 栩栩如生 漂亮极了 哇 这都是可以吃的吗 也太漂亮了吧 真要让她吃它 还真的有点舍不得 傅雪瑶拿着一盘 琵琶冰皮果子 递到陆之云面前 试试 陆之云看着面前的果子 咽了咽口水 好看归好看 到底是吃更重要 接着 她用食指和拇指 粘起一个 一口咬下去 软软糯糯的十分香甜 整个果子 都带有琵琶独有的味道 果子里面 还有稀碎的果肉 这味道 简直让人流连忘返 这可比供销社 卖的那些糕点之类的 好吃多了 这也太好吃了吧 陆之云又吃了一个 傅雪瑶朝门口的陆岳 和陆于泽挥了挥手 小婶婶 这真的是可以吃的吗 陆于泽眼睛瞪得大大的 眼神都集中在那一个个 精美的冰皮果子上 她从来没看到 食物也能做得这般好看 你不想吃的话 也可以就这么看着 傅雪瑶故意想逗逗她 陆于泽突然就慌了 连忙摆摆手 不不不 我想吃的 小婶婶我想吃的 她真的害怕 小婶婶不给她吃了 这些甜点做得这么漂亮 肯定味道很好 她轻轻扯了扯腹雪瑶的手 抬起头 小婶婶 你真的不打算给我吃吗 她的眼睛圆溜溜的 脸上带了点婴儿肥的样子 格外的可爱 给给给 她真的受不了可爱的宰宰 陆于泽眼底闪过一抹脚侠之色 她就知道 小婶婶就好这一口 虽然她作为一个男主汉 是不应该像女孩子一样 撒娇的 但老师也说了 大丈夫能屈能伸 她是大丈夫 所以这样做也没有错 嫂嫂 这是你明天要卖的新品吗 难怪你要保密 这东西长得这么好看 又这么好吃 肯定很受欢迎的 陆志云边吃边继续说 上次我们班有个同学 拿来了一小盒点心 还说是什么国外进口的 我觉得那东西 都比不上嫂嫂你做的点心 这么好吃的点心 都不需要推销 我们学校的人肯定都爱吃 第31章 冰皮果子 2 傅雪瑶摇了摇头 明天不打算买这个 陆志云困惑 为什么呀 这么好吃的点心 就算卖的价格贵了些 但她相信 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来买的 就比如 他们班上 家境英识的同学 每一天都会带来 供销社卖的最贵的点心 那玩意儿 根本比不上三嫂 做的冰皮果子 不仅是外表的样子 连味道都差了不少 傅雪瑶 有点费时间 这个年代 没有像现代一样 有那么多的工具 要做出足够的量 肯定是没这么时间的 就比如 今天她和大嫂两个人 花费了两小时 也没做出多少来 不过这样也不是 没有什么办法 做几个模具出来 速度也能快上不少 就不用一个一个的手工捏 能省上不少事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卖这个 赚不了更多的钱 在更发达一点的城市还好 但在这个南方的小县城 还不太适用 点心虽然好吃的 但成本也很昂贵 而且 价格还不能定得太高 不然根本卖不出去 点心的受众有限 女人和孩子 会更爱吃一点 她不像小龙虾 受众面积广 来买小龙虾的客人 也有许多只买半斤的 买半斤小龙虾 再买一碗饭 午饭吃得舒舒服服的 冰皮果子比较小 价格又贵 只适合当饭后甜点吃 陆大嫂也将目光 投向了附血摇 三弟妹我可以帮忙的 你今天教我的 我都学会了 她知道 城里头人眼光都挺高的 但三弟妹做的这果子 精美又好吃 一定会有很多人来买的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 我们的摊子 目前主要是卖小龙虾 和酸梅汤的 你们觉得 适合加上点心一起卖吗 陆之云听后摇了摇头 确实感觉有点不伦不类的 傅雪摇 不过 我觉得大嫂可以试一试 我 林湘玉有点不可置信的 指了指自己 她怎么能行呢 这冰皮果子 是三弟妹研究出来的 她就是个打杂的 又没读过什么书 她没有三弟妹那么聪明 那么能干 傅雪摇肯定的点点头 当然 她目前不想卖点心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觉得利润空间不太大 她想赚更多的钱 当然 这也只是对于傅雪摇来说 毕竟她卖的小龙虾和酸梅汤 可是短短几天 就赚了几百块钱 与其花费时间做点心 她还不如多煮点小龙虾 毕竟这几个月 可还是忘记呢 但卖点心这件事 对于大嫂是挺合适的 大嫂在这方面 也挺有天赋 做出来的东西 虽然味道没有她做的好 但吃起来也还不错 真要去摆摊的话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大嫂 你不知道 你身上有很多闪光点吗 在厨艺方面 你一点就通 学东西很快 在做生意时 善于和客人沟通 很有亲和感 来我们摊子上买东西的客人 都很喜欢你 为人方面热情又大方 听着傅雪摇连着说了 她这么多她 从未发现过的优点 林湘玉的脸都有些发烫 心脏在这一刻 好像也在此起彼伏地跳动 她娘一共生了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她是家中的老三 从有记忆以来 就一直在帮家里干活 喂猪 喂鸭 插秧 洗衣服 小时候喜欢读书 但爹娘说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 没有什么用 女人家最重要的是 能生孩子 勤劳能干 所以她上了没两年学 就没再读书了 不过这也没什么 不论是家中的姐妹 还是周围的邻居家的女儿 都是过着类似的生活 爹娘告诉她 家里最重要的人是弟弟 她才是家里传宗接代的人 就算她以后 嫁人了 也要记得补给弟弟 当时她虽然没有反驳 但心里却觉得怪怪的 凭什么男孩子什么 都不用做 在家里却可以享受到 最好的待遇 而女孩子嫁人了 都被要求要继续为弟弟做贡献 就像她的弟弟 上学时学习差 但爸妈却从来不会责备 反而想尽办法 让她能够继续上学 本来她以为每一个女人都是这样 直到她嫁进了路甲 才发现 女孩子也是能读书的 他们同样 也能得到爸妈的宠爱 就像小妹一样 只要她能继续读书 家里人就不会让她辍学嫁人 平时惦记什么东西 爸妈也会尽量满足她的要求 后来她又了解到了 村里的另外一个人 傅雪瑶 村里的大姨阿婆 都说她又懒又缠 可她反而羡慕她的人生 被父母宠着无忧无虑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且她还是个高中毕业生呢 就算没考上大学 但她拥有的这个学历 也让她自卑 她觉得自己除了是长辈们夸的 能干的好媳妇之外 什么都不会 她的人生好像固定了 只能在家带孩子 干家务 做农活 可这几天和傅雪瑶的相处 却让她知道 原来自己也有很多的优点 陆志云 大嫂我觉得三嫂嫂说的对 你真的可以去试试 其实她的内心 还有点小小的愧疚 她和大嫂出了这么久 也从来没有发现 自己的嫂嫂 原来有这么多过人之处 之前她只觉得 大嫂是个温柔 没什么主见的妇女 林香玉有点犹豫 这几天 她都是在摊子上 帮弟妹的忙 虽然弟妹说她做得很好 可真让自己去做生意 她还是有点慌的 而且她要是去单干了 弟妹怎么办 傅雪瑶也看出了她的纠结 大嫂 我本来一开始 就是打算招两个人的 所以你不在 也没什么关系 我忙不过来时 可以让妈在生产队 给我找两个手脚麻利的人 这龙虾最麻烦的工作 就是清洗 其他的都还好 熬煮酸梅汤 也不需要花费她多少时间 而且尝试一下也没什么 刚开始可以少做一点果子 实在不行 我这里也随时欢迎你 林香玉沉思了片刻 这几天下来 在她心里 傅雪瑶已经完完全全 成了她的女神 她就觉得 傅雪瑶的想法 肯定都是正确的 反正只是试一试 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亏点钱 弟妹的生意做得这么红火 她继续给弟妹做事 亏掉的钱 肯定很快就能赚到 那我试试吧 现在傅雪瑶就是她的底气 第32章 娘家 气氛组陆志云鼓掌道 恭喜大嫂 卖出了事业女强人的第一步 傅雪瑶 大嫂 等会儿我画几个图样 让爸做出来 到时候 你就不用一个个捏了 能省不少时间 雪瑶 你对我也太好了吧 林香玉眼里泛着泪花 能够认识傅雪瑶 自己还能活出另外一种人生 这都是傅雪瑶 给予她的新生活 妈 傅雪瑶一回家 就看到父母拿着锄头 在门口的院子里种菜 看到女儿的到来 父母立刻放下了锄头 来到女儿的跟前 瑶瑶 你今天怎么来了 是不是在陆家受委屈了 你快跟妈说说 妈要待会儿 就和你爸去陆家算账去 想到这 父母的表情瞬间冷了下来 现在她怎么看 都觉得自己女儿满脸的委屈 她心疼的摸了摸女儿的脸 因为长期干农活时的操劳 父母的手长满了厚厚的茧子 但这手落在傅雪瑶的脸上 却格外的轻柔 这种感觉 就像是心肩上被羽毛拂过 麻麻的 痒痒的 酥酥的 父母眼里 也是盛满了暖暖的母爱 这种毫无理由的偏爱 对于从小父母离异的 她是从未体验过的 既然她现在已经占据了 圆主这副身体 那也应当承担起圆主的责任 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傅雪瑶连忙摇摇头 妈 你想哪去了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我在陆家过得挺好的 公公婆婆都是特别好的人 大嫂和大哥也都善良又朴实 所以没有人给我委屈受 听到女儿这么说 父母松了口气 没受委屈就好 家里现在就您一个人在家吗 傅雪瑶一边走进屋里 一边说道 你大嫂去裁缝店干活了 你爸去砍柴了 你大哥二个帮人家做小工去了 小的都去外面玩去了 顿了顿父母又道 你二嫂她回娘家了 傅雪瑶拉了一根凳子坐了下来 回娘家 二嫂怎么了 圆主的二嫂 是隔壁二江生产队上的人 以前家里最看不惯傅雪瑶的人 就是她了 没少在暗地里 跟别人嘲讽圆主 她觉得 这家的一切 都应该是她丈夫和大哥的 公公婆婆对女儿这么好 完全就是浪费资源 但没办法 家里做主的还是她爸妈 有父母宠着 陆二嫂也只能独自嫉妒 但她还是不甘心 之前有好几次 因为她觉得 公公婆婆在圆主身上花费太多 就气冲冲地回了娘家 不过圆主以前也确实是个极品 有着极其自私又霸道的性子 但这会儿感受到这种被宠得的感觉 出乎意料的还不错 啊 呸呸呸 思想的端正 父母冷笑了两声 还不是惦记你的彩礼钱 女婿上门提亲时 给了三百块彩礼钱 当时老二媳妇知道后 脸上都乐开了花 昨天她想找我接一百块钱 给她弟弟娶媳妇 我就说我没钱给她 就在她知道 你的彩礼钱 我都让你拿着回了婆家之后 当即就背起包袱 气冲冲地回了娘家 到现在都没回来 别看父母在傅雪瑶面前 是一个慈母 但在别人面前 这性子是颇辣无比 一百块钱 她做梦呢 拿回娘家娶媳妇 说是借出去 但这钱指定回不来 算了 不提她了 乖女儿 肚子饿了不 妈给你煮碗面吃 说着父母准备站起身 来给女儿做饭 还是她的宝贝女儿乖 从来不会惹她生气 不用了妈 我吃过了 我是来给你送点心的 傅雪瑶把从家里 带来的冰皮果子 递到父母面前 我第一天 还有这么漂亮的点心 父母惊讶地感叹道 这点心得卖多少钱呀 肯定很贵 她想起之前在供销社 见到的那些 死贵死贵的糕点 那些糕点 可比不上眼前的这个 这东西 你拿回去自己吃吧 妈不喜欢吃点心 你吃得开心妈就开心 傅雪瑶哪看不出 父母的真实想法 她都注意到了 父母偷偷吞咽口水的模样 肯定是以为自己吃了 自己女儿就不能吃了 想让她多吃点 妈这点心 是我自己做的 家里还做了不少呢 您可以放心吃 自己做的 父母眼睛睁得大大的 表情比刚才更震惊了 她怎么不知道 自己的女儿 还有这般能力 您不是知道 我以前喜欢看书吗 这些做吃食的方法 我都是从书中得到的 我就想着 自己是不是也能做 这不你女儿 我也是有点天赋在身上的 一下就会了 呵 看书 园主喜欢看书 那才奇了怪了 真相就是 之前傅雪瑶喜欢李一鸣 每次去找人家 都是打着看书 问问题的理由出门 另外 就是在家里不想干活 拿看书为理由 待在房间里葛优堂 父母没有读过什么书 加上对女儿的信任和偏爱 一下就相信了 我女儿也太厉害了 之前那些没眼光的 总是说你的坏话 我看现在谁敢嘴碎 见到一个打一个 光看书 就能做出这样的好东西 谁能有这天赋 傅雪瑶 妈 你快尝尝 父母 好好好 妈来尝一个 太好吃了 我女儿怎么就这么厉害呢 她敢说 这绝对是她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还有 这给您 说着 傅雪瑶从衣兜里 掏出一个小布钱包 钱包的样式非常简单 就是一块布缝成一个小四方形 开口处弄一颗蓝色扣子 父母接了过来打开布包 里面是两张大团圆 你拿这么多钱给我干嘛 快收回去 傅雪瑶握住母亲的手 妈这是 我赚来孝敬您的 这钱你都不愿意收吗 父母 赚的 傅雪瑶点点头 对 您不是说女儿做的东西很好吃吗 星期天 我就去县里头做生意 赚了些钱 这不 金盖特意来看您 接着 傅雪瑶又偷偷凑到父母的耳旁 说了他赚的一个数字 父母顿时嘴巴张成了一个O型 这还是傅雪瑶往低了抱 他才给自己报了一百块钱 妈你要是不收 女儿可是会难过的 傅雪瑶语气认真的说道 妈你就拿着这钱 和爸两个人买点好吃的 你们把我养这么大 也该轮到我孝敬你们了 父母最疼的就是女儿 就算他以前很任性 但自己还是爱他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之间就感觉女儿长大了 听着女儿说的这窝心提起的话 他这心也暖暖的 不知不觉中眼眶都红了 眼角还带了些泪水 鼻子也酸酸的 他就说雪瑶最乖了 就算嫁去了别人家 也还是他最爱的女儿 真该让以前那些嘴碎的婆娘看看 说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没有一句是实话 还让他不要再管女儿了 要是真让儿子儿媳和他离了心 就只能孤苦一生 呸 就算将来真让媳妇把儿子哄了去 他也还有一个宝贝女儿 看看他的阿瑶 刚赚到了一点钱 就急忙回家孝敬他 这样的女儿谁家有 也就只有他 才能生出这么争气的闺女儿了 母女俩又说了话话后 傅雪瑶也打算离开了 父母不舍得站在大门口 一直盯着傅雪瑶的背影 直到看不见后才进屋 第三十三章 卤肉 傍晚傅家的人都回家吃晚饭 还没进屋 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肉香 那香味馋人的很 小孩子都兴奋的四处嚷嚷 傅大哥惊喜的吼道 妈 您今天怎么买肉了 家里有什么喜事吗 这肉是你妹妹带来的 就是惦记着 你们上工太辛苦 特意买了两斤肉回家 看看雪瑶嫁人了 都还想着你们 你可不能辜负你们妹妹啊 傅家兄弟听后一阵感动 果然爸妈之前说的没错 妹妹就是最好的 小时候 他们就觉得妹妹粉雕欲拙的 村里没有一个女孩子 比得上傅雪瑶 爸妈对妹妹的偏爱 他们也觉得 这都是应该得到 雪瑶这么漂亮 这么乖巧 就应该被家里宠着 傅二哥拍着自己的胸脯说道 妈 你放心 谁要是欺负小妹 我第一个冲出去干架 傅大哥也赶紧表明立场 我也是 四个小孩子也纷纷说道 我也会保护姑姑的 虽然之前姑姑在家时 总是会和他们抢吃的 但奶奶都说了 姑姑是全家的宝贝 所有人都应该宠着她 而且姑姑嫁出去之后 他们吃了好几顿肉 奶奶说 这些肉都是姑姑特意买来的 上回她还吃到了 姑姑买的甜甜的水果糖 傅大嫂见到傅家人 对傅雪瑶的吹捧 沉默着没有说话 自从她嫁到这家家开始 就见识了公公婆婆 对小姑子的各种宠爱 家里谁都比不过她 他们家奇了怪了 对女儿简直宠到了天上 说实话 她的心态也是有点不平衡的 她也不要求公公婆婆 对他们有多好 只要是能平等的 对待她就很满足了 她家男人也憨厚得很 真当自己的妹妹 是什么人见仁爱的小仙女呢 根本就是家里的吸血虫 好在 就算她不喜欢傅雪瑶 也不会像二弟妹表现的那般明显 这样只能得到公公婆婆的厌恶 捞不到一点好 何必呢 不过这傅雪瑶嫁人后 倒是跟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 还会给家里带肉吃 还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不止有肉呢 瞧瞧你们姑姑 还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说着 父母把傅雪瑶今天带来的 冰皮果子拿了出来 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眼前精致的点心上 老大家的大儿子大壮开口道 这是可以吃的吗 那当然了 这可是 你们小姑姑自己做的 原材料都花了不少钱 真要拿出去卖 都得两毛钱一个 多少 两毛 这玩意儿这么贵 说话的是傅傅 两毛 惊讶的声音此起彼伏 傅大哥挣了证 他去隔壁生产队 给人家做修房子的小工 都才五毛一天 这么个小玩意儿 就要两毛钱 父母骄傲的挺起搏梗 你们在供销社 有看过这么好看的点心吗 这可是独一份 在卖贵点 都有人买 这可是他的宝贝女儿做的 你能不骄傲吗 这里还有九个 每人来一个吧 其实女儿 给他的不止这么点 雪瑶在家的时候 他就一口气吃了五个 现在他的房间里 还放着四个 等会儿回房间 再给老头分两个 闺女儿可说了 这是他特意给他们 老两口带来的 他们必须得多吃点 要不然 他会不开心的 女儿都这么说了 肯定得这么做 果然 女儿才是贴心的小棉袄 知道体谅父母 孝敬父母 他看着孙子孙女说道 你们可要记得姑姑的好啊 长大了正前 孝敬你们姑姑 要不是你们姑姑念着你们 你们能吃到 这么好吃的东西吗 四个孩子也乖巧的点点头 奶奶你放心 我一定会对姑姑好的 陆大嫂看着手心 兔子样子的冰皮果子 真没想到 小姑子还有这手艺 这嫁了人 确实变了不熟 以前可从来没看到 他这么惦念着家里 两毛钱一个 这价格也太吓人了 不知道二弟妹会后悔吗 这次回娘家 错过了这么多好东西 下午傅雪瑶 开始准备 明天要上的新品 卤肉饭 有些来他们家 买小龙虾的客人 有时候会吐槽 为什么他们家没饭吃 在他家买了小龙虾 准备下饭吃的客人 还需要到别家买饭 显得很不方便 于是 这回他决定卖卤肉饭 按照前世的话说 算是粉丝福利了 之前他刚开始 做生意的时候 还有点担心 这个年代的消费力度不高 小龙虾只能少量卖 一旦量多就卖不出去了 事实上他想错了 买小龙虾和酸梅汤的人 日益俱增 他的收入也一天比一天多 今天下午 他就需要把肉给卤好 对于卤肉 他也有自己独特的秘方 要想做好卤味 调配好一份卤汁 才是最重要的 先前他已经把 所需的配料给买好了 现在就只需要做了 嫂嫂 我掐指一算 就知道你又在做好吃的了 陆之云和大嫂 刚提着小龙虾回到家 循着这味 就来到了厨房 这浓郁的味道 他还没到家门口就闻到了 本来还感觉肚子挺饱的陆之云 瞬间就觉得 下一秒就要开始咕咕咕的叫了 来到厨房后 这股诱人的香味更加浓烈了 闻着这香味 陆之云感觉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做出这卤肉本人的腹血窑 也没好到哪去 恨不得拿起米饭 框框框的炫 掀开锅盖 卤肉跟随着冒着泡的卤水上下起伏 那酱色的汁水和肉 格外的引人注目 虽然还没有尝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这肉质鲜美 味道肯定出色 第34章 卤肉饭 看着肉已经煮得差不多了 傅雪瑶立刻进行手动撤火 顾名思义 就是把燃着火的木柴抽出来 放到另一个灶台坑里 之后 他拿起一个碗 往锅子里加了几颗肉 又用汤勺盛了些卤汁 傅雪瑶实在是忍不住尝了一颗肉 这卤肉丝毫没有油腻的感觉 肉在嘴里时 他能够明显地察觉到 味蕾在跳动的感觉 经过长时间卤汁烹煮的猪肉 此刻已经完全熟透 卤水的味道也完全浸润了他 吃起来就是一个字 爽 本来按照这配方 就算是普通的山泉水煮出来 已经很好吃了 当把山泉水换成灵泉 那味道就更不用说了 在傅雪瑶吃的时候 陆之云就在旁边眼巴巴盯着他 眼球一动也不动 傅雪瑶 你试试 陆之云脸上扬起了一个大大的笑容 他开心地接了过来 我就知道嫂嫂对我最好了 吃下一块卤肉后 陆之云已经彻底沉浮于这道美食之下了 他以前过的都是些什么日子 吃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嫂嫂 我不想去上学了 就让我陪着你一起吃摊吧 我实在是不敢想象 在学校没有你的日子 我该怎么办 傅雪瑶 细经本经 行了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啊 嫂嫂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 我难道不是你最爱的小姑子了吗 陆之云眨巴眨巴眼睛 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在家里这梦一般的日子 回到学校又是地狱 他真的感觉离不开嫂嫂 做的饭了 吃不到的日子 他肯定会抓耳挠腮 不得安宁 傅雪瑶薄唇威 冷冷地吐出两个字 不是 陆之云 呜呜 太伤我心了 你是怎么用三十七度的嘴 说出如此冰凉的话来 我的心都被你冻得结成冰了 傅雪瑶 再演下去 卤肉饭没的了 听到这话 刚才还柳若浮风的陆之云 瞬间站的笔直 跟要去参战的女战士一般 语气也正常起来 好的 嫂嫂 虽然嫂嫂态度很冷漠 但她依旧会爱她的 她的三嫂 就是这天底下最好的人 是谁这么幸运 有个绝世大美女 并且拥有一身好厨艺的嫂嫂啊 哦 这个幸运的人 原来是她 今天陆家所有的人都表示 今晚煮的饭太少了 有一种吃不饱的感觉 所以肯定是米饭没煮够 煮米饭的林湘玉表示 今天煮的饭比平时还要多半斤 陆家所有人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真实原因是 卤肉饭太好吃了 特别是把卤制淋在饭上 简直就是绝世美味 还有那卤肉 头一回觉得 猪肉也能够吃出不一样的感觉 总的来说 就是根本不够吃 第二天 傅雪瑶又是按照以往的时间 来到了她经常摆摊的位置 在她的摊位还没摆好时 客人就已经有秩序地排好了长队 今天跟她一起出摊的是小姑子陆之云 大嫂也跟着他们一起来到了县城 不过她此行的目的 是为了采购制作冰皮果子的材料 昨天她已经把画好的果子模具图案给了大哥 这模具对大哥来说都非常简单 在他们上午出门时 公公和大哥就把四个模具都做好了 大嫂需要把材料买齐 还需要准备好出摊的工具 最晚大后天就能够出摊了 傅雪瑶今天的第一个客人 是经常来她这买东西的老顾客 没错 就是那个包工程的大叔 刘鹏自从有一次来晚了 买不到她心心念念的小龙虾后 之后的每一天都是早早地在这等待 要是自己忙工程没有时间时 就会提前托人来买 现在她真的是一天没有吃小龙虾 心就感觉痒痒的 一点都不舒服 小龙虾可以称得上是她年度最爱美食 叔叔 我们今天还上了新品 你要看看吗 陆之云在旁边热情地介绍道 新品 之前老板这一直都只卖小龙虾和酸梅汤 这两样东西味道都出奇的好 特别是酸梅汤 还有神奇的效果 既消暑解渴 就让人活力四射 精力十足 之前她还跟老板反馈出点新品 没想到这会儿就有了 刘鹏一脸惊喜地问道 有什么新品 卤肉和卤肉饭 您可以选择单独购买卤肉 或者是卤肉饭 卤肉八毛钱一份 卤肉饭五毛钱一碗 卤肉饭一般是一个人吃 而单独的卤肉 能够打包回家 带给家人一起吃 听到是卤肉刘鹏皱了皱眉 他其实向来不喜欢吃这类东西 主要是觉得太腻了 吃起来感觉黏糊黏糊的 口感不好 正当他打算拒绝离开时 陆之云掀开装油卤肉的保温筒 盖子掀开的一瞬间 香味便开始朝着四周散去 这勾人的香味 迷惑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 就站在卤肉旁边的刘鹏 就更不用说了 他此刻完全陷入了这诱人的香味中 看着那一颗颗入味的卤肉 还有那色泽浓郁的卤汁 突然间就觉得 卤肉其实一点都不腻 刘鹏赶紧说道 再给我来一份卤肉和卤肉饭 当陆之云把打包好的卤肉和卤肉饭 递给刘鹏后 他心满意足地拎着东西离开了 老板 我也要一份卤肉饭 还有一斤小龙虾 第二位客人赶紧喊道 他本来是只打算买小龙虾的 可看到卤肉饭后 他瞬间就改了主意 谁懂 他最好这口了 刚把他就被那渗出来的香味 馋得不行 幸好今天多带了点钱 不然光看到不能买 他肯定得气死 傅雪瑶这边的生意如火如荼 除了小龙虾和蒜梅汤 一如既往的受欢迎外 馨品也是格外的招人喜欢 结果今天收摊的时间 比前些天收得更早 还有好多没有买到的顾客 一脸的失望 都是说希望他多做点 不够吃 真的不够吃 第35章 卤肉饭 2.机械厂 王立自从第一次在傅雪瑶那里 买到小龙虾后 每逢中午 他都雷打不动地去光顾 不过有点麻烦的是 每次买到小龙虾后 他都需要在工厂的食堂买一份饭 有时候还要额外的点两个菜 王立是双职工家庭 父母都在政府工作 而他自己作为工厂的特殊技术工人 一个月的工资也有92块钱 所以吃饭多花点钱 对他也没什么问题 今天王立也和往常一样 中午一下班 就来到了傅雪瑶的摊子前排队 这次他来的比较早 前面的队伍只有三四个人 每两分钟就到他了 本来想像往常一样 点一斤小龙虾 和一份酸梅汤的 可一股浓烈又特别好闻的香味 突然间涌入了王立的鼻尖 这么香 傅雪瑶眉眼弯弯 这是今天刚上的新品 卤肉 客人你要是想吃饭 还可以选择卤肉饭 傅雪瑶的声音轻柔悦耳 王立看到那甜甜的笑容 又忍不住红了耳朵 其实他每天来着买东西的原因 除了食物味道好之外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想看看卖东西的老板娘 她长得真的跟她心目中的仙女一模一样 美丽大方 温柔亲切 王立第一次见到 她就一见钟情了 只不过到现在 都没有什么进度罢了 到现在 她都不知道老板的名字 王立 那我要一份卤肉饭 一份酸梅汤 傅雪瑶 好的 您稍等 陆志云看了看面前的客人 她的秀眉微微醋了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 她觉得这男人奇奇怪怪的 她看嫂嫂那眼神 让她觉得怪不舒服的 陆志云迅速打包好男人要的东西 递给了她 王立接了过来 转过身就离开了 看到她离开的背影 陆志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不知道为什么 她就是看着男的不爽 王立拎着卤肉饭来到了食堂 王立刚准备吃 就发现食堂里好多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她的身上 她有些紧张的 咽了咽口水 那可怕的神色 像是要把她吃了一般 王立脑子里快速闪过 今天发生的事情 心里回想 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 惹得人神共愤的事情 在她还在胡思乱想之际 厂里的一个女工人上前问道 你吃的这是什么啊 怎么这么香 听到女工人这么问 王立才松了口气 卤肉饭 门口就能买 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女工人道了声谢谢 工人有着反应 也丝毫不奇怪 虽然食堂有各种各样的饭菜香 但卤肉饭的出现 就像是在狼群中 发现了一头羊一般 那味道格外的与众不同 香味一弥漫开来 顿时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工人们寻着味道 就把目光集聚到了王立身上 他们对食物的渴望没有散去 所以在王立看来 他们就像是要把她吃了一般 人群中一个工人问 是之前卖小龙虾的那个老板吗 王立说 对 这卤肉饭是今天刚推出的新品 终于有饭了 之前我去那里买了一次小龙虾 那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但这小龙虾五毛一斤 确实有点贵 又吃不饱 只能偶尔去买点 人还是得吃饭 当时我就说 老板这么好的手艺 做出来的盒饭肯定也很好吃 不得不说 那老板的手艺是真的好 还有那个酸梅汤 虽然价格是比市场价贵了些 但那效果是真的好 不仅消暑解渴 还有致病的效果 前两天我得了风寒 当时就听到有人说 这喝酸梅汤比吃药效果更好 一开始我也不信 可后来 当我带着怀疑的态度 去买了一杯来喝 你们猜怎么着 果真神了 身体一下就好了 有一个人质疑说 有这么神奇吗 应该是巧合吧 他旁边的大婶说 不止这效果呢 你是知道的 我一个闺女再读高中 今年都要高考了 可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进步心下来学习 一学习就心情烦躁 前段时间 我没少为这发愁 有一天 我听到大家都说小龙虾好吃 就想买点回去 让我闺女尝尝 让她学习能开心点 刚好那天 我也买了一份酸梅汤 喝下去后 当天晚上 我闺女就在房间里 看了好几个小时的书 我闺女还说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那天格外有精力 也能够集中注意作题了 你们说这神不神奇 听大婶说完这话 家里有孩子的人 纷纷有些异动 谁不想自己的小孩子 能够学习好啊 特别是家里 也有正准备 考大学孩子的家长 有这种好东西 但不得买啊 现在他们脑子 就只有一个想法 酸梅汤等于孩子 能够好好学习 等于提升成绩 等于考上大学 他们都忽视了 大婶他孩子的 能够学习的前提 有一颗想要学习的心 不过这波营销效果 又给傅雪瑶 带来了一大波顾客 没过多久 酸梅汤就成了 学生中最流行的饮料 在工人们收回目光后 王立终于可以 静静地享受 他的美食盛宴了 这卤肉饭吃起来 比他的颜值 更让人惊艳 肉的味道 丝毫不会显得油腻 每一颗肉 又鲜又香 肉质也嫩嫩的 咬下去还带汁水 让他都舍不得 直接咽下去 浸润了卤水 磕磕分明的米饭 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 上面还有五六片小白菜 本来王立是不喜欢吃青菜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上面的青菜 看起来格外有食欲 王立用筷子 加了一片放进嘴里 就这一事 他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这真的是人 能做出来的美味吗 味道真的太好了吧 和他以前吃过的青菜 完全不同 咬进嘴里 满满的甘甜 要是青菜都是这个味道 他肯定爱吃 老板真的太厉害了 这可比他去市里的大餐厅 吃到的还要更加美味 陆志云 嫂嫂我去把牛车牵过来 这会儿 傅雪瑶也整理好了摊子 每一个保温筒里的东西 都卖得干干净净的 酸梅汤现在卖出去的速度 也是格外的快 在客人体验到了 酸梅汤的优异效果后 基本上最先卖空的 都是酸梅汤 毕竟五毛钱一斤的小龙虾 对于有些人来说 还是太贵了 但一毛五分钱的酸梅汤 都在他们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毕竟 这可不是简单的酸梅汤 连续喝几天后 不仅能让经常失眠的人群 在夜晚能有一个好睡眠 也能让在白天容易疲劳的人 变得精力充沛 精神抖擞 第36章 人来风 回去的路上 陆志云兴奋不已 嫂嫂我第一次觉得 做生意这么有趣 她头一回体会到了 收钱收到手软的感觉 这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 傅雪瑶把钱盒里的钱都拿了出来 认真的开始数 今天卖的小龙虾又多加了20斤 还有酸梅汤也多做了一桶 再加上做的卤肉饭 除去所有成本后 大概是赚了68块钱 傅雪瑶拿出5块钱递给陆志云 哎 这是你今天的工资 陆志云奇怪道 嫂嫂你怎么给我这么多钱 她今天只是帮嫂嫂洗了点龙虾 然后陪着嫂嫂 守了几个小时的摊子 哪里用得着这么多钱 上次她帮忙宣传就得了5块钱 这次又这么轻松得到了5块钱 莫名的她还有点心慌 虽然嫂嫂赚得多 但这和她又没什么关系 本来就是嫂嫂有能力 想法多 厨艺好 大家都喜欢她做的东西 才能有这么多的客人光顾 看到嫂嫂能赚这么多钱 她也挺骄傲的 这可是她的亲嫂嫂 不是别人家的 看到陆志云那不可置信的表情 傅雪瑶说 这就是你应得的报酬 你看你今天一直跟着我忙上忙下 给客人打包也很积极 要是没有你 我今天还不能收工这么早呢 她说的可没一句假话 陆志云的到来 真的给她减轻了不少负担 像今天客人这么多 要是她一个人肯定应付不过来 客人也会等得比较着急 虽然平时没有陆志云过来 也会有大嫂和妈的帮助 但在这一方面 陆志云确实做得更加出色 算钱时速度更快 有时候客人给少了钱 他也会有条理的跟客人解释清楚 陆志云嘴角挂起一抹笑容 原来我的用处这么大的吗 傅雪瑶肯定的说道 那当然 你很厉害 头脑清晰 口才也好 看着手中五张一元 陆志云感觉心里暖暖的 他又挣到钱了 虽然陆家从来没有缺过他什么东西 每周也会有零用钱 但这自己赚到钱的滋味 还是不一样的 加上上次扫扫给的五块钱 他已经有十块钱了 十块钱 一周不到的时间 他就赚这么多钱 陆志云美自知的想 这赚钱可真容易 不过陆志云也知道 得到这些钱都归功于扫扫 要不是扫扫大方 美丽 善良 聪慧 不然他哪能得到这么多钱 也不看看这市面上摆摊的人有多手 但像他嫂嫂能赚这么多钱的 他可是没有看到第二个人 而且这五块钱不用想 也是嫂嫂故意多给了他 自己要是帮别人干活 累死累活一整天 可能都没有一块钱 嘿嘿 果然还是嫂嫂愿意宠着他 陆志云眼睛眨巴眨巴的盯着腹血腰 嫂嫂 我明天还能跟你一起出汤吗 按照嫂嫂这生意兴隆的模样 不出意料 明天他又有五块钱 想到这 他心里就甜滋滋的 谁不爱钱啊 小钱钱可是这世界上最可爱的东西 当然嫂嫂是这世上最美丽的人 你作业写完了 书备好了 课本预习过了 傅雪瑶的连环三连问 把陆志云打得措手不及 陆志云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 我的嫂嫂怎么突然间变成魔鬼了 不过嫂嫂问的这些确实也很犀利 他还真的一个都没有完成 触及到傅雪瑶带有审视的目光 陆志云缩了缩头 眼神不自在地闪躲了一下 弱弱地回道 还没有 傅雪瑶说耸了耸肩 那你先完成了我说的这些 再来跟我谈条件吧 啊 陆志云哀叹一声 突然不知道他又想到了什么 眼睛滴溜溜飞快转动 嫂嫂 这周的作业不多 我很快就能写好 明天帮你卖完了我再写 这时间也是来地级的 陆志云拖着下巴 满脸期待 很快就能写好 陆志云认真的点点头 你竟然这么说的话 听到这 陆志云的心脏激动的跳个不停 果然还是他聪明 嫂嫂肯定会同意的他的说法的 傅雪瑶 那今天晚上八点之前完成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啥 陆志云愣了一下 意识到傅雪瑶说了什么之后 脸瞬间变成了一个苦瓜脸 他可怜兮兮的 扯了扯傅雪瑶的衣角 嫂嫂 你确定要这么对我吗 傅雪瑶理所当然道道 这不是你自己说的 难道你是在骗我吗 面对傅雪瑶质问的眼神 陆志云也不敢多说什么 他咽了一下口水 快速地答道 当然没有 谁懂作为一个严重的拖延症患者 学校留的作业 他向来都要放到最后一天赶夜班做的 而且这回他的作业是真的不少 基本上每一课的老师都留了作业 特别是数学 折磨的人要疯 以前读初中的时候 他从来没觉得数学难 直到上了高中 他才发现数学真的是个可怕的学科 虽然他数学成绩也还算是中上水平 但学起来还是一如既往的痛苦 八点之前完成 真的太恐怖了 谁能来救救他这个可怜无助的美女啊 傅雪瑶 那好 就这么说定了 他哪猜不透小女孩的小心思 明明白白的全写在脸上了 看到他一回到家 就迫不及待地往房间奔去的模样 傅雪瑶忍不住笑了出来 陆母回到家 还奇怪 没有看到女儿的身影 雪瑶啊 阿鱼没和你一起回来吗 这丫头 难不成又去同学家了 傅雪瑶 妈 她在房间里学习 陆母忍不住勾唇笑了笑 学习 这可是个新鲜词 自己的女儿能不知道是什么性格吗 小时候就是个人来疯 跟着村里的男孩子到处去也 学习也是静不下一点心 虽然如此 但成绩倒也还不错 初中没见他怎么学 也考上了县城里最好的高中 别看只是一个高中 初中没能顺利升上高中的 大有人在 陆母说 让我看看今天的太阳 是不是牺牲冬末 扑 傅雪瑶觉得 还是这亲妈讽刺更到位 她这婆婆说话也挺有趣的 第37章 抢生意 陆母 她这奇怪的表现 肯定是你的功劳吧 扑 奇怪的表现 陆母的话 简直踩在了自己的笑点上 傅雪瑶点了点头 把刚刚发生的事情 说给她听 陆母说 这倒是个好方法 雪瑶还是你脑瓜子灵光 这么久了 家里人没有一个人 能够治得了她 这回她终于遇到对手了 真是件喜事 傅雪瑶 我该回答什么 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陆母捶了捶自己的大腿 哦对了 我是想来跟你说件事的 我今天看到村口那里兰花 今天提了满满的 两桶小龙虾回家 看她的样子 明天也会去卖 我担心她会搞鬼 这李兰花 向来就是一肚子坏水 喜欢算计 这回遇上个赚钱的生意 只不定会搞破坏 傅雪瑶浅浅一笑 妈 你不用担心 你还不相信我吗 这小龙虾 人人都可以卖 但最终 还是要靠手艺和口碑说话 听到这话 陆母的心踏实下来 她家雪瑶 可是最聪明伶俐的女子 其他人哪能比得上 另一边 李兰花和儿媳妇 喜滋滋的 提着两桶小龙虾回到家 家里做饭最好吃的 就是她的二女儿 从昨天听到 这么赚钱的生意后 她果断提了一小框小龙虾 让自己的女儿也来试试 为此还浪费了不少的油 可把她心疼坏了 不过一想到 未来那赚钱生意 心里也宽慰了不少 油算什么 五毛一斤的小龙虾 才是最重要的 女儿也争气 当天晚上就把 那什么小龙虾给做了出来 这味道尝起来极好 李兰花虽然没有吃过 傅雪瑶做的 但她坚信 自己女儿一定 比她做的好吃 妈 我们明天也能挣钱了 李兰花的儿媳妇 满脸激动 李兰花 那还能有假 等会儿我们再去 抓两桶回家 这可都是宝贝 明天 咱们也去机械厂门口摆摊 听说傅雪瑶的生意可好了 都还有客人排队去买 不是卖五毛一斤吗 咱就卖四毛一斤 把她的生意都给抢过来 那里人流量大 我们的小龙虾 到时候肯定一下就卖空了 李兰花女儿张玉 醋了醋眉 妈 这样不太好吧 本来这小龙虾的生意 就是别人家想出来的 还明目张胆地降低价格 抢人家的生意 这事情做得太不地道了 她都觉得愧疚 李兰花吃笑一声 有什么不好的 这小龙虾 我们生产对遍地 咋低 我们就不能卖了吗 她可真是个黑心肠 狮子大开口 五毛一斤不就是去抢吗 城里的人也是个冤大头 就这海上赶着去买 我们这边四毛一斤 也算是做善事了 那些客人还会感谢我们的 张玉 照这话说的 明卖四毛一斤不也还是抢 而且按照立方审的说法 他们家卖的小龙虾 还是专门到供销社 买了很多配料煮好的 所以价格才会卖这么贵 不过这些话张玉都没有说出来 毕竟在家里 他没什么话语权 说出来了 反而还要被骂 那还不如憋在肚子里 李家 李静敏自从再富雪瑶面前吃了亏 在全村人面前丢脸后 安分了一段时间 一想到上次 不仅没捞到什么好处 反倒是灰溜溜逃回了家 这股恶气就一直憋在他的心头 无处释放 本来他也是为了家里 才去找富雪瑶的麻烦 没想到他娘回家了 还对他破口大骂 李静敏把自己遭的罪 都算到了富雪瑶的身上 要不是那个贱人 他不会这么丢人 李母手上做着针线活 看着刚进门的女儿开口道 看清楚了没 昨天李母也听到了 富雪瑶赚钱的消息 不过他多长了一个心眼 没有直接性 而是让自己的女儿 先打听清楚 李静敏喝了口水说 还真是对李人说的那样 富雪瑶那小贪受欢迎的很 我盯了好久 不停的有人来买东西 小龙虾五毛钱一斤 除此次之外 他还卖酸梅汤 也比其他人卖的 贵要一毛五分钱一杯 听人说他今天还多加了个新品 卤肉饭 五毛钱一份 李静敏刚从县城里走回来 脚走累了 可也渴死了 李母让他去打听 结果一分钱都舍不得给他 他车都坐不了 只能来回跑 哼 李母冷叹一声 手上的鞋垫也不做了 他这钱倒是赚得容易 我的天 这一天能得多少钱啊 又是小龙虾 又是酸梅汤的 别的不说 就光小龙虾 这玩意儿又不要钱 从田里捞上来就是 还五毛钱一斤 他可真敢卖 这富雪瑶以前又蠢又懒又馋的 没想到还有这般能耐 以前倒是小瞧他了 富雪瑶之前想当他的儿媳妇 为了讨他的关心 没少把家里的好东西 都搬过来他们家 李母心想 之前就应该多哄哄他的 按照富雪瑶以前那个蠢样 有这么好的方子肯定会拿来哄自己开心 要是这好方子在他手中就不愁钱了 说不定还能去到儿子读大学的地方 和他一起生活 听说现在大城市修建了不少房子卖 就是这价格太贵了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留 李母可没什么要扎根老家的想法 城里的生活可比这乡下舒服多了 李静明内心也极度的要命 当时他就在不远处偷偷的观望了好一会儿 能够清楚的看到 富雪瑶在那段时间收了多少钱 他恨不得冲上去 把钱都抢到自己手上 富雪瑶那个贱人凭什么能赚这么多的钱 凭什么生活能过得这般滋润 李母 小剑 你们之前不是玩得最好吗 你去把富雪瑶的方子给哄到手 李静明面具难色 妈 你又不是不知道 现在那个贱丫头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说的话他都不愿意听 伶牙俐齿 论嘴皮子 谁都比不过他 他怎么会轻易的把方子给我呢 富雪瑶又不是傻子 哪能把这么赚钱的方子拱手让人 不过 他以前还真是个傻子 他说什么都愿意相信 只不过嫁人后就没这么好哄了 李母瞪了女儿一眼 办法使人想出来 要是他不愿意给你 不会想想其他法子吗 你还记得你二叔公吗 二叔公 李静明脸上出现了困惑之色 他绞尽脑汁的回响 终于想到了一些零碎的记忆 他只记得 二叔公无儿无女 做的一手好菜 第38章 抢生意 二 你爷爷祖上也曾是开过大酒楼的 只不过到后来就落落了 到你爷爷这一代 除了你二叔公手艺好点 其他陆家人都不会做饭 李静明眼睛一亮 妈 您的意思是 李母不屑地勾了勾嘴 眼神中闪过一丝狠利 到时候 我们一口咬定傅雪瑶 把我们家的菜谱偷走了 他能怎么办 到时候 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李静明觉得 这个主意好极了 妈 你这个主意也太好了 隔天 傅雪瑶还是像往常一样的时间出门 今天小龙虾没有加量 酸梅汤和卤肉多做了些 昨天不知道为什么 在他快要收摊的时候 来了很多需要买酸梅汤的人 不过那个时候 酸梅汤已经全部卖空了 他们再三请求 让他明天一定要多做点 所以 他昨天又到供销社 买了一个保温桶 来装酸梅汤 今天陆母陪同他去县城 原因就是 陆之云昨天八点前 没有完成作业 傅雪瑶罚他今天不能出摊 今日等待的客人 比昨天还要多上许多 傅雪瑶来时 就看到了他摆摊的位置 站了两排长长的队伍 老板 我要一杯酸梅汤 老板 我也要一杯酸梅汤 站在前头的客人 基本上都是来买酸梅汤的 陆母还奇怪说 金盖怎么买酸梅汤的人这么多啊 傅雪瑶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也不太清楚 老板 来三斤小龙虾 终于不是酸梅汤了 当才一连十几个人 都是只买酸梅汤 听到傅雪瑶的脑子里 只剩酸梅汤了 陆母接过客人给的两块钱 找给客人五毛 傅雪瑶则是把打包好的小龙虾递了过去 两人搭配 干活不累 卖小龙虾 四毛一斤的小龙虾 卖小龙虾 四毛一斤的小龙虾 大家快过来看看 陆母寻着声音望去 果然就是那村口泼妇李兰花 这人怎么这么招人烦 这不就是在抢我们的生意吗 还故意比我们便宜一毛钱 我就知道她一肚子坏水 果然她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陆母气得捏紧拳头 眼神死死地盯着那个方位 李兰花也感觉到了这股炽热的目光 笑着挑衅回去 我去教训教训她 说着 陆母就准备往对面走去 傅雪瑶拽住陆母的胳膊 妈不用这样 你现在过去也讨不了什么好处 到时候她反咬一口 说你霸道的不让她做生意 吃亏的还是你 四毛 站在队伍后面的客人四处打望 发现就在对面 也来了一家卖小龙虾的摊子 想着那家还便宜些 又还没有什么人 纷纷有些异动 队伍也不排了 准备到另外一家买去 就这样 队伍少了不少人 都到另外一家买小龙虾了 毕竟便宜了一毛钱 有便宜不战是傻瓜 来看看我们家的小龙虾 个头又大 又便宜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李兰花扯着嗓子 卖力宣传 老板 给我来两镜 好嘞 李兰花看到来买的客人 脸都笑成一团 但并没有显得更加热情 反而表情愈发的猙獰 她不满意的瞪了一眼 没有眼力的儿媳妇 干嘛呢 客人来了 不知道打招呼 刚才灵芝走了会儿神 这会儿听到婆婆的话 赶紧给客人打包 客人盯着小龙虾 皱了皱眉头 这家的小龙虾 看起来好像没有她往常买的那般好 傅老板家的龙虾 一拿出来 香味格外的诱人 每一只小龙虾看起来又香又鲜 就连汤汁都是金灿灿的 但眼前的这个 让它没有一点食欲 汤底都有点黑乎乎 小龙虾色泽也没有那么鲜艳 闻起来倒是挺香 但这种香味又太过于刺鼻 来 客人你的小龙虾 一共八毛钱 客人有点犹豫的付了钱 心里安慰自己 小龙虾味道肯定都是一样的 陆母看着队伍减少的人 继续给来买东西的客人打包 因为多了一家卖小龙虾的 傅雪瑶今天也是卖的时间 也比平常更久 一直到下午四五点才收摊 最后还剩了四五斤龙虾 没有卖完 反正剩的也不多 正好拿回家吃 李家 李兰花今天准备的小龙虾 全部都卖光了 甚至她收摊的时间 比傅雪瑶早得多 看到装的满满的钱袋子 还有卖空了的小龙虾 她当时恨不得立刻飞奔回家 再捞点小龙虾过来卖 此刻李兰花正坐着 把钱袋子里的钱 一股脑倒在面前的方桌上 惬意地数着桌面上的钱 旁边的儿媳妇闸 也不闸地盯着婆婆数钱 眼睛似乎都要粘上去了 李母发出一声感慨 这座小龙虾就是赚钱 今天这没一会儿 就挣了这么多 我们怎么不早点发现 这个赚钱点子 白白地让那陆家赚了这么多钱 算了算 她手里现在就捏着十八块五 除去了低廉的成本 还是赚了十几块钱 没想到那懒货倒是会赚钱 想出这么个聪明法子 不过现在该轮到她赚钱了 一想到那么多 本来打算去傅雪瑶那儿 买东西的客人来到自驾 她就特别开心 可算是让她出了口恶气 陆老太婆肯定也被她气死了 灵芝看着婆婆数完的钱 迫不及待地问 妈 今天赚了多少钱啊 李母不悦地瞪了灵芝一眼 你管这么多干嘛 我还没死呢 就惦记着钱 第39章 自食恶果 一 灵芝怯生生地道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把身体养好 为我们李家开枝散叶才是 你应该管的事情 李母继续道 等会你们就跟着我一起出去的 多抓点小龙虾 今天的量还是太少了 根本不够慢 明天她要多准备些 把傅雪瑶的客源都抢过来 到时候看陆老太婆 还怎么得意 雪瑶 雪瑶 傅雪瑶前脚刚回到家 李静敏就在她门口 一直喊她的名字 好久没有见到 她都快忘记这么个人了 傅雪瑶美好气地说道 你又有什么毛病 一直叫她名字叫个不停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在叫魂呢 李静敏脸上的表情凝固了几秒 她强忍着脾气 憋出一个笑容 甜甜地说道 雪瑶 我就是想来找你玩吗 你这么凶干嘛 要不是为了方子 她才忍不了 这话说得真搞笑 这女的是真的不觉得尴尬 傅雪瑶 是我单独多出来了一段记忆吗 李静敏有些不太理解 什么 上次那件事情 傅雪瑶用鄙视的眼神 在李静敏身上扫视了一圈 李静敏脸上的笑容又僵硬了不少 手也收得越来越紧 后牙槽都快给咬碎了 她上前一步 想挽住傅雪瑶的胳膊 傅雪瑶当即就侧开身 眼神带了质吻 李静敏干笑了两声 随后又故作示弱地垂下头 强调带了些委屈 我知道 上次是我的错 你恨我也是应该的 但我也是有理由的 你知道的 我哥哥去上大学需要不少钱 家里也是努力给哥哥攒钱 为此我和爸妈 已经好久都没有吃过肉了 我倒是没得吃 倒是没什么关系 但看到我爸和妈 因为没有吃到肉 而忧虑成病 我这心里就难受得慌 试问哪个子女 能忍心看自己的父母 如此的痛苦 傅雪瑶 她还是头一回 听到这么无耻的解释 你不忍心 你孝顺 你是爸妈好宝贝 抢别人猪肉往家送 父母开心你心愿 和家欢乐幸福多 以前我都是 把你当作我亲嫂嫂来看待的 爸妈也是 把你当成了未来媳妇 我知道 你肯定也不愿意看到 我爸妈受苦的 对 是不是 话落 李静敏眼底闪过狡黠之意 他都这么说了 傅雪瑶 一定会为之动容的 傅雪瑶之前 这么喜欢他的哥哥 这份感情 肯定是不会轻易消散 只要他还有情 就不会不管他的家人 不是 我就知道 你在我心里 永远都是我的大嫂 话说到一半 他才反应过来 傅雪瑶说了什么 傅雪瑶冷笑两声 嫌弃的说 你爸妈关我什么事 他生的儿子女儿都死绝了吗 我作为一个陌生人 还要承担赡养他们的义务 还有你说的都是些什么鬼话 秦嫂嫂 我现在结婚了 你不知道吗 哦 差点忘了 你这人有病 时常记不住事 傅雪瑶嘴角斜钩 带有玩味的说道 那我再说一次 我结婚了 你要是在湖边乱造 那可就是破坏军婚 温馨提醒一下 这是犯法的 说不定哪天 你就因为口不择言进牢房了 傅雪瑶字字珠奇 面对他的连环输出 李静敏完全插不了一句话 好了 这次就先这样吧 跟你说话挺废口舌的 说的 我嘴巴都干了 下次别在我这里 打什么感情牌了 我和你 还有你家里人 没有一点感情可言 说完 傅雪瑶也没有理会 李静敏的反应 转过头 直接就离开了 在傅雪瑶看不到的地方 李静敏面露狠色 眼神恶狠狠地盯着他的背影 直到傅雪瑶的背影 彻底消失后 他才收回目光 傅雪瑶真是个贱人 好好地跟他谈 他却一点都不顾及 姐妹之间的情谊 既然他都是这样的人 那自己也不需要 对他留有情面 林芝面带愁容地说道 妈 今天我们家的 怎么客人这么少啊 看着对面摊子 排起来的长队 再看看自家小摊口 空无一人的画面 林芝便更愁了 昨天生意都还好好的 怎么一个晚上 就冷清成这样 李兰华美好气地吼道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 就知道哭丧着个脸 客人看到 你这拉长的大脸 都不想买了 李兰华说话的声音 像雷鸣一般 这突然加大的音量 吓得林芝缩了缩身子 她脸上闪过一丝忧怨之色 这个老前婆就知道骂 除了骂人 还会干什么 虽然她心底这么想 但表面还是怯懦地说 妈 我也是着急嘛 李兰华心里更急 特别是看到客人 都往傅雪瑶的摊子口走去 她心就像是被火烧一般 她卖力地喊着口号 小龙虾 便宜卖 四毛一斤 大家快来买 几分钟过去了 还是没有一个人来买 李兰华就像是在 唱读缴戏一般 根本没有人理会 她到底说了什么 这可把李兰华给气坏了 不过很快 她就想到了一个法子 冷不丁地她跑到了对面 对着那些 准备买小龙虾的客人 就是一顿忽悠 姑娘 小伙子 你们看看我家的小龙虾吧 个头又大 价格还比这家便宜 我只要四毛一斤 不会像黑心人家 赚你们这么多钱 说着 李兰华指了指自己的摊位 我家的摊子就在那边 你们干脆 都去我家买好了 婶子又不会骗你们 我们家的小龙虾又大又好 关键是还便宜 这家老板就是个骗子 卖这么贵这 不是在坑人吗 你们可不要再上当了 她说的可都是实话 本来这小龙虾 就不需要多少成本 傅雪瑶还卖得这么贵 她就是个专门来骗钱的死骗子 李兰华 你就是找打是吧 落母气冲冲地朝李兰华伸出手 一把拽住她的头发 直接就给了她一巴掌 昨天 我就很想打你了 你这人怎么这么贱呢 我都放过你一次了 还想找打 你说说你是不是活该被打 刚才杨立方就看到 李兰华鬼鬼祟祟地走了过来 按照她对她的了解 李兰华肯定又憋了什么坏主意 果不其然 刚才李兰华说的话 她都听得一清二楚 你说谁是骗子呢 敢说我儿媳妇是骗子 你这不是诚心找揍吗 我儿媳妇是你能造谣的吗 李兰华的头发还一直被落母扯着 她此刻就像一只被扼住喉咙的小鸡 怎么翻都翻不了身 杨立方 你快放开我 她双手舞动 试图摆脱落母的控制 快 儿媳妇 给我打死这老前婆 看到儿媳妇的到来 李兰华欣喜若狂 这老前婆这么欺负她 等会儿她非得打死她不可 第四十章 自食恶果 二 在灵芝的助力下 李兰华才终于挣脱出来 正当李兰华想联合媳妇报复陆母 傅雪瑶从后面走过来 冷冷说道 你想干什么 聚众打人吗 李母被那冰刺般的眼神恐吓到了 底气不足的反驳说 是你婆婆先打我的 我只不过是想教训回去 这边陆母也不甘示弱 你也好意思说 你就该打 要不是你像个八婆一样 是我欺负坏话 我会打你吗 自己的东西卖不出去 还跑过来抢我们的生意 卑鄙无耻 他见过不要脸的人 还从来没见过这般不要脸的人 这恶心人的手段层出不穷 先是把摊子开到了他们的对面 用降价的手段抢走客人 今天又卑劣的明目张胆的忽悠客人 去他们家买东西 李兰华可不承认自己是在抢生意 你凭什么说 我在抢你们家生意 客人这么多 这队伍排这么长 还不允许他们去我家买了 再有 你家东西卖得这么贵 我家的小龙虾实惠又便宜 你让客人好好说说 愿意上谁家去买 接着 李兰华把目光 投向了刚刚被他劝说的那些客人 他想的理所当然 自家的小龙虾便宜这么多 这些人肯定还是恶意上他家买 刚才他的小摊门口没有客人 肯定也是这陆老太婆搞的鬼 这些客人不懂 便被骗着排长对消费 李兰华把今天出现的问题 都归在了其他人的身上 丝毫没有想过他自己的问题 李兰华故作和善的模样 几眉弄眼的笑着说 你们说说 是不是更想要去我们家买小龙虾呀 不想 客人的回答像是提前约好的一般 这一口同声的话语 让傅雪瑶都忍不住冷笑了一声 李兰华 其中一个客人抿了抿唇 一脸嫌弃说 我昨天就去你那买了两斤 味道没那么好也就罢了 汤汁也是脏脏的 我刚开始还以为你家用料 不同熬的汤就是那个样子 结果就是 没洗干净 都是脏水 还有我 我昨天也都买了一斤 买东回家就后悔死了 就为了占那一毛钱的便宜 实在是不值得 不好吃也就罢了 还缺金少两 昨天拎着的时候 就感觉重量不太对 拿回家一撑果然少了 这可真不是差了一毛钱的关系 傅老板家的小龙虾 比另外一家味道好上太多 那才真正值这个价钱 另外一家的 别说四毛钱 卖一毛钱 我都不想去买了 我昨天就是不想排太久的队伍 看到新开的一家小龙虾摊子就去买了 结果那味道真的一言难尽 我还是第一次没把小龙虾吃完 客人们纷纷吐槽 其实李兰花家做的小龙虾 也没有这么差 只不过大家的嘴都被傅姚寄养雕了 两者的对比之下 味道实在太明显 另外傅雪瑶在清洗龙虾的过程中 每一只虾都处理得很干净 就像是家里做饭一般 傅雪瑶是觉得 入嘴的的东西不管怎么样 干净卫生是前提 他不能辜负 这群来他们家买东西的客人 但李兰花不同 他就只是想赚钱 根本不会说 要把小龙虾处理得有多干净 把小龙虾抓回来后 和儿媳妇随随便便的洗了洗 就交给了女儿烹饱 傅雪瑶说 兰花婶 这就是说的客人愿意去你家买小龙虾 总结就是卖不出去一点 他要是李兰花 估计这会儿已经用脚指头 抠出一栋梦幻城堡了 铺路母也乐得哈哈大笑 李兰花还不死心 死死的盯着刚才吐槽过他的客人 你们肯定都是他们请来污蔑我的 傅雪瑶还没回应 另外一部分 在他家买过小龙虾的人 又纷纷开始继续到苦水 傅雪瑶 兰花婶 这次做生意可都要凭良心 生意可不是你这么做的 没等李兰花继续反驳 下一刻麻烦就找上身了 一个老太太气冲冲朝他走过来 说自家孙子 昨天吃了他家的小龙虾后 当天晚上进了医院 要找李兰花 讨要20块钱的医疗费 其实小孩子进医院 也不完全是李兰花家小龙虾不干净的原因 老太太的孙子 其实本来肠胃就不太好 昨天他也是为了贪便宜 才到李兰花那里 买了两斤小龙虾 小孩子本就肠胃不好 吃了这不干净的小龙虾 当天晚上就一直拉肚子 为此还发起了高烧 老太太找麻烦 肯定不是一个人来 他的两个儿子也跟着一起来了 李兰花就是个窝里横 面对老太太和他的两个儿子 又是在地上打滚 又是流泪 最终还是逃不过给钱的命运 这出闹剧结束后 他还是继续想把今天的小龙虾 全部卖出去 要不然他可就亏大发了 可是在经过钱都那两件事后 再没一个上去买 就算他降价 也还是没有一个客人 毕竟一个吃不好 可就进医院了 就算便宜谁敢上去 这一进医院 可不只是花几毛钱这么简单了 就这样 李兰花一顿操作猛如虎 到最后反而还亏了钱 回去的路上 路母对这件事还津津乐道 我就知道这恶人自有报应 果不其然我们还没做什么呢 这李兰花就遭到了报应 真是活该 傅雪瑶竖起拇指夸赞道士 妈 你今天真厉害